荀子集结produced by ingotsi王先千叙习唐寒玉是以荀子书为大纯小慈,代送,公者义众。 推其由,以言姓恶故。 于为姓恶之说,非荀子本义也。 其言曰,植木不待饮瓜而植者,其姓植也,沟木必待饮瓜真较然厚植者,以其姓不植也。 经人性恶,必待圣王之志,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志,何于善也。 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恶,则不知木性有钩之矣。 然而其言如此,岂真不知性邪。 于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乱,名须抿焚,感激而出此也。 循子论学论志,皆以礼为宗,反复推详,物名其指趣,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 其曰,伦类不通,不足为善学,又曰,遗物失称,乱之端也。 探圣门一贯之经,动古今成败之故,论意不悦几席,而思虑夹于无垠,身未长一日加明,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准,而克何之徒,底漆恒生,并知不得与于私道。 于又以悲荀子述不用于当时,而明灭烈于后世,留俗人之口为众屈也。 国朝如学昌明,清定四库全书提要,守列寻子如家。 赤好物之词,通讯古之仪,定论昭然,学者使之崇尚。 故其书仅有阳亮著,畏畏尽善。 竟是通行家善谢氏孝本,去取义时有书传,素如大师,多所匡议,家居少事,折旁彩诸家之说,为荀子及解义书,管窥所及,兼义负载。 不敢为于寻书经义,有所发明,而于西阳谢之以词,着宋元之定本,数己不无以得。 课程,仅便言简端,并接寻子著书之为止,与后来读者共振明之云。 光绪十七年岁赐新卯下五月长沙王先迁锦绪。 劝学篇第一君子曰,学不可以义。 清,取之于兰,而清于兰,兵,水未知,而寒于水。 目之终神,柔以为伦,其取终归,虽有搞报,不复挺者,柔使之然也。 故目受神则执,经就立则立,君子博学而日参省忽己,则知名而行无过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灵生息,不知的之后也,不闻先望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 甘月遗和之子,生而同生,长而易俗,教使之然也。 诗曰,皆耳君子,无恒安息。 静供耳为,好事正直。 神知听之,皆耳尽福。 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祸。 无常终日而思矣,不如虚于之所学也。 无常弃而妄矣,不如登高之伯见也。 登高而昭,必非家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身非家籍也,而闻者张。 甲于马者,非立足也,而至千里,甲州籍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 君子身非易也,善甲于物也。 南方有鸟烟,明曰蒙鳩,以语未朝,而边之以法,系之未韶,风至韶者,软破子死。 朝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 西方有木烟,明曰舍干,经长四寸,身于高山之上,而领百刃之渊,木经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 彭身麻中,不服而直,白沙在涅,与之巨黑,以上两巨,经本缺。 兰怀之根是未止,其见之朽,君子不敬,数人不服。 其直非不美也,所见者然也。 故君子居必择香,由必救世,所以防携辟而尽中正也。 物类之起,必有所使。 荣辱之来,必向其得。 肉腐出虫,鱼窟深度。 怠慢望生,或栽乃作。 强自取柱,柔自取树。 协会再生,愿之所够。 失心若依,火就造也,平地若依,水就失也。 草木愁生,禽兽群烟,物各从其类也。 事故值得张儿宫使致焉,灵木茂儿辅精致焉,树成婴儿种鸟席焉,西酸儿锐聚焉。 故言有赵获也,行有昭辱也,君子圣其所利乎。 积土成山,风雨心焉,积水成渊,交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被焉。 故不积魁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沉江海。 奇迹一跃,不能食步,努马食驾,公再不舍。 妾儿舍之,朽木不折,妾儿不舍,今时可漏。 隐无爪牙之力,筋骨之强,上食哀土,下隐黄泉,用心一野。 谢六贵而二熬,非蛇善之血,无可寄托者,用心造也。 世故无明明之智者,无昭昭之明,无昏昏之逝者,无赫赫之功。 行渠道者不治,是两君者不容。 目不能两世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 腾蛇无足而非,无数无忌而穷。 诗曰,诗鸠在桑,其子妻兮。 熟人君子,其夷一夕。 其夷一夕,心如劫兮。 故君子劫于一夜。 习者护八古色而流于初听, 薄雅古勤而六玛养末。 故身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行。 欲在山而草木润,冤生猪而雅不枯。 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 学恶乎始。 恶乎中。 曰,其数则始乎诵经,中乎读理, 其意则始乎未事,中乎未圣人。 真机立久则入。 学智乎梅而后止也。 故学术有中,若其意则不可虚于舍也。 未知人也,舍知情受也。 故书者正式之济也,诗者终身之所执也, 理者法之大分,类之刚济也。 故学之乎理而止以。 夫式之味道德之极,理之静闻也, 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 春秋之为也,在天地之间者必以。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住乎心,不乎四体,行乎动静。 端而言,软而动,亦可以为法则。 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 则四寸耳,何足以每七尺之躯哉。 古之学者为己,经之学者为人。 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情独。 故不问而告未知奥,问一而告二未知赞。 奥,非也,赞,非也,君子如相矣。 学末便呼尽其人。 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曰而不诉。 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遵以便矣。 周虞是矣。 故曰,学末便呼尽其人。 学之经,末诉呼好其人,龙李四知。 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龙李, 安特将学杂世至,顺诗书而已而。 则末是穷年,不免未漏如而已。 将原先王,本仁义,则里正其经为西境也。 若妾求领,屈无止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 不道理宪,以诗书为之,辟之有以指策何也。 以歌冲鼠也,以锥石虎也,不可以得之以。 故龙李,虽未明,法事也。 不龙李,虽查遍,散如也。 问苦者,勿告也,告苦者,勿问也,说苦者,勿听也。 有真气者,勿语辩也。 故必由其道至,然后皆知,非其道则必知。 故礼公而后可语言道之方, 此顺而后可语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语言道之至。 故为可语言而言为之傲,可语言而不言为之隐, 不观气色而言为之谷。 故君子不傲,不隐,不谷,谨顺其身。 诗曰,匪交匪书,天子所欲词之谓也。 百八诗一,不足为善舍,千里魁步不智, 不足为善欲,伦类不通,仁义不依,不足为善学。 学也者,故学义之也。 义出焉,移入焉,图像之人也, 其善者少,不善者多,节奏道之也, 全知尽之,然后学者也。 君子之夫不全不萃之不足以为美也, 故颂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 为其人以除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 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 使心非是无欲律也。 极致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 耳好之五身,口好之五味,心力之有天下。 事故权力不能轻也,群众不能移也, 天下不能荡也。 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未得操。 得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 能定能应,夫是之未成人。 天见其名,得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修身偏地二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 见不善,巧然必以自信也。 善在身,戒然必以自好也。 不善在身,资然必以自恶也。 故非我而当者,无师也, 是我而当者,无有也, 产于我者,无贼也。 故君子龙诗而亲友, 以致恶其贼。 好善无厌,受贱而能戒, 虽欲无尽,得呼哉。 小人反事。 至乱而恶人之非己也, 至不孝而欲人之嫌己也, 心如虎狼,行如禽兽, 而又恶人之贼己也。 产于者轻,见真者书, 修正为孝,至中为贼, 虽欲无灭亡,得呼哉。 诗曰,嬉嬉子子, 亦恐之哀。 谋之其脏,则据是为, 谋之不脏,则据是依。 此之为也。 贬善之度,以智气养生, 则厚捧足,以修身自明, 则配遥语。 以于识通,利益处穷, 理性事也。 凡用血气, 致意,知律, 有理则智通, 不有理则搏乱提慢, 时饮,衣服, 居处,动静, 有理则和解, 不有理则处现身级, 容貌,态度,进退, 屈形,有理则雅, 不有理则已故, 辟为,雍众而也。 故人无理则不深, 事无理则不成, 国家无理则不宁。 诗曰,礼仪促度, 效语促获此之谓也。 以善先人者谓之教, 以善和人者谓之顺, 以不善先人者谓之产, 以不善和人者谓之鱼。 是是非非为之之, 非是是非为之鱼。 商良曰禅, 害良曰贼。 是为是, 非为非, 曰直。 窃获曰道, 逆行曰诈, 一言曰淡。 去舍无定位之无常。 保利器亦为之治贼。 多闻曰薄, 少闻曰浅。 多见曰贤, 少见曰漏。 南静曰提, 亦望曰漏。 少而礼曰智, 多而乱曰貌。 智气养心之术, 血气刚强, 则柔之以调和, 之律健身, 则义之以义良, 勇胆猛力, 则辅之以道顺, 其给便利, 则劫之以动止, 狭隘扁小, 则阔之以广大, 卑失众持贪力, 则抗之以高智, 雍众奴散, 则劫之以施有, 怠慢票弃, 则召之以货哉, 于款端阙, 则合之以理乐, 通之以思索。 凡智气养心之术, 莫尽有礼, 莫要得失, 莫神亦好。 夫事之谓智气养心之术也。 智亦修则交富贵, 道义众则亲王公, 内省而外物亲矣。 传曰, 君子异物, 小人异于物此之谓矣。 身劳而心安, 为之, 力少而亦多, 为之, 是乱君而通, 不如是穷君而顺焉。 故梁农不畏水汉不耕, 梁甲不畏折月不适, 是君子不畏贫穷待呼道。 体功敬而心忠性, 树里义而情爱人, 横行天下, 虽困似疑, 人莫不贵。 劳苦之事则真仙, 饶乐之事则能让, 端却诚信, 拘手而降, 横行天下, 虽困似疑, 人莫不认。 体聚故而心直诈, 树顺末而经杂乌, 横行天下, 虽达四方, 人莫不见。 劳苦之事则偷如转脱, 饶乐之事则宁对而不屈, 辟为而不阙, 诚意而不露。 横行天下, 虽达四方, 人莫不弃。 行而公祭, 非自闹也, 行而浮相, 非吉利也, 偶视而先辅, 非恐惧也。 然夫是欲独修其身, 不以得罪于比俗之人也。 夫济一日而千里, 奴马十驾, 则亦吉之以。 将以穷无穷, 逐无吉语。 其者古绝经, 终身不可以相及也。 将有所指之, 则千里虽远, 亦或持, 或素, 或先, 或后, 胡未乎其不可以相及也。 不是不道者, 将以穷无穷, 逐无吉语。 亦亦有所指之语。 夫坚白, 同意, 有后无后之查, 非不查也, 然而君子不辩, 指之也。 以魁之行, 非不难也, 然而君子不行, 指之也。 故学约迟, 彼指而待我, 我行而就之, 则亦或持, 或素, 或先, 或后, 胡未乎其不可以同志也。 故魁步而不休, 博鳖千里, 类土而不措, 秋山重臣。 燕其缘, 开其毒, 将何可结? 一进一退, 一左一右, 六计不至。 彼人之才信之相献也, 岂若博鳖之与六计足哉。 然而博鳖致之, 六计不至, 是无他顾焉, 或未知, 或不畏尔。 道虽尔, 不行不至, 事虽小, 不畏不成。 其为人也多辖日者, 其出入不远矣。 好法而行, 事也, 笃至而体, 君子也, 其名而不结, 胜人也。 人无法, 则昌昌然, 有法而无至其义, 则渠渠然, 依乎法, 而又生其类, 然后温温然。 理者所以正深也, 失者所以正理也。 无理何以正深? 无失无安之理之为事也。 理然而然, 则是情安理也, 失云而云, 则是之若失也。 情安理, 知若失, 则是圣人也。 故非理, 是无法也, 非失, 是无失也。 不是失法, 而好自用, 辟知是有以盲变色, 以龙变身也, 舍乱望无畏也。 故学也者, 理法也。 夫失, 以身为正义而贵自安者也。 失云, 不是不知, 顺地之则此之位也。 端却顺地, 则可谓善少者也, 家好学殉民焉, 则有君无上, 可以为君子者也。 偷如但事, 无连耻而是乎饮食, 则可谓恶少者也, 家伤汉而不顺, 险贼而不递焉, 则可谓不祥少者也, 虽现行路可也。 老老而壮者归焉, 不穷穷而通者积焉, 行乎明明而失乎无报, 而嫌不孝一焉。 人有此三行, 虽有大过, 天其不遂乎。 君子知求力也略, 其远害也早, 其必辱也拒, 其行道理也永。 君子贫穷而致广, 富贵而体功, 安燕而血气不堕, 劳眷而容貌不哭, 喜不过语。 君子贫穷而致广, 聋人也, 富贵而体功, 杀义也, 安燕而血气不堕, 简离也, 劳眷而容貌不哭, 好娇也, 怒不过诺, 喜不过语, 是法甚思也。 书曰, 无有做好, 尊王之道。 无有作恶, 尊王之路。 此言君子知能以公义 甚思欲也。 不苟偏第三君子行不贵苟难, 说不贵苟茶, 名不贵苟传, 为其当之为贵。 故怀父时而复合, 是行之难为者也, 而生徒敌能之。 然而君子不贵者, 非礼义之中也。 山渊平, 天地比, 其情习, 入乎耳, 出乎口, 勾有虚, 乱有毛, 是说之难持者也, 而会诗瞪兮能之。 然而君子不贵者, 非礼义之中也。 道之隐口, 名声若日月, 与顺语俱传而不习。 然而君子不贵者, 非礼义之中也。 故曰, 君子行不贵苟难, 说不贵苟茶, 名不贵苟传, 为其当之为贵。 诗曰, 勿其有义, 为其时以此之谓也。 君子一知而难辖, 一聚而难携, 为患而不必一死, 欲利而不畏所非, 交亲而不比, 言辩而不辞, 荡荡呼其有义书于事也。 君子能一好, 不能一好, 小人能一丑, 不能一丑。 君子能则宽容一指以开道人, 不能则恭敬尊处以为世人, 小人能则巨傲辟为以交易人, 不能则妒及怨匪以轻妇人。 故曰, 君子能则人容学焉, 不能则人乐告之, 小人能则人见学焉, 不能则人修告之。 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宽而不慢, 连而不贵, 辩而不争, 查而不积, 寡历而不慎, 坚强而不报, 柔从而不留, 恭敬谨慎而容。 夫事之味至闻。 诗曰, 温温宫人, 为德之基此之味也。 君子从人之德, 洋人之美, 非产于也, 正义之指, 举人之过, 非悔此也, 言己之光美, 拟于顺语, 参于天地, 非夸诞也, 与时屈身, 柔从若仆尾, 非赦妾也, 刚强猛义, 弥所不信, 非交报也, 以义便应, 知当屈之故也。 诗曰, 左之左之, 君子宜之, 右之右之, 君子有之, 此言君子以义屈性便应故也。 君子小人之反也, 君子大心则, 静, 天而道, 小心则为义而结, 知则明通而泪, 余则端阙而法, 见游则宫而止, 见弊则静而起, 喜则何而理, 幽则静而理, 通则闻而明, 穷则曰而详。 小人则不然, 大心则慢而报, 小心则迎而轻, 知则决道而见, 余则独贼而乱, 见游则对而拒, 见弊则怨而显, 喜则轻而宣, 忧则错而设, 通则交而偏, 穷则弃而暗。 传曰, 君子两敬, 小人两废此之位也。 君子至至, 非至乱也。 何谓邪? 曰, 礼义之位至, 非礼义之位乱也。 故君子者, 至礼义者也, 非至非礼义者也。 然则国乱将服至语。 曰, 国乱而治之者, 非按乱而治之之位也。 去乱而备之以至。 仁乌而修之者, 非按乌而修之之位也, 去乌而亦之以修。 故去乱而非治乱也, 去乌而非修乌也。 治之为名, 有曰君子为治而不为乱, 为修而不为乌也。 君子携其辩, 生而痛咽者何以, 善其言而泪咽者应以。 故马鸣而马因之, 牛鸣而牛因之, 非之也, 其亦然也。 故心欲者正其依, 心目者但其官, 人之情也。 其谁能以己之教教, 受人之序序者哉。 君子养心莫善于臣, 致臣则无他事矣。 为人之为守, 为义之为行。 臣心守人则行, 行则神, 神则能化矣。 臣心行义则理, 理则明, 明则能辩矣。 变化待兴, 为之天德。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 得不言而人推厚焉, 似时不言而百姓其焉。 夫此有偿, 以至其成者也。 君子智德, 黑然而欲, 为师而轻, 不怒而威, 夫此顺命, 以胜其读者也。 善之为道者, 不成则不读, 不读则不行, 不行则虽作于心, 见于色, 出于言, 明犹若未从也, 虽从必疑。 天地为大矣, 不成则不能化万物, 圣人为之以, 不成则不能化万名, 父子为亲以, 不成则疏, 君尚未尊以, 不成则悲。 夫成者, 君子之所守也, 而正事之本也, 为所居以其类志。 操之则得之, 舍之则失之。 操而得之则轻, 轻则独行, 独行而不舍, 则寄以。 既而才敬, 长千而不返其出, 则化矣。 君子为尊而至公, 心小而道大, 所听事者敬, 而所闻见者远。 是和谐, 则操树然也。 故千人万人之情, 亦人之情是也。 天地使者, 今日是也。 百王之道, 后王是也。 君子审后王之道, 而论于百王之前, 若端败而已。 推理义之统, 分是非之分, 总天下之要, 至海内之众, 若使一人, 故糙弥曰而是弥大。 五寸之举, 敬天下之方也。 故君子不下是堂, 而海内之情举姬此者, 则操树然也。 有通侍者, 有公侍者, 有执侍者, 有却侍者, 有小仁者。 上则能尊君, 下则能爱明, 物质而应, 士起而变, 若是则可谓通事矣。 不下彼以岸上, 不上同以即下, 分争于中, 不以私害之, 若是则可谓公事矣。 深之所长, 上虽不知, 不以背君, 深之所短, 上虽不知, 不以取赏, 长短不适, 以情自洁, 若是则可谓直事矣。 拥言必信之, 拥行必胜之, 为法留俗, 而不敢以其所独胜, 若是则可谓却是矣。 言无常性, 行无常真, 为力所在, 无所不清, 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公申明, 偏申暗, 端却申通, 乍味申塞, 诚信申神, 夸诞申祸。 此六申者, 君子甚之, 而与劫所以分也。 欲恶取舍之权。 见其可欲也, 则必前后律其可恶也者, 见其可利也, 则必前后律其可害也者, 而坚权之, 熟记之, 然后定其欲恶取舍。 如是则常不失现矣。 凡人之患, 偏伤之也。 见其可欲也, 则不律其可恶也者, 见其可利也, 则不律其可害也者。 是以动则必现, 为则必辱, 是偏伤之患也。 人之所恶者, 无以恶之。 夫妇贵者, 则累傲之, 夫平贱者, 则求柔之。 是非人人之情也, 是间人将以道明于暗示者也, 显莫大焉。 故曰, 道明不如道祸。 田仲始秋不如道也。 荣辱偏帝四交卸者, 人之殃也, 公俭者, 并无兵也。 虽有割毛之刺, 不如公俭之力也。 故与人善言, 轩于不薄, 伤人之言, 生于毛己。 故薄薄之地, 不得履之, 非得不安也, 为足无所履者, 凡在言也。 巨图则让, 小图则待, 虽欲不紧, 若云不实。 快快而亡者怒也, 茶茶而残者智也, 薄而穷者资也, 轻之而于卓者口也, 患之而于己者交也, 辩而不说者真也, 直立而不见之者胜也, 连而不见贵者贵也, 勇而不见贪者贪也, 信而不见尽者好专行也。 此小人之所悟, 而君子之所不畏也。 斗者, 望其生者也, 望其轻者也, 望其君者也。 行其少寝之怒, 而丧终生之躯, 然且未知, 是望其生也, 世家利残, 亲戚不免忽行路, 然且未知, 是望其轻也, 君上之所恶也, 行法之所大敬也, 然且未知, 是望其君也。 幽望其生, 内望其轻, 上望其君, 是行法之所不舍也, 圣王之所不畜也。 辱至处虎, 辱狗不远游, 不望其轻也。 人也, 幽望其生, 内望其轻, 上望其君, 则是人也, 而曾狗至之不弱也。 凡斗者, 必自已为是而以仁为非也。 己臣是也, 人臣非也, 则是己君子, 而人小人也, 以君子与小人相贼害也, 忧以望其身, 内以望其轻, 上以望其君, 其不过甚以哉。 是人也, 所谓以胡腹之歌竹牛使也, 将以为致邪。 则鱼莫大焉, 将以为利邪。 则鱼莫大焉, 将以为戎邪。 则辱莫大焉, 将以为安邪。 则为莫大焉。 人之有斗, 何灾。 我欲数之狂惑疾病邪。 则不可, 圣王又诛之。 我欲数之鸟属禽兽邪。 则幼不可, 其形体幼人, 而好物多同。 人之有斗, 何灾。 我甚丑之。 有狗智之勇者, 有假道之勇者, 有小人之勇者, 有弑君子之勇者。 真饮食, 无怜齿, 不知是非, 不辟死伤, 不畏众强, 某某然为利饮食之鉴, 是狗智之勇也。 为势力, 真或财, 无辞让, 果敢而振, 猛贪而利, 某某然为利之鉴, 是假道之勇也。 轻死而报, 是小人之勇也。 亦之所在, 不轻于权, 不顾其力, 举国而与之不畏改逝, 众死迟异而不饶, 是世君子之勇也。 调者, 扶养之于也, 屈于沙而思水, 则无歹矣。 挂于患而思井, 则无异矣。 自知者不怨人, 知命者不怨天, 怨人者穷, 怨天者无智。 失知己, 反之人, 岂不于忽哉。 荣辱之大分, 安为利害之常体, 先义而后利者荣, 先利而后义者辱, 荣者常通, 辱者常穷, 通者常治人, 穷者常治于人, 是荣辱之大分也。 财阙者常安利, 荡汉者常为害, 安利者常乐意, 为害者常悠险, 乐意者常受常, 悠险者常夭折, 是安为利害之常体也。 夫天生真名, 有所以取之, 至义至修, 德行至后, 至律至名, 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 政令法, 举措时, 听断公, 上则能顺天子之命, 下则能保百姓, 是诸侯之所以取国家也。 至行修, 灵官至, 上则能顺上, 下则能保其职, 是世代福之所以取天一也。 寻法则, 度量, 行辟, 图吉, 不知其意, 谨守其术, 甚不敢损一也。 父子相传以持王公, 是故三代虽王, 至法尤存, 是官人百利之所以取禄至也。 孝帝圆雀, 取禄吉利, 以蹲比其事业, 而不敢戴傲, 是树人之所以取宣一宝石, 长生久事, 以免于行路也。 是邪说, 文奸言, 未已是, 逃弹途道, 替汉交报, 以偷生反侧于乱世之间, 是奸人之所以取为辱死刑也。 其律之不深, 其择之不谨, 其定取舍苦慢, 是其所以为也。 财性之能, 君子小人一也, 好容恶辱, 好利恶害, 是君子小人之所痛也, 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 小人也者, 即为淡而欲人之性己也, 即为诈而欲人之轻己也, 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 律之难之也, 行之难安也, 持之难力也, 成则必不得其所好, 必欲其所恶焉。 故君子者, 信义, 而欲人之心己也, 忠义, 而欲人之轻己也, 修正至便义, 而欲人之善己也, 律之亦之也, 行之亦安也, 持之亦利也, 成则必得其所好, 必不欲其所恶焉。 是故穷则不隐, 通则大明, 生死而明明白。 小人莫不严谨举重而怨曰, 知律才信, 故有以贤人以夫不知其语己无以义也, 则君子住错之当, 而小人住错之过也。 故书查小人之之能, 足以知其有余, 可以为君子之所谓也。 辟知愿人安悦, 楚人安楚, 君子安雅。 是非之能才信然也, 是住错习俗之结义也。 仁义得行, 常安之树也, 然而未必不为也, 乌曼徒道, 常为之树也, 然而未必不安也。 故君子道其常, 而小人道其怪。 凡人有所亦同, 姬而欲识, 寒而欲宣, 劳而欲习, 好力而恶害, 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是无呆而然者也, 是羽结之所痛也。 目便白黑美恶, 耳便阴身清浊, 口便酸咸干苦, 鼻便芬芳心骚, 骨体肤里便寒暑极痒, 是幼人之所常生而有也, 是无呆而然者也, 是羽结之所痛也。 可以为遥语, 可以为节职, 可以为工匠, 可以为农甲, 在意注错习俗之所积而。 是幼人之所生而有也, 是无呆而然者也, 是羽结之所痛也。 为遥语则常安荣, 为节职则常为辱, 为遥语则常于义, 为工匠农甲则常烦劳。 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 何也? 曰,漏也。 遥语者, 非生而聚者也, 夫起于便故, 乘乎修, 修之未呆尽而后悖者也。 人之身故小人, 无师无法则为力之见耳。 人之身故小人, 又以欲乱世, 的乱俗, 是以小众小也, 以乱的乱也。 君子非得意以灵之, 则无由地开内焉。 今世人之口腹, 安之礼义, 安之慈让。 安之连齿鱼姬, 亦然然而叫, 香香而饱依依。 人无师无法, 则其心正其口腹也。 今世人生而未常赌除患道粮也, 为书或遭康之为赌, 则以至足为在此也, 而而灿然有病除患道粮而至者, 则血然是之曰, 此何怪也。 彼臭之而无咸于鼻, 长之而肝于口, 食之而安于体, 则莫不弃此而取彼矣。 今以夫先望之道, 仁义之统, 以乡群居, 以乡持养, 以乡帆氏, 以乡安顾邪。 以夫节职之道, 视其为乡献也, 几职夫除患道粮之献遭康而栽。 然而仁力为此而寡为彼, 何也。 曰, 漏也。 漏也者, 天下之功患也, 仁之大秧大害也。 故曰, 仁者好告世人。 告之, 誓之, 弥之, 宣之, 中之, 众之, 则夫赛者而且通也, 漏者而且献也, 愚者而且知也。 事若不行, 则汤武在上何以。 节奏在上何损。 汤武存则天下从而至, 节奏存则天下从而乱。 如是者, 岂非人之情, 故可予如此, 可予如彼也哉。 人之情, 时欲有除患, 依欲有文秀, 行欲有鱼马, 又欲夫于财蓄姬之父也, 然而穷年类是不知不足, 是人之情也。 惊人之身也, 方之处鸡狗诸智, 又絮牛羊, 然而时不敢有酒肉, 鱼刀部, 有鲸炮, 然而依不敢有丝薄, 约者有匡切之葬, 然而行不敢有鱼马。 是何也, 非不欲也, 鸡不长律故后, 而恐无以迹之故也。 于是又节用欲欲, 收敛续葬以迹之也。 是予己常律故后, 己不胜善已哉。 经夫偷生浅知之属, 曾此而不知也, 粮食大齿, 不顾其后, 而则屈安穷矣。 是其所以不免于动恶, 操瓢囊为沟壑终极者也。 旷夫先望之道, 仁义之统, 师书里乐之分乎。 彼顾为天下之大律也, 将为天下生明之属, 常律故后而保万事也。 其留长矣, 其温厚矣, 其功圣遥远矣, 非, 顺, 俗修为之君子, 莫知能之也。 故曰, 短梗不可以及身井之权, 知不己者不可与及圣人之言。 夫诗书里乐之分, 故非庸人之所知也。 故曰, 一之而可在也, 有之而可久也, 广之而可通也, 律之而可安也, 反中察之而愚可好也。 以至情则利, 以为名则荣, 以群则和, 以独则足, 乐意者其是邪。 夫贵为天子, 富有天下, 是人情之所同欲也。 然则从人之欲, 则亦不能容, 物不能善也。 故先王暗卫之至理义以分之, 使有贵贱之等, 常幼之差, 之于能不能之分, 皆使人载其事, 而各得其疑。 然后使鹊鹿多少厚薄之称, 是夫群居何以之道也。 故人人在上, 则农以利尽田, 甲以茶尽才, 百公以巧尽泄气, 是大夫以上至于公侯, 莫不以仁厚之能尽官职。 夫事之位至平, 故或露天下而不自以为多, 或兼门御履, 报官及拓, 而不自以为寡。 故曰, 展而其, 网而顺, 不同而依夫事之位人伦。 诗曰, 受小贡大贡, 为下国郡蒙此之位也。 非乡偏第五乡人, 古之人无有也, 学者不道也。 古者有孤不子卿, 经之事, 良有堂举, 乡人之形状颜色, 而知其极凶妖祥, 世俗称之。 古之人无有也, 学者不道也。 故相行不如论心, 论心不如则数, 行不胜心, 心不胜数, 数正而心顺之, 则行相虽恶而心数善, 无害为君子也。 行相虽善而心数恶, 无害为小人也。 君子之位即, 小人之位凶。 故长短小大, 善恶行相, 非即凶也。 古之人无有也, 学者不道也。 盖帝遥长, 帝顺短, 文王长, 周公短, 众尼长, 子公短。 习者为林公有 陈约公孙吕, 身长七尺, 面长三尺, 烟广三寸, 鼻目耳聚, 而名动天下。 楚之孙书敖, 其思之彼人也, 图图长左, 宣教之下, 而已出霸。 叶公子高, 为小短疾, 行若将不胜其一, 然白宫之乱也, 令尹子兮, 司马子齐, 皆死焉。 叶公子高入聚处, 朱白宫, 定处国, 如凡守耳, 仍亦功名善于后世。 故事不揣长, 不懈大, 不全亲众, 亦将至乎耳。 长短大小, 美恶行相, 其论也哉。 且许眼王之状, 目可沾马。 仲泥之状, 面如猛骑。 周公之状, 深如断姿。 高桃之状, 色如薛瓜。 红妖之状, 面无剑肤。 复说之状, 深如芷奇。 伊尹之状, 面无须迷。 语跳汤篇, 遥顺参目子。 从者将论至义, 笔类文学邪。 直将差长短, 辨美恶, 而相欺傲邪。 古者节奏常聚交美, 天下之节也。 经历越境, 百人之敌也, 然而生死国王, 为天下大路, 后世言恶, 则必积焉。 是非容貌之幻也, 文件之不重, 议论之悲耳。 经世俗之乱君, 乡驱之轩子, 莫不美丽遥也, 其依附事, 写弃态度拟于女子, 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 处女莫不愿得以为事, 弃其庆家而欲奔之者, 彼肩并起, 然而中君修以为臣, 中父修以为子, 中兄修以为帝, 中人修以为友, 而则恕乎有私, 而鹿乎大事, 莫不忽天啼哭, 苦伤其精, 而后悔其始, 是非容貌之幻也, 文件之不重, 议论之悲耳。 然则, 从者将属可也。 人有三不详, 幼而不肯是长, 见而不肯是贵, 不孝而不肯是贤, 是人之三不详也。 人有三必穷, 为上则不能爱下, 为下则好非其上, 是人之一必穷也, 相则不弱, 被则慢之, 是人之二必穷也, 知行浅薄, 屈指有乙相献矣, 然而人人不能推, 知事不能明, 是人之三必穷也。 人有此三数行者, 以为上则必为, 为下则必灭。 诗曰, 于雪飙飙, 艳然欲消, 莫肯下岁, 是居履交此之位也。 人之所以为人者何以也。 曰, 以其有变也。 鸡而欲食, 寒而欲宣, 劳而欲习, 好力而恶害, 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是无呆而然者也, 是与劫之所痛也。 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 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 以其有变也。 经夫心心形孝, 壮, 亦二足而无毛也, 然而君子绰其根, 识其字。 故人之所以为人者, 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 以其有变也。 夫勤受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 有聘母而无男女之别。 故人道莫不有变。 变莫大于分, 分莫大于理, 理莫大于圣王, 圣王有拜, 无属法焉。 故曰, 闻久而习, 结足久而绝, 守法术之有司, 及礼而持。 故曰, 御官圣王之机, 则于其灿然者已, 后王是也。 彼后王者, 天下之君也, 舍后王而道上古, 辟之是有舍己之君, 而是仁之君也。 故曰, 御官千岁, 则数今日, 御之亦万, 则审一二, 御之上士, 则审周道, 御之周道, 则审其人所贵君子。 故曰, 以境之远, 以义之万, 以为之名, 此之谓也。 夫妄人曰, 古今一情, 其所, 以治乱者一道, 而众人祸焉。 彼众人者, 于而无说, 漏而无度者也。 其所见焉, 有可欺也, 而旷于千世之传也。 望人者, 门庭之间, 有可乌欺也, 而旷于千世之上乎。 圣人何以不可欺? 曰, 圣人者, 以己也。 故以人度人, 以情度情, 以类度类, 以说度功, 以道冠境, 古今一度也。 类不被, 虽久同理, 故相乎邪躯而不迷, 观乎杂物而不惑, 以此度之。 五帝之外无传人, 非无闲人也, 久故也。 五帝之中无传政, 非无善政也, 久故也。 与汤有传政而不若周知察也, 非无善政也, 久故也。 传者久则论略, 静则论详, 略则举大, 详则举小。 与者闻其略而不知其详, 闻其详而不知其大也。 是以闻久而灭, 结足久而绝。 凡言不和先王, 不顺礼意, 谓之间。 言虽辩, 君子不听。 法先望, 顺礼意, 党学者, 然而不好言, 不乐言, 则必非成事也。 故君子之于言也, 至好之, 行安之, 乐言之, 故君子必辩。 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 而君子为胜。 故赠人以言, 重于今时诸欲, 观人以言, 美于俯伏文章, 听人以言, 乐于中古情色。 故君子之于言无眼。 彼夫反是, 好其识不续其文, 是以终生不免悲乌庸俗。 故一曰, 阔难无就无欲辅如之谓也。 凡说之难, 以至高欲至悲, 以至至皆至乱。 未可知至也, 远举则并谋, 近视则并庸。 善者于世间也, 亦必远举而不谋, 近视而不庸, 与时迁徙, 与世炎养, 缓急迎处, 辅然若趋燕引瓜之余己也。 趋的所谓焉, 然而不折伤。 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神, 皆仁则用业。 度己以神, 故足以为天下法则以, 皆仁用业, 故能宽容应求, 众, 以臣天下之大事矣。 故君子贤而能容罢, 知而能容于, 薄而能容浅, 翠而能容杂, 夫氏之未兼述。 诗曰, 徐方济同, 天子之公子之未也。 谈说之术, 精装以立之, 端臣以除之, 坚强以持之, 分别以欲之, 辟称以明之, 辟称以欲之, 分别以明之, 新欢分香以诵之, 宝之, 真之, 贵之, 神之。 如是则说常无不受。 虽不说人, 人莫不贵。 夫氏之未未能贵其所贵。 传曰, 为君子未能贵其所贵此之位也。 君子必辨。 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 而君子为圣焉。 是以小人便言显, 而君子便言人也。 言而非人之中也, 则其言不若其莫也, 其辩不若其那也。 言而人之中也, 则好言者上矣, 不好言者下矣。 故人言大矣, 起于上所以道于下, 正令事也, 起于下所以忠于上, 谋就事也。 故君子之行人也无厌, 至好之, 行安之, 乐言之。 故言君子必辩, 小辩不如见端, 见端不如见本分。 小辩而查, 见端而明, 本分而理。 圣人是君子之分具义, 有小人之辩者, 有是君子之辩者, 有圣人之辩者。 不仙律, 不早谋, 发之而当, 成文而泪, 居错千玺, 应便不穷, 是圣人之辩者也。 仙律之, 早谋之, 思虚之言而足听, 文而至实, 博而党政, 是氏君子之辩者也。 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 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 上部族以顺明王, 下部族以和其百姓, 然而口舌之君, 瞻为则杰, 族以为其尾眼阙之属, 夫氏之为奸人之雄。 圣王起, 所以先诸也, 然后盗贼赐之。 盗贼的辩, 此不得辩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甲经之事, 是邪说, 文间言, 以消乱天下, 欲语为所, 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 治乱之所在者, 有人以。 纵情信, 安自居, 情受行, 不足以和文通至, 然而其持之有顾, 其言之成礼, 足以欺货于众, 是他消未目也。 忍情信, 其稀利器, 苟以分亦人位高, 不足以和大众, 名大分。 然而其持之有顾, 其言之成礼, 足以欺货于众, 是成众使秋也。 不知依天下建国家之全称, 尚公用, 大简约, 而慢插等, 曾不足以容变异, 献君臣。 然而其持之有顾, 其言之成礼, 足以欺货于众, 是莫敌诵行也。 尚法而无法, 下修而好作, 上则取听于上, 下则取从于俗, 中日言成文典, 反寻查之, 则替然无所归宿, 不可以经国定分。 然而其持之有顾, 其言之成礼, 足以欺货于众, 是圣道田便也。 不法先王, 不是礼义, 而好至怪说, 玩其词, 圣查而不惠, 便而无用, 多事而寡功, 不可以为至刚己。 然而其持之有顾, 其言之成礼, 足以欺货于众, 是会施等兮也。 略法先望而不知其统, 犹然而才聚至大, 闻见杂伯。 按网旧造说, 为之五行, 圣辟为而无类, 忧而无说, 必约而无解。 按示其词而止尽之, 曰, 此真先君子之言也。 子思唱之, 梦科合之。 世俗之勾由貌如, 幻幻然不知其所非也, 遂寿而传之, 以为众你子游, 公, 为之后于后世, 是则子思梦科之罪也。 若夫总方略, 其言行, 依统类, 而群天下之应结, 而告之以大谷, 教之以至顺, 傲要之间, 殿袭之上, 脸然圣王之文章俱焉, 佛然平视之俗起焉, 六说者不能入也, 十二子者不能轻也。 无至追之地, 而王公不能与之真名, 再以大夫之位, 则义君不能独处, 义国不能独容, 臣民旷乎诸侯, 莫不愿以为臣, 是圣人之不得义者也, 众你子公事也。 义天下, 财万物, 常养人民, 兼力天下, 通达之属莫不从福, 六说者利息, 十二子者千化, 则圣人之得义者, 顺宇是也。 经夫人人也将何物哉, 上则法顺宇之志, 下则法众你子公之义, 以物习十二子之说。 如是则天下之害除, 人人之事弊, 圣王之机者已。 信信, 信也, 疑疑, 义信也。 贵贤, 人也, 见不孝, 义人也。 言而当, 之也, 莫而当, 义之也, 故之莫由之言也。 故多言而累, 圣人也, 少言而法, 君子也, 多少, 言, 无法, 而留缅然, 虽便, 小人也。 故劳力而不当名物, 为之间事, 劳之而不律先王, 为之间心, 便说辟欲, 其给便利, 而不顺礼意, 为之间说。 死三奸者, 圣王之所敬也。 知而显, 贼而神, 为诈而巧, 言无用而辩, 辩不慧而查, 智之大秧也。 行辟而奸, 是非而好, 完奸而则, 言辩而逆, 古之大敬也。 知而无法, 永而无淡, 查辩而操辟淫, 大而用之, 好奸而语重, 立足而迷, 富时而坠, 是天下之所弃也。 肩伏天下之心, 高尚尊贵, 不以教人, 聪明甚之, 不以穷人, 其给肃通, 不真仙人, 刚义勇敢, 不以商人, 不知则问, 不能则学, 虽能必让, 然后未得。 欲君则修臣下之意, 欲乡则修长幼之意, 欲长则修子弟之意, 欲友则修礼节慈让之意, 欲见而少者, 则修告导宽容之意。 无不爱也, 无不敬也, 无与人真也, 辉然如天地之包万物。 如是则贤者贵之, 不孝者轻之。 如是而不服者, 则可谓妖怪狡猾之人以, 虽则子弟之中, 行疾之而宜。 诗云, 匪上帝不识, 应不用就, 虽无老成人, 尚有典型, 曾是莫听, 大命以倾此之谓也。 古之所谓适逝者, 后蹲者也, 和群者也, 乐富贵者也, 乐分尸者也, 远罪过者也, 勿势力者也, 修毒妇者也。 经之所谓适逝者, 污漫者也, 贼乱者也, 自居者也, 贪力者也, 触底者也, 无理义而为权益之事者也。 古之所谓处逝者, 得胜者也, 能敬者也, 修正者也, 知命者也, 注释者也。 经之所谓处逝者, 无能而云能者也, 无知而云知者也, 立心无足而阳无欲者也, 行为显惠而强高严谨阙者也, 以不俗为俗, 离纵而弃资者也。 是君子之所能不能畏, 君子能畏可贵, 不能使人必贵己, 能畏可信, 不能使人必信己, 能畏可用, 不能使人必用己。 故君子耻不修, 不耻贱污, 耻不信, 不耻不见信, 耻不能, 不耻不见用。 是以不幼于欲, 不恐于匪, 律道而行, 端然正己, 不畏物清策, 夫是之位臣君子。 师云, 温温宫人, 为德之机此致位也。 是君子之荣, 其官静, 其依逢, 其容良, 俨然, 壮然, 其然, 似然, 灰灰然, 广广然, 昭昭然, 荡荡然, 是父兄之荣也。 其官静, 其依逢, 其容阙, 简然, 适然, 辅然, 端然, 滋然, 动然, 坠坠然, 冒冒然, 是子弟之荣也。 无语辱学者之为荣, 其官问, 其因静缓, 其容简连, 甜甜然, 滴滴然, 默默然, 归归然, 渠渠然, 静静然, 虚虚然, 久时深色之中, 则满满然, 明明然, 礼节之中, 则积积然, 滋滋然, 劳苦事业之中, 则屡屡然, 离离然, 偷儒而往, 无连齿而忍下垢, 是学者之为也。 帝陀其官, 重担其词, 与行而顺区, 是子张事之见如也。 正其衣官, 其其颜色, 显然而终日不言, 是子下事之见如也。 偷儒但事, 无连齿而其饮食, 必曰君子顾不用力, 是子游是之见如也。 彼君子则不然, 义而不舵, 劳而不慢, 宗缘应辨, 屈得其疑, 如是然后胜人也。 众尼篇第七众尼之门人, 五尺之数子, 言修称呼五伯, 是何也。 曰, 然, 彼称可修称也。 其还五伯之胜者也, 前世则杀凶而争国。 内行则孤姐妹之不嫁者七人, 归门之内, 班乐奢泰, 以其之分, 奉之而不足, 外事则诈诸席举, 并国三十五。 其是行也, 若是其显乌淫太也。 彼顾何族称呼大君子之门哉, 若是而不亡, 乃罢何也。 曰, 于乎, 夫其还公有天下之大结焉, 夫属能亡之。 坦然见管众之能足以脱国也, 是天下之大之也。 安妄其怒, 初妄其仇, 遂立以为重父, 是天下之大绝也。 立以为重父而贵期末之感度也, 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沉末之感恶也, 与之书涉三百而妇人莫之感惧也。 贵见长少, 至至焉, 莫不从还公而贵尽之, 是天下之大结也。 诸侯有一结如是, 则莫之能亡也。 还公间此数结者而尽有之, 夫又何可亡也。 其霸也, 宜哉。 非信也, 术也。 然而众尼之门人, 五尺之术子, 言修称五伯, 是何也。 曰, 然。 彼非本正交也, 非智龙高也, 非其文理也, 非福人之心也。 相方略, 审劳义, 蓄姬修斗, 而能颠倒其敌者也。 诈心以圣以。 彼已让是真, 依乎人而倒立者也, 小人之结也, 彼顾何族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彼王者则不然, 至贤而能以救不孝, 至强而能以宽弱, 战必能待之而休语之斗, 伟然成文, 以誓之天下, 而报国安自化矣。 有哉谋者, 然后诸之。 故圣王之诸也其审矣。 文王诸四, 武王诸二, 周公足业, 至于成王, 则安以无诸以。 故道岂不行以哉。 文王载百里的而天下一, 节昼舍之, 后于有天下之意而不得以匹夫老。 故善用之, 则百里之国足以独立以, 不善用之, 则处六千里而为仇人以。 故人主不悟得道, 而广有其义, 是其所以为也。 持宠处位, 终身不厌之术。 主尊贵之, 则恭敬而准, 主信爱之, 则谨慎而闲, 主专任之, 则居守而降, 主安静之, 则圣彼而不邪, 主疏远之, 则权益而不悖, 主损处之, 则恐惧而不愿。 贵而不畏夸, 信而不除千, 认重而不敢专。 财力智, 则善而不及也, 必将尽词让之意, 然后受。 服侍智则何而理, 或侍智则敬而理。 父则施广, 贫则用劫。 可贵可见也, 可负可贫也, 可杀而不可食味奸也, 是持宠处为终身不厌之术也。 虽在贫穷途处之意, 亦取向于是以。 夫侍之位即人。 诗曰, 媚姿义人, 因侯顺德, 勇言孝思, 招哉四伏此之位也。 求善处大众, 礼任大事, 善宠于万臣之国, 必无后患之术, 莫若好痛之, 原贤博师, 除愿而无妨害人。 能耐人之, 则盛行此道也。 能而不耐认, 且恐失宠, 则莫若早痛之, 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 如是, 有宠则必荣, 失宠则必无罪。 世事君者之宝, 而必无后患之术也。 故知者之举事也, 满则律贤, 平则律贤, 安则律为, 屈重其欲, 有孔及其祸, 事已百举而不献也。 孔子曰, 巧而好度必劫, 勇而好同必胜, 知而好千必贤此之位也。 愚者反事, 处重善权, 则好专事而度贤能, 亦有功而己有罪, 至交淫而轻就愿, 以色而不行师, 道呼尚未众, 招权于下以防害人。 虽欲无为, 得呼哉, 事已为尊则必为, 认重则必废, 善宠则必辱, 可利而呆也, 可吹而尽也。 事何也, 则舵之者重, 而持之者寡矣。 天下之行术, 以事君则必通, 以为人则必胜, 利隆而物二也。 然后宫敬以先知, 忠信以统知, 圣景以行知, 端阙以守知, 顿穷则从知极力以身重知。 君虽不知, 无怨疾之心, 宫虽甚大, 无法得知色, 审求多宫, 爱敬不倦, 如事则常无不顺矣。 以事君则必通, 以为人则必胜, 夫事之为天下之行术。 少事长, 见事贵, 不孝事贤, 是天下之通义也。 有人也, 亦不在人上, 而修为人下, 是奸人之心也。 智不免忽奸心, 行不免忽奸道, 而求有君子圣人之名, 辟知, 是由福而是天, 就经而引其足也。 说必不行矣, 于物而于远。 故君子时驱则驱, 时生则生也。 如孝篇第八大如知晓。 五王崩, 臣王右, 周公平臣王而即五王已属天下, 二天下之辈周也。 屡天子之吉, 听天下之断, 俨然如故有之, 而天下不称贪焉。 沙管书, 虚英国, 而天下不称利焉。 兼至天下, 立七十一国, 机姓独居五十三人, 而天下不称偏焉。 教会开导臣王, 始欲于道, 而能演技于文武。 周公归周, 反即于臣王, 而天下不错是周, 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 天子也者, 不可以少当也, 不可以假设为也。 能则天下归之, 不能则天下去之, 是以周公平臣王而及五王已属天下, 二天下之离周也。 臣王官, 臣仁, 周公归周, 反即焉, 明不灭主之意也, 周公无天下矣。 相有天下, 今无天下, 非善也。 臣王相无天下, 今有天下, 非夺也, 便亦次序截然也。 故以之待主而非悦也, 以地诸凶而非报也, 君臣亦未而非不顺也。 因天下之和, 遂闻五之夜, 明知主之意, 意亦变化矣, 天下艳然有意也。 非圣人莫知能为, 夫事之位大如知晓。 秦昭王问孙卿子曰, 如无异于人之国孙卿子曰, 如者法先望, 隆礼义, 谨乎臣子而至贵其上者也。 人主用之, 则亦在本朝而宜, 不用, 则退边百姓而却, 必未顺下矣。 虽穷困动位, 必不以邪道未贪。 无至追之地, 而明于持设计之大矣。 乌乎而莫知能因, 然而通乎才万物养百姓之经济。 亦在人上, 则王公之财也, 在人下, 则设计之臣, 国君之宝也, 虽隐于穷颜漏乌, 人莫不贵之, 道成存也。 众倪将未思寇, 沈游是不敢朝隐其阳, 功胜是出其妻, 胜愧是于静而喜, 鲁之舟牛马者不欲甲, 必早正以待之也, 必修正以待之也。 居于阙党, 阙党之子弟亡不分, 有亲者取多, 孝帝以化之也。 如者在本朝则美正, 在下位则美俗。 如之为人下如是以。 王曰, 然则其为人上何如, 孙卿曰, 其为人上也, 广大以。 至义定乎内, 礼节修乎朝, 法则度量正乎官, 忠信爱立行乎下。 行义不义, 杀义无罪, 而得天下, 不畏也。 此君, 若, 义信乎人以, 通于四海, 则天下应之如患。 是何也, 则贵明白而天下至也。 顾敬者歌欧而乐之, 远者结绝而屈之, 四海之内若一家, 通达之属莫不从福。 夫氏之为人师。 师曰, 自西自东, 自南自北, 无私不服此之为也。 夫其为人下也如比, 其为人上也如此, 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 昭王曰, 善, 先王之道, 人之龙也, 彼中而行之。 何谓中? 曰, 礼义是也。 道者, 非天之道, 非的之道, 人之所以道也, 君子之所道也。 君子之所谓贤者, 非能辩能人之所能之谓也, 君子之所谓知者, 非能辩知人之所知之谓也, 君子之所谓贤者, 非能辩辩人之所谓知谓也, 君子之所谓查者, 非能辩查人之所查知谓也。 有所正, 指, 以, 相高下, 是敲肥, 蓄五种, 君子不如农人, 通才或, 相美恶, 便贵贱, 君子不如假人, 设规矩, 成神末, 便备用, 君子不如工人, 不须是非然不然之情, 以相见准, 以相耻作, 君子不若会施, 等兮, 若夫者得而定次, 量能而受官, 使贤不孝皆得其位, 能不能皆得其官, 万物得其宜, 事便得其因, 圣莫不得尽其谈, 会施, 等兮不敢窜其查, 言必当理, 事必当物, 事然后君子之所掌也, 凡事行, 有益于理者立之, 无益于理者废之, 夫事之为忠誓, 凡之说, 有益于理者为之, 无益于理者舍之, 夫事之为忠誓, 事行失中, 为之监事, 之说失中, 为之监道, 监事, 监道, 至事之所弃, 而乱事之所从福也, 若夫充须之相失一也, 兼白同意之分隔也, 事从耳之所不能听也, 明目之所不能见也, 便事之所不能言也, 虽有圣人之之, 未能楼止也, 不知无害为君子, 知之无损为小人, 工匠不知, 无害为巧, 君子不知, 无害为智, 王公好之则乱法, 百姓好之则乱世, 而狂惑杠漏之人, 乃使律其群徒, 便其谈说, 名其辟称, 老生长子, 不知恶也, 夫事之为尚愚, 曾不如相机苟之可以为民也, 诗曰, 为鬼为欲, 则不可得, 有眠面目, 世人枉急, 作此好歌, 以及反策, 此之为也, 我欲见而贵, 鱼而至, 平而复, 可乎, 曰, 其为学乎, 笔学者, 行之, 曰是也, 敦目焉, 君子也, 知之, 圣人也, 上位圣人, 下位是, 君子, 赎尽我哉, 乡也混然图之人也, 而而并呼遥雨, 其不见而贵已哉, 乡也孝门是之便, 混然曾不能绝也, 而而圆人亦, 分是非, 圆回天下于掌上, 而便白黑, 其不于而知已哉, 相也须迷之人, 而而至天下之大器举在此, 其不平而负已哉, 经有人于此, 谢然藏千亿之宝, 虽行特而食, 人为之父已, 必报也者, 依之不可依也, 食之不可食也, 卖之不可娄受也, 然而人为之父, 何也, 其不大富之弃尘在此也, 事于于义父人已, 其不平而负已哉, 故君子无觉而贵, 无路而负, 不言而信, 不怒而威, 穷处而容, 独居而乐, 其不至尊, 至父,至重, 至言之情举机此哉, 故曰, 贵名不可以比周真也, 不可以夸诞有也, 不可以亦重邪也, 必将成此然后就也, 真之则施, 让之则至, 尊道则机, 夸诞则须, 故君子勿修其内, 而让之于外, 勿积德于身, 而处之以尊道, 如事, 则贵名岂如日月, 天下应之如雷霆, 故曰, 君子隐而显, 为而明, 慈让而胜, 施曰, 贺名于酒高, 声闻于天慈之谓也, 彼夫反事, 彼周而欲于少, 彼真而明于辱, 烦劳以求安利, 其身于为, 施曰, 明之无良, 相怨一方, 受绝不让, 置于己私王辞之谓也, 故能小而是大, 辟之事由利之少而认重也, 舍粹者无事也, 生不孝而乌贤, 是由与生而好生高也, 只其顶者愿重, 故民主觉得而蓄位, 所以为不乱也, 忠诚成能然后感受值, 所以为不穷也, 分不乱于上, 能不穷于下, 致便知己也, 施曰, 平平左右, 义势律从事言上下之交不相乱也, 以从俗为善, 以或财为宝, 以养生为己至道, 是明德也, 行法至间, 不以私欲乱所闻, 如是则可谓尽是矣, 行法至间, 好修正其所闻, 以乔是其情性, 其言多当矣, 而为欲也, 其行多当矣, 而为安矣, 其之律多当矣, 而为周密矣, 上则能大其所隆, 下则能开道不己弱者, 如是则可谓赌厚君子矣, 修百王之法, 若变白黑, 应当时之变, 若属一二, 行礼要节而安之, 若身四之, 要实立功之巧, 若照四时, 凭正和明之善, 亦万之众, 而伯若一人, 如是则可谓圣人矣, 井井兮其有礼也, 严严兮其能敬己也, 分分兮其有忠实也, 艳艳其能长久也, 乐乐兮其直道不黛也, 照照兮其用之之明也, 修修兮其用统类之行也, 虽虽兮其有文章也, 兮兮兮其乐人之脏也, 隐隐兮其恐人之不当也, 如是则可谓圣人矣, 此其道出乎一, 何谓一, 曰, 执神而故, 何谓神, 曰, 尽善邪至之谓神, 万物莫足以清之之谓故, 神故之谓圣人, 圣人也者, 道之管也, 天下之道管是以, 百王之道疑是以, 故诗书里乐之道归是以, 诗言是其至也, 书言是其事也, 理言是其行也, 乐言是其何也, 春秋言是其为也, 故风之所以为不足者, 取誓以节之也, 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 取誓而闻之也, 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 取誓而光之也, 宋之所以为智者, 取誓而通之也, 天下之道必誓已, 相试者赃, 被试者亡, 相试如不赃, 被试如不亡者, 自古及经, 未尝有也, 刻有道曰, 孔子曰, 周公其圣乎, 身贵而月宫, 家父而月简, 圣笛而月戒, 因之曰, 世代非周公之行, 非孔子之言也, 武王崩, 陈王佑, 周公平陈王儿及武王, 屡天子之即, 父已而坐, 立, 诸侯驱走堂下, 当事时也, 夫又谁为公已栽, 兼至天下, 立七十一国, 积性独居五十三人焉, 周之子孙, 苟不狂祸者, 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 孰为周公减栽, 武王之诸咒也, 行之日以兵计, 东面而迎太岁, 至犯而犯, 至怀而坏, 至贡头而山岁, 霍书据曰, 初三日而五灾至, 无乃不可呼, 周公曰, 枯比干而求姬子, 非连恶来之阵, 夫又恶有不可焉, 遂选马而尽, 朝时于妻, 目夙于百全, 燕淡, 淡焉, 于目之也, 古之而咒促一乡, 遂成因人而诸咒, 盖沙者非周人, 因因人也, 故无守卤之祸, 无岛难之赏, 反而定三格, 眼无兵, 和天下, 立身月, 于是五象起而韶护费矣, 四海之内, 莫不变心一律以化顺之, 故外何不必, 跨天下而无其, 当世时也, 夫又谁未借以灾, 造父者, 天下之善欲者也, 无于马则无所见其能, 义者, 天下之善赦者也, 无公使则无所见其巧, 大儒者, 善调义天下者也, 无百里之地, 则无所见其功, 于顾马选矣, 而不能以致远, 一日而千里, 则非造父也, 公吊使之矣, 而不能设远中围, 则非矣也, 用百里之地, 而不能以调义天下, 至强暴, 则非大儒也, 彼大儒者, 虽隐于穷颜漏乌, 无至追之地, 而王公不能与之真名, 在一大夫之位, 则义军不能独处, 义国不能独容, 成名旷乎诸侯, 莫不愿得以为臣, 用百里之地, 而千里之国, 莫能与之真胜, 吃垂暴国, 其义天下, 而莫能轻也, 是大儒之真也, 其言有类, 其行有礼, 其举事无悔, 其池显应便驱当, 与时千喜, 与世掩阳, 千举万变, 其道义也, 事大儒之机也, 其穷也俗如孝之, 其通也应节化之, 为所逃之, 邪说未知, 众人愧之, 通则一天下, 穷则独立贵名, 天不能死, 得不能埋, 劫之之事不能污, 非大儒墨之能力, 众疑, 子宫是也, 故有俗仁者, 有俗儒者, 有雅儒者, 有大儒者, 不学问, 无正义, 以富力为龙, 是俗仁者也, 逢依浅待, 结果奇观, 略法先望而足乱世述, 谋学杂举, 不知法后亡而一致度, 不知龙里义而杀诗书, 其依观行为, 以同于世俗义, 然而不知恶者, 其言义谈说义无以义于莫子义, 然而名不能别, 忽先望以欺语者而求依食焉, 得伟基足以掩其口, 则洋洋如也, 随其长子, 视其辩辟, 举其上课, 亦然若终生之鲁而不敢有他致, 世俗如者也, 法后亡, 一致度, 龙里义而杀诗书, 其言行已有大法义, 然而名不能其法教之所不及, 文件之所谓至, 则之不能类也, 知之曰知之, 不知曰不知, 内部自以乌, 外部自以欺, 以是尊贤为法而不敢戴傲, 是雅如者也, 法先望, 统里义, 一致度, 以浅持博, 以古持经, 以亦持万, 苟人亦之类也, 虽在鸟兽之中, 若别白黑, 以物怪变, 所谓常闻也, 所谓常见也, 促然其一方, 则举同类而应之, 无所义作, 张法而度之, 则黯然若何福节, 是大儒者也, 故人主用俗人则万臣之国王, 用俗儒则万臣之国存, 用雅如则千臣之国安, 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 而后三年, 天下唯一, 诸侯未臣, 用万臣之国, 则举措而定, 一招而驳, 不闻不若闻之, 闻之不若见之, 见之不若知之, 知之不若行之, 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行之, 明也, 明之为圣人, 圣人也者, 本人亦, 当是非, 其言行, 不施毫离, 无他道焉, 以乎行之矣, 故闻之而不见, 虽薄必谬, 见之而不知, 虽是必忘, 知之而不行, 虽蹲必困, 不闻不见, 则虽当, 非人也, 其道百举而百献也, 故人无师无法而知, 则必为道, 永则必为贼, 云能则必为乱, 查则必为怪, 辩则必为淡, 人有诗有法, 而知则速通, 永则速微, 云能则速成, 查则速静, 便则速论, 故有师法者, 人之大宝也, 无师法者, 人之大秧也, 人无师法, 则龙性矣, 有师法, 则龙姬矣, 而师法者, 所得忽情, 机, 非所受忽性, 性不足以独立而至, 性也者, 无所不能为也, 然而可化也, 情, 机, 也者, 非无所有也, 然而可谓也, 诸措习俗, 所以化性也, 并亦而不二, 所以成姬也, 习俗一致, 安久一直, 并亦而不二, 则通于神明, 参于天地矣, 故积土而为山, 积水而为海, 但木积为之岁, 至高位之天, 至下位之地, 与中六指位之极, 徒之人百姓, 积善而全静, 为之圣人, 彼求之而后的, 为之而后臣, 积之而后高, 敬之而后圣, 故圣人也者, 人之所积也, 人积怒根而为农夫, 积酌霄而为工匠, 积反货而为商甲, 积礼义而为君子, 工匠之子, 莫不济世, 而都国之名安息其父, 居楚而处, 居悦而悦, 居下而下, 是非天性也, 鸡弥使然也, 故人之谨注措, 圣习俗, 大鸡弥, 则为君子矣, 纵性情而不足问学, 则为小人矣, 为君子则常安荣矣, 为小人则常为辱矣, 凡人莫不欲安荣而恶为辱, 故为君子未能得其所好, 小人则日交其所恶, 施约, 为此良人, 福求福敌, 为彼忍心, 事故事父, 明知贪乱, 明未屠毒, 死之谓也, 人论, 至不免于屈思, 而寄人之以己为公也, 行不免于乌慢, 而寄人之以己为修也, 其余漏勾茂, 而寄人之以己为之也, 事众人也, 至忍思, 然后能公, 行忍情信, 然后能修, 之而好问, 然后能财, 公修而财, 可谓小如矣, 至安公, 行安修, 知通统类, 如是则可谓大如矣, 大如者, 天子三公也, 小如者, 诸侯, 大夫, 士也, 众人者, 工农商甲也, 礼者, 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齿寻障, 简世也, 人伦敬矣, 君子言有谈语, 行有房表, 道有义龙, 言道德, 正至, 知求, 不下于安存, 言至义知求, 不下于事, 言道德知求, 不二后王, 道过三代位之当, 法二后王位之不雅, 高之下之, 小之拒之, 不外事已, 是君子之所以诚致意于谈语宫廷也, 故诸侯问证, 不及安存, 则不告也, 匹夫问学, 不及为事, 则不教也, 百家之说, 不及后王, 则不听也, 夫氏之为君子言有谈语, 行有房表也, 王志篇第九请问为证, 曰, 贤能不呆赐而举, 罢不能不呆虚而废, 缘恶不呆教而诸, 中庸民不呆正而化, 分位定也, 则有招谋, 虽王公是大夫之子孙, 不能属于礼义, 则归之数人, 虽数人之子孙也, 积文学, 正身行, 能属于礼义, 则归之清香是大夫, 故兼言, 兼说, 兼是, 兼能, 顿逃反侧之名, 职而交之, 虚而呆之, 免之以庆赏, 臣之以刑罚, 安职则处, 不安职则弃, 五级, 上收而养之, 财而适之, 官师而依食之, 肩负无疑, 财行反食者死无赦, 夫氏之为天德, 是王者之正也, 听证之大分, 以善智者呆之以理, 以不善智者呆之以行, 两者分别, 则嫌不孝不杂, 是非不乱, 嫌不孝不杂, 则应节制, 是非不乱, 则国家制, 若是, 名声日文, 天下愿, 另行禁止, 王者之事必以, 凡听, 威严猛利, 而不好假道人, 则下为孔而不清, 周避而不洁, 若是, 则大事待忽持, 小事待忽遂, 和解调通, 好假道人, 而无所宁止之, 则兼言并智, 常事之说风起, 若是, 则听大事凡, 事又伤之也, 故法而不义, 则法之所不智者必废, 职而不通, 则职之所不及者必对, 故法而义, 职而通, 无隐谋, 无疑善, 而百事无过, 非君子莫能, 故公平者, 听之恒也, 中和者, 听之神也, 其有法者以法行, 无法者以类举, 听之敬也, 偏党而无经, 听之辟也, 故有良法而乱者, 有之以, 有君子而乱者, 自古及经, 未常闻也, 传曰, 至身乎君子, 乱身乎小人此之谓也, 分君则不偏, 义其则不依, 众其则不实, 有天有地, 而上下有差, 名王使利, 而处国有志, 夫两贵之不能相识, 两贱之不能相识, 是天术也, 亦为其而欲恶同, 物不能但则必争, 争则必乱, 乱则穷矣, 先妄恶其乱也, 故至礼义已分之, 使有贫富贵贱之等, 足以相间领者, 是养天下之本也, 书曰, 为其非其此之谓也, 马亥鱼, 则君子不安于, 庶人亥正, 则君子不安慰, 马亥鱼, 则莫若敬之, 庶人亥正, 则莫若惠之, 选贤良, 举毒尽, 心孝地, 收孤寡, 补贫穷, 如是, 则庶人安正义, 庶人安正, 然后君子安慰, 传曰, 君者周也, 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周, 水则复周辞之谓也, 故君人者, 玉安, 则莫若凭正爱名以, 玉荣, 则莫若隆禁是以, 玉立功名, 则莫若上贤使能以, 是君人者之大节也, 三节者当, 则其余莫不当以, 三节者不当, 则其余虽驱当, 游将无异也, 孔子曰, 大节是也, 小节是也, 上君也, 大节是也, 小节一出焉, 一入焉, 中君也, 大节非也, 小节虽是也, 吾无关其余已成侯, 似公聚连技术之君也, 为己取名也, 自产取名者也, 为己为政也, 管仲为政者也, 为己修礼也, 故修礼者王, 为政者强, 取名者安, 聚连者王, 故王者父名, 霸者父侍, 仅存之国父代父, 王国父匡妾, 时福库, 匡妾以父, 福库以食, 而百姓平, 夫侍之位上义而下漏, 入不可以守, 出不可以战, 则亲父灭亡可立而呆也, 故我拒之以王, 敌得之以强, 拒连者, 赵寇匪敌, 王国为生之道也, 故明君不道也, 王夺之仁, 霸夺之羽, 强夺之地, 夺之仁者陈诸侯, 夺之羽者有诸侯, 夺之地者敌诸侯, 陈诸侯者王, 有诸侯者霸, 敌诸侯者为, 用强者, 人之成首, 人之初战, 而我以利盛之也, 则伤人之名必胜矣, 伤人之名甚, 则伤人之名物我必胜矣, 人之名物我甚, 则日欲与我斗, 人之成首, 人之初战, 而我以利盛之, 则伤无名必胜矣, 伤无名甚, 则无名之物我必胜矣, 无名之物我甚, 则日不欲为我斗, 人之名日欲与我斗, 无名日不欲为我斗, 是强者之所以反弱也, 得来而明去, 类多而攻少, 虽守者意, 所以守者损, 是以大者之所以反消也, 诸侯莫不怀交皆怨, 而不忘其敌, 似强大之间, 成强大之弊, 此强大之代使也, 知强大者不勿强也, 律以亡命, 权其力, 宁其得, 立权则诸侯不能弱也, 得宁则诸侯不能消也, 天下无王霸主, 则常胜以, 是知强盗者也, 彼霸者则不然, 辟天也, 石苍灵, 便备用, 按锦目选月才记之事, 然后见庆赏已先知, 言行法已究之, 存亡济诀, 未若敬报, 而无坚并知心, 则诸侯亲知已, 修有敌之道, 以敬皆诸侯, 则诸侯说知已, 所以亲知者, 以不并也, 并知见, 则诸侯疏, 所以说知者, 以有敌也, 成知见, 则诸侯离已, 顾明其不并之行, 信其有敌之道, 天下无王霸主, 则常胜矣, 誓知霸道者也, 闽王毁于五国, 还公结于鲁庄, 无他顾焉, 非其道而律之以王也, 彼王者不然, 仁渺天下, 亦渺天下, 微渺天下, 仁渺天下, 顾天下莫不清也, 亦渺天下, 顾天下莫不贵也, 微渺天下, 顾天下莫敢敌也, 以不敌之威, 俯福人之道, 顾不战而胜, 不恭而得, 假兵不劳而天下福, 誓知王道者也, 知此二句者, 欲王而亡, 欲罢而罢, 欲强而强矣, 亡者之人, 誓动以礼意, 听断以泪, 名正毫莫, 举错应辩而不穷, 夫誓之未有缘, 誓王者之人也, 王者之志, 道不过三代, 法不二后王, 道过三代未知当, 法二后王未知不雅, 依福有志, 公事有度, 人徒有数, 丧祭谢用皆有等宜, 身则非雅身者举费, 色则凡非救闻者举席, 谢用则凡非救弃者举费, 夫誓之未复古, 是王者之志也, 王者之论, 无德不贵, 无能不官, 无功不赏, 无罪不罚, 朝无姓位, 名无姓身, 上贤使能, 而等位不宜, 西院尽汉, 而刑罚不过, 百姓小然皆知夫, 未善于家, 而取赏于朝也, 未不善于忧而蒙行于险也, 夫誓之未定论, 是王者之论也, 王者之, 法, 等父, 正是, 财万物, 所以养万民也, 田也十一, 官是己而不争, 山林则良, 以时尽发而不税, 相得而衰正, 礼道之远近而致贡, 通流财物宿米, 无有至流, 始相归已也, 四海之内若一家, 故敬者不饮其能, 远者不及其劳, 无忧闲隐辟之国, 莫不驱使而安乐之, 夫誓之为人师, 是王者之法也, 北海则有走马被犬烟, 然而中国得而处使之, 南海则有羽河, 此格, 曾轻, 丹干烟, 然而中国得而才之, 东海则有子曲, 余颜烟, 然而中国得而依食之, 西海则有皮革, 文毛烟, 然而中国得而用之, 故则人足呼木, 山人足呼鱼, 农夫不着销, 不桃野而足谢用, 公甲不耕田而足疏俗, 故虎豹未猛义, 然君子包而用之, 故天之所父, 得之所载, 莫不尽其美, 至其用, 上以事贤良, 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 夫世之位大神, 诗曰, 天坐高山, 大王荒之, 彼坐以, 文王康之词之位也, 以类行杂, 以义行万, 使则中, 中则使, 若还之无端也, 舍世而天下以衰矣, 天地者, 生之时也, 礼义者, 智之时也, 君子者, 礼义之时也, 为之贯之, 积重之, 智好之者, 君子之时也, 故天地生君子, 君子理天地, 君子者, 天地之参也, 万物之总也, 明之父母也, 无君子, 则天地不礼, 礼义无统, 尚无君师, 下无父子, 夫氏之位至乱, 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妇, 始则中, 终则始, 与天地同礼, 与万事同久, 夫氏之位大本, 故丧记, 朝聘, 师吕, 亦也, 贵贱, 杀身, 与夺, 亦也, 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 兄兄, 弟弟, 亦也, 浓浓, 世事, 公公, 商商, 亦也, 水火有气而无身, 草木有身而无之, 禽兽有之而无矣, 人有气, 有身, 有之, 亦且有矣, 故罪为天下贵也, 力不弱牛, 走不弱马, 而牛马为用, 何也, 曰, 人能群, 彼不能群也, 人何以能群, 曰, 分, 分何以能行, 曰, 亦, 故亦以分则和, 何则依, 亦则多力, 多力则强, 强则圣物, 故公事可得而居也, 故叙四时, 才万物, 兼力天下, 无他故焉, 得之分亦也, 故人生不能无群, 群而无分则真, 真则乱, 乱则离, 离则弱, 若则不能胜物, 故公事不可得而居也, 不可少请舍礼义之位也, 能以事亲位之孝, 能以事兄位之地, 能以事上位之顺, 能以时下位之君, 君者, 善群也, 群道当, 则万物皆得其宜, 六处皆得其常, 群生皆得其命, 故养长时则六处遇, 杀生时则草木直, 正令时则百姓依, 贤良福, 圣王之志也, 草木荣华滋朔之时, 则府经不入山林, 不邀其身, 不绝其常也, 圆陀于憋秋瞻运别之时, 网谷独要不入则, 不邀其身, 不绝其常也, 春根, 夏云, 秋收, 东藏, 似者不失时, 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时也, 乌池渊找川则, 锦其时静, 故于憋忧多而百姓有余用也, 斩法养长不失其时, 故山林不同, 而百姓有余才也, 圣王之用也, 上查于天, 下错于的, 塞被天地之间, 家师万物之上, 为而明, 短而长, 辖而广, 神明博大以至曰, 故曰, 亦与仪式为仁者, 为之圣人, 旭观, 宰爵之宾客, 祭祀, 享食, 犧牲之老鼠, 司徒之百宗, 陈锅, 利器之术, 司马之师吕, 甲兵, 陈白之术, 修献命, 审师商, 敬营生, 以时顺修, 使仪俗邪因不敢乱雅, 大师之事也, 修低粮, 通勾快, 行水疗, 安水脏, 以时决赛, 岁岁凶败水汉, 使民有所云爱, 司空之事也, 香高下, 士肥敲, 蓄五种, 省农工, 锦蓄藏, 以时顺修, 使农夫普利而寡能, 至田之事也, 修火线, 养山林, 守则, 草木, 于鳖, 百锁, 以时进发, 使国家族用, 而财物不屈, 于师之事也, 顺周礼, 定禅宅, 养六处, 贤树义, 劝教化, 屈孝地, 以时顺修, 使百姓顺命, 安乐处乡, 乡师之事也, 论百宫, 省时事, 便功苦, 尚顽利, 便备用, 使雕卓文采不敢专造于家, 公师之事也, 乡阴阳, 战尽兆, 钻规成挂, 主壤则五补, 知其及凶妖祥, 与巫博吉之事也, 修采清, 义道禄, 锦道贼, 平氏律, 以时顺修, 使兵屡安而获财通, 致氏之事也, 便及净汉, 防淫除邪, 禄之以五行, 时报汉已变, 兼邪不作, 思寇之事也, 本正交, 正法则, 兼听而时机之, 度其功劳, 论其庆赏, 以时顺修, 使百利免禁, 而众数不偷, 种宰之事也, 论里乐, 正身行, 广教化, 美风俗, 肩负而掉一之, 辟公之事也, 全道德, 至龙高, 其文理, 亦天下, 正毫末, 使天下末不顺彼从福, 天王之事也, 故正事乱, 则种宰之罪也, 国家失俗, 则辟公之过也, 天下不依, 诸侯俗反, 则天王非其人也, 聚聚而亡, 聚聚而霸, 聚聚而存, 聚聚而亡, 用万臣之国者, 威强之所以利也, 民生之所以美也, 敌人之所以屈也, 国之所以安为赃否也, 至于在此, 亡乎人, 王霸安存, 为待灭亡, 至于在我, 亡乎人, 夫威强卫族以带领敌也, 民生卫族以献天下也, 则是国未能独立也, 启驱的免夫累乎, 天下邪于报国, 而党卫无所不欲于侍者, 日与劫同事同行, 无害为遥, 是非公民之所就也, 非存亡安为之所堕也, 公民之所就, 存亡安为之所堕, 必将于于英赤心之所, 臣以其国位王者之所以望, 以其国位为待灭亡之所以为待灭亡, 英之日, 暗以中立, 无有所偏, 而为纵横之事, 俨然暗兵无动, 以官夫报国之相簇也, 暗平正交, 省节奏, 砥礼百姓, 为世之日, 而兵专天下敬矣, 暗然修仁义, 抗龙高, 正法则, 选贤良, 养百姓, 为世之日, 而民生专天下之美矣, 权者众之, 兵者敬之, 民生者美之, 夫遥顺者一天下也, 不能家豪莫于世矣, 权谋亲父之人退, 则贤良之胜之事案自尽矣, 行政平, 百姓和, 国俗节, 则兵禁城固, 敌国案自屈矣, 物本事, 积财物, 而物忘期持一月也, 事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 则财物积, 国家案自负矣, 三者体此而天下福, 报国之君, 案自不能用其兵矣, 何则, 必无与智也, 必其所与智者, 必其名也, 其名之亲我也, 欢若父母, 好我方若知澜, 反顾其上则若酌情, 若愁愁, 彼人之情性也, 虽劫之, 其有肯为其所恶, 贼其所好者哉, 必亦多矣, 故古之人, 有义义国取天下者, 非往行之也, 修正其所莫不愿, 如是而可以诸报尽汉矣, 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愿, 曰, 何独不来也, 东征而西国愿, 曰, 何独后我也, 孰能有与世斗者与, 安以其国为侍者王, 因之日, 安以进兵习名, 慈爱百姓, 辟田也, 石苍林, 便备用, 安景目选, 月才记之事, 然后见赏庆以先知, 言行法以防之, 则誓之之事者, 史乡律冠也, 誓以艳然蓄姬修氏, 而勿用之族也, 兵阁器械者, 彼将日日暴露毁辙之中原, 我今将修士之, 俯循之, 掩盖之于福库, 或才宿米者, 彼将日日期持一月之中也, 我今将蓄姬并聚之于苍林, 才记古宫建勇爪牙之事, 彼将日日错顿节之于仇敌, 我今将来治之, 并跃之, 砥力之于朝廷, 如是, 则彼日积弊, 我日积丸, 彼日积平, 我日积父, 彼日积劳, 我日积矣, 君臣上下之间者, 彼将历历焉日日相离己也, 我今将顿顿焉日日相亲爱也, 以事呆其弊, 安以其国为事者罢, 立身则从庸俗, 事行则遵庸故, 进退贵贱则举佣事, 之所以皆下之人百姓者, 则佣宽慧, 如是者则安存, 立身则清苦, 事行则捐疑, 进退贵贱则举佣托, 之所以皆下之人百姓者, 则好取清夺, 如是者为代, 立身则交报, 事行则轻负, 进退贵贱则举佣乘故, 之所以皆下之人百姓者, 则好用其死利益, 而慢其功劳, 好用其己敛义, 而望其本物, 如是者灭亡, 此物等者, 不可不善则也, 王霸安存, 为代灭亡之巨也, 善则者之人, 不善则者人之之, 善则之者亡, 不善则之者亡, 夫王者之与王者, 至人之与人之之也, 视其为相限也亦远矣, 富国偏地十万物同与而一体, 无疑而有用, 为人, 数也, 人伦并处, 同求而亦道, 同欲而亦知, 生也, 皆有可也, 知于同, 所可亦也, 知于分, 亦同而知亦, 行私而无或, 纵欲而不穷, 则民兴奋而不可说也, 如是, 则知者未得志也, 知者未得志, 则公民未成也, 公民未成, 则群众未献也, 群众未献, 则君臣未立也, 无君以至成, 无上以至下, 天下害身纵欲, 欲恶同物, 欲多而物寡, 寡则必争矣, 故百计所成, 所以养亦人也, 而能不能奸计, 人不能奸官, 离居不相待, 则穷, 群居而无分则真, 穷者患也, 真者祸也, 就患除祸, 则莫若名分始群矣, 强邪若也, 知具于也, 名下为上, 少林长, 不以德为正, 如是, 则老若有失养之忧, 而壮者有分真之或以, 事业所恶也, 功力所好也, 职业无分, 如是, 则人有数事之患, 而有真功之或以, 男女之和, 夫妇之分, 婚姻拼内, 送匿无礼, 如是, 则人有失和之忧, 而有真色之或以, 故知者未知分也, 祖国之道, 杰用玉名, 而善赃其余, 杰用以礼, 玉名以正, 比玉名, 故多余, 玉名则名父, 名父则填匪以义, 填匪以义则出十百倍, 上以法取焉, 而下以礼杰用之, 余若秋山, 不时焚烧, 无所赃之, 夫君子息患乎无余, 故知杰用玉名, 则必有人圣贤良之名, 而且有父后秋山之姬矣, 此无他故焉, 生于杰用玉名也, 不知杰用玉名则明平, 明平则填及以慧, 填及以慧则出十不伴, 上虽好取清夺, 游将寡或也, 而或以无礼杰用之, 则必有贪力揪角之名, 而且有空虚穷乏之时矣, 此无他故焉, 不知杰用玉名也, 康告曰, 弘复忽天, 若得玉乃生此之位也, 礼者, 贵贱有等, 长幼有差, 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故天子诸冤一免, 诸侯玄冤一免, 代福必免, 是皮便福, 得必称位, 未必称路, 路必称用, 由氏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 众数百姓则必以法术制之, 良得而立国, 既立而处明, 度人立而受世, 使民必胜世, 世必出力, 立足以申明, 皆使依时百用出入相眼, 必食赃于, 为之称属, 故自天子通于庶人, 事无大小多少, 由氏推之, 故曰, 朝无姓位, 名无姓生辞之位也, 清田也之税, 平官士之真, 省商贾之术, 罕心利益, 无夺农食, 如是则国父以, 夫事之位以正欲名, 人之身不能无群, 群而无分则真, 争则乱, 乱则穷以, 故无分者, 人之大亥也, 有分者, 天下之本利也, 而人君者, 所以管分之书要也, 故美之者, 是美天下之本也, 安之者, 是安天下之本也, 贵之者, 是贵天下之本也, 故者先忘分割而等义之也, 故使或美或恶, 或厚或薄, 或义或乐, 或取或劳, 非特以为淫太夸利之身, 将以名人之文, 通人之顺也, 故为之雕琢刻漏, 俯伏文章, 始祖以便贵贱而已, 不求其官, 为之中古管庆, 情色于身, 始祖以便吉凶和欢定和而已, 不求其余, 为之公式台谢, 始祖以必造施养得便轻重而已, 不求其外, 诗曰, 雕琢其章, 金玉其香, 唯唯我望, 刚祭四方此之位也, 若夫重色而依之, 重位而食之, 重财物而治之, 和天下而君之, 非特以为淫太也, 故以为王, 依天下, 至万变, 财万物, 养万民, 兼至天下者, 为莫若人人之善也夫, 故其之律足以治之, 其人后足以安之, 其德因足以化之, 德之则治, 施之则卵, 百姓臣赖其之也, 故乡律儿为之劳苦以物易之, 以养其之也, 臣美其后也, 故未知出死断亡以赴救之, 以养其后也, 臣美其得也, 故未知雕琢刻漏, 俯伏文章以翻试之, 以养其得也, 故人人在上, 百姓贵之如地, 亲之如父母, 未知出死断亡而愚者, 无他故焉, 其所事焉成美, 其所得焉成大, 其所利焉成多, 施曰, 我认我免, 我车我牛, 我行济吉, 盖云归哉, 此之未也, 故曰, 君子以得, 小人以利, 利者, 得之意也, 百姓之利, 呆之而后宫, 百姓之群, 呆之而后合, 百姓之财, 呆之而后聚, 百姓之义, 呆之而后安, 百姓之寿, 呆之而后长, 父子不得不亲, 兄弟不得不顺, 男女不得不欢, 少者以偿, 老者以养, 故曰, 天地生之, 圣人臣之此之未也, 经之事而不然, 厚刀不知脸以夺之财, 众田也之税以夺之时, 科观事之真以难其事, 不然而已已, 有几邪四诈炸, 全谋轻覆, 以相颠倒, 以迷弊之, 百姓小然皆知其乌慢暴乱, 而将大为王也, 誓已成或是其君, 下或杀其上, 周其成, 被其劫, 而不死其事者, 无他顾焉, 人主自取之, 诗曰, 无言不愁, 无德不报此之未也, 奸足天下之道在明分, 掩地表母, 似彻之谷, 多份肥田, 是农夫种树之事也, 首诗利明, 竟是长工, 和其百姓, 使人不偷, 是江绿之事也, 高者不悍, 下者不水, 寒暑和节, 而无骨已实熟, 是天下之事也, 若夫奸而父之, 奸而爱之, 奸而治之, 遂虽凶败水汉, 使百姓无动位之患, 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 莫子之言, 昭昭然为天下幽不足, 夫不足, 非天下之功患也, 特莫子之思幽过际也, 经是土之生无骨也, 仁善治之, 则母树盆, 一岁而再获之, 然后瓜桃枣里, 一本树以盆古, 然后昏菜百树以责量, 然后六处禽兽一儿专车, 圆驼于鳖瞻以识别, 一儿成群, 然后飞鸟浮艳若烟海, 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 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 夫天地之生万物也, 故有于族以识人以, 马格简斯, 鸟兽之羽毛齿格也, 故有于族以依人以, 夫有于不足, 非天下之功患也, 特莫子之思幽过际也, 天下之功患, 乱伤之也, 胡不常事相与求乱之者谁也, 我亦莫子之非乐也, 则使天下乱, 莫子之节用也, 则使天下平, 非将舵之也, 说不免焉, 莫子大有天下, 小有一国, 将粗然依粗食恶, 忧妻而非乐, 若是则急, 急则不足欲, 不足欲则赏不行, 莫子大有天下, 小有一国, 将少人徒, 审官职, 上功劳苦, 与百姓军事业, 其功劳, 若是则不微, 不微则乏不行, 赏不行, 则贤者不可得而敬也, 乏不行, 则不孝者不可得而退也, 贤者不可得而敬也, 不孝者不可得而退也, 则能不能不可得而观也, 若是, 则万物失疑, 事便失因, 上师天时, 下师地利, 中师仁和, 天下傲然, 若梢若交, 莫子虽未知一贺带所, 绰疏饮水, 恶能足之乎, 既已发其本, 结其缘, 而交天下矣, 故先望圣人为之不然, 知夫为人主上者, 不美不适之不足以一鸣也, 不父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 不威不强之不足以敬报圣汉也, 故必将壮大中, 及鸣鼓, 吹声鱼, 谈琴瑟, 以赛其耳, 必将桃卓克漏, 俯伏文章, 以赛其木, 必将除幻道梁, 五位分方, 以赛其口, 然后众人徒, 被官职, 见庆赏, 言行伐, 以戒其心, 使天下生明之属, 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事与也, 故其赏行, 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事与也, 故其伐威, 赏行伐威, 则贤者可得而敬也, 不孝者可得而退也, 能不能可得而观也, 若是则万物得宜, 事变的因, 上的天时, 下的地利, 中得人和, 则财或浑浑如泉源, 胖胖如河海, 抱抱如秋山, 不时焚烧, 无所脏之, 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 故如树成形, 则天下大而富, 使而攻, 状中几谷而合, 诗曰, 中谷黄黄, 管庆腔腔, 降伏攘攘, 降伏简简, 威以返返, 祭罪祭宝, 福禄来返, 此之未也, 故莫树成形, 则天下上简而弥平, 非斗而日珍, 劳苦顿翠而月无功, 悄然忧欺非乐而日不合, 诗曰, 天方剑琢, 丧乱宏多, 名言无家, 惨莫成皆此之未也, 垂氏仰明, 抚循之, 挖偶之, 冬日则未之沾舟, 夏日则未之瓜去, 以偷取少寝之欲焉, 是偷道也, 可以少寝的奸明之欲, 然而非长久之道也, 是必不救, 功必不利, 是监制者也, 遭然要食物名, 竟是长工, 轻非欲而田施名, 是竟已, 而百姓及之, 是又不可偷偏者也, 喜坏堕落, 必反无功, 故垂氏仰育, 不可, 以碎功而望明, 亦不可, 皆兼道也, 故古人未知不然, 使民下不婉耶, 东不洞寒, 急不商利, 缓不厚时, 事成功利, 上下俱父, 而百姓皆爱其上, 人归之如流水, 亲之欢如父母, 未知出死断亡而愚者, 无他故焉, 中性调和君辩之志也, 故军国常明者, 欲驱十岁功, 则何调类解, 素呼极极, 中性君辩, 说呼庆赏矣, 必先修正其在我者, 然后须则其在人者, 微呼刑罚, 三得者称呼上, 则下应之如景象, 虽欲无名达, 得呼哉, 书曰, 乃大名符, 为名其立茂, 何而有己此之谓也, 故不交而诸, 则行凡而写不慎, 教而不诸, 则兼名不成, 诸而不赏, 则情属, 吏, 知名不劝, 诸赏而不累, 则下以俗显而百姓不依, 故先王明礼义以依之, 至忠信以爱之, 上贤始能以赐之, 绝福庆赏以身重之, 实其事, 亲其刃, 以条其之, 恍然间赴之, 养长之, 如宝赤子, 若是, 故奸邪不作, 道贼不起, 而化善者劝勉以, 是和谐, 则其道义, 其赛故, 其正令义, 其房表明, 故曰, 上义则下义义, 上二则下二义, 辟之若彻目之也必类本, 此之谓也, 不利而利之, 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 不爱而用之, 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 利而后利之, 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爱而后用之, 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 利而不利也, 爱而不用也者, 取天下义, 利而后利之, 爱而后用之者, 宝赦记也, 不利而利之, 不爱而用之者, 为国家也, 官国之治乱赃否, 至于将义而端以建议, 其后脚之辽, 其进官之镇进察, 是乱国矣, 入其境, 其田仇惠, 都亦漏, 是贪主矣, 官其朝廷, 则其贵者不嫌, 官其官职, 则其智者不能, 官其辩闭, 则其信者不阙, 是暗主矣, 凡主向臣下百利之俗, 其余或采取语技术也, 虚, 顺, 赎敬察, 其礼意节奏也, 盲韧慢苦, 是乳国矣, 其根者乐田, 其战事安难, 其百利好法, 其朝廷隆礼, 其清香调义, 是治国矣, 官其朝廷, 则其贵者贤, 官其官职, 则其智者能, 官其辩闭, 则其信者却, 是民主矣, 凡主向臣下百利之俗, 其余或采取语技术也, 宽扰简易, 其余礼意节奏也, 领景敬察, 是荣国矣, 嫌其则其轻者先贵, 能其则其顾者先官, 其臣下百利, 污者皆化而修, 汉者皆化而怨, 造者皆化而怯, 是民主之公义, 官国之强若平负有真, 上不隆礼则兵若, 上不爱民则兵若, 以诺不信则兵若, 庆赏不见则兵若, 将律不能则兵若, 上好功则国平, 上好利则国平, 世代府重则国平, 工商重则国平, 无智数度量则国平, 下平则上平, 下富则上富, 顾田也献笔者, 才知本也, 原炮仓领者, 才知墨也, 百姓时和, 事业的续者, 或知元也, 等父福库者, 或知流也, 顾民主必谨养其和, 节其流, 开其源, 而时针灼烟, 恍然使天下必有余, 而尚不忧不足, 如是, 则上下巨富, 交无所藏之, 事之国济之己也, 顾雨时年水, 汤漆年汉, 而天下无菜色者, 十年之后, 年古富熟, 而沉积有余, 事无他顾烟, 知本莫原流之味也, 顾田也荒而苍领时, 百姓虚而福库满, 夫世之谓国爵, 发其本, 皆其源, 而并知其末, 然而主相不知恶也, 则其亲父灭亡可利而呆也, 以国持之, 而不足以荣其身, 夫世之谓至平, 事与主之己也, 将以求父而丧其国, 将以求利而为其身, 古有万国, 今有十数焉, 事无他顾烟, 其所以施之一也, 军人者亦可以决以, 百里之国, 足以独立以, 凡工人者, 非以为民则暗以为利也, 不然则愤之也, 人人之用国, 将修至义, 正身行, 抗龙高, 至忠性, 其文理, 不依寻具之事成事, 则虽在穷颜漏乌, 而王公不能与之真名, 以国载之, 则天下莫之能隐匿也, 若是则为民者不公也, 江辟田也, 石苍林, 便备用, 上下一心, 三军同立, 与之远举及战则不可, 境内之巨也保固, 是可, 武其君, 取其将, 若拨风, 彼得之, 不足以要伤不败, 彼爱其找牙, 为其仇敌, 若是, 则为利者不公也, 将修大小强弱之意, 以持圣之, 礼节将圣文, 归必将圣朔, 或禄将圣后, 所以说之者, 必将雅文便会之君子也, 必够有人一焉, 夫谁能奋之, 若是, 则奋之者不公也, 为名者否, 为利者否, 为奋者否, 则国安于磐石, 受于其矣, 人皆乱, 我独至, 人皆为, 我独安, 人皆失丧之, 我暗起而治之, 故人人之用国, 非特将持其有而已也, 又将奸人, 施曰, 熟人君子, 其宜不推, 其宜不推, 正是四国此之位也, 持国之难易, 是强暴之国难, 使强暴之国是我义, 是之以货宝, 则货宝丹而交不结, 约信蒙事, 则约定而判无日, 割国之资诸以路之, 则割定而欲无厌, 是之弥凡, 其亲人越胜, 必至于资丹国举然后矣, 虽左遥而又顺, 未有能以此道的免焉者也, 辟之事由始处女婴宝珠, 配宝玉, 附带黄金, 而玉中山之道也, 虽未知逢蒙事, 驱要饶获, 君如乌妾, 游将不足以免也, 故非有义人之道也, 只将巧凡拜请而未誓之, 则不足以持国安身, 故明君不道也, 必将修礼以其朝, 正法以其官, 平正以其名, 然后节奏其余朝, 百事其余官, 众树其余下, 如是, 则敬者敬卿, 远方志愿, 上下一心, 三军同立, 明生族以报至之, 威强足以垂吃之, 拱依指挥, 而强暴之国莫不驱使, 辟之事由乌获与交绞博也, 故曰, 是强暴之国难, 使强暴之国是我义, 死之谓也, 王霸篇第十一国者天下之之利用也, 忍主者天下之利益也, 得道以持之, 则大安也, 大荣也, 即美之缘也, 不得道以持之, 则大为也, 大类也, 有之不如无之, 及其其也, 所谓匹夫不可得也, 其敏, 送献事也, 故人主, 天下之利益也, 然而不能自安也, 安之者必将到也, 故用国者, 义利而亡, 性利而罢, 全谋利而亡, 三者民主之所谨则也, 人人之所物白也, 邪国以乎礼义, 而无以害之, 行义不义, 杀义无罪, 而得天下, 人者不畏也, 略然扶持新国, 且若是其故也, 之所与为之者之人, 则举义是也, 之所以为不成于国家刑法者, 则举义发也, 主之所即然率群臣而守相之者, 则与义至也, 如是则下仰上以义以, 是其定也, 其定而国定, 国定而天下定, 众以无至追之地, 成义乎至义, 加义乎身行, 助之言语, 记之日, 不隐乎天下, 名垂乎后世, 经义以天下之显诸侯, 成义乎至义, 加义乎法则度量, 助之以正事, 按身众之以贵剑杀身, 使习然中使游义也, 如是, 则夫名身之不发于天地之间也, 岂不如日月雷亭然以哉, 故曰, 以国其义, 一日而白, 汤无事也, 汤以伯, 五王以号, 皆百里之地也, 天下为依, 诸侯未成, 通达之属, 莫不从福, 无他故焉, 以记义矣, 是所谓毅历而亡也, 得虽未至也, 亦虽未济也, 然而天下之礼略奏以, 行赏以诺信乎天下以, 臣下小然皆知其可要也, 正令已成, 虽独立拜, 不期其名, 约节已定, 虽独立拜, 不期其语, 如是则兵尽尘故, 敌国未知, 国依其名, 与国信之, 虽在毕漏之国, 威动天下, 武博士也, 非本正交也, 非智龙高也, 非其文理也, 非福人之心也, 相方略, 沈劳逸, 景续姬, 修战备, 骤然上下相信, 而天下莫之敢当, 顾其还, 敬文, 楚庄, 吾河驴, 月勾剑, 世皆纰漏之国也, 威动天下, 强待中国, 吾他顾焉, 略姓也, 是所谓姓利而罢也, 窃国以乎功利, 不误张其义, 其其信, 为利之求, 内则不但诈其名, 而求小利焉, 外则不但诈其羽, 而求大利焉, 内不修正其所以有, 然常遇人之有, 如是, 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呆其上矣, 上诈其下, 下诈其上, 则是上下西也, 如是则敌国亲之, 与国遗之, 全谋日行, 而国不免为宵, 其之而亡, 其敏, 薛公事也, 故用强其, 非以修礼义也, 非以本正交也, 非以以天下也, 绵绵长以节影池外畏物, 故强南族以破楚, 西族以屈秦, 北族以拜宴, 中族以举颂, 即以宴照起而公之, 若正稿然, 而生死国王, 为天下大陆, 后世言恶, 则必积焉, 事无他故焉, 为其不有礼义, 而有权谋也, 三者民主之所以谨则也, 而人人之所以物白也, 善则者致人, 不善则者人致之, 国者天下之大弃也, 众认也, 不可不善为则所而后错之, 错显则为, 不可不善为则道然后道之, 图惠则塞, 为塞则亡, 彼国错者, 非封烟之谓也, 合法之道, 谁子之语也, 故道王者之法, 与王者之人谓之, 则亦望, 道霸者之法, 与霸者之人谓之, 则亦霸, 道王国之法, 与王国之人谓之, 则亦亡, 三者民主之所以谨则也, 而人人之所以物白也, 故国者重任也, 不以基持之则不利, 故国者是所以兴者也, 是淡淡非辩也, 改王改行也, 故一朝之日也, 一日之人也, 然而厌焉有千岁之故, 何也, 曰, 原夫千岁之信法, 以持之也, 安与夫千岁之信是位之也, 人无百岁之寿, 而有千岁之信是, 何也, 曰, 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 是乃千岁之信是矣, 故与基礼义之君子, 为之则妄, 与端成性权之事, 为之则罢, 与权谋亲父之人, 为之则罢, 三者民主之所以谨则也, 人人之所以物百也, 善则之者之人, 不善则之者人之之, 必吃国者, 必不可以毒也, 然则强固荣辱, 再与取相矣, 生能相能, 如是者罢, 生不能, 知恐惧而求能者, 如是者强, 生不能, 不知恐惧而求能者, 安为便辟左右, 轻比己者之用, 如是者为宵, 其之而亡, 国者, 具用之则大, 小用之则小, 其大而亡, 其小而亡, 小聚分流者存, 具用之者, 先义而后立, 安不续亲疏, 不续贵贱, 为成能之求, 夫事之为具用之, 小用之者, 先立而后立, 安不续是非, 不至屈直, 为便辟亲笔己者之用, 夫事之为小用之, 具用之者若笔, 小用之者若此, 小聚分流者, 亦宜若笔, 宜若此也, 故曰, 翠而亡, 薄而罢, 无亦焉而亡此之为也, 国无理则不正, 理之所以正国也, 辟之由恒之于轻重也, 由神莫之于屈直也, 由规矩之于方圆也, 记错之而人莫之能污也, 诗云, 如霜雪之江江, 如日月之光明, 为之则存, 不畏则枉此之为也, 国为则无乐君, 国安则无忧明, 乱则国为, 智则国安, 经军人者, 即逐乐而缓治国, 其不过甚已哉, 辟之事有好身色而田无耳目也, 其不哀哉, 夫人之情, 目欲其色, 耳欲其身, 口欲其味, 鼻欲其臭, 心欲其矣, 此武其者,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仰武其者有据, 无其据, 则武其者不可得而治也, 万臣之国, 可谓广大富后矣, 家有至便强顾之道焉, 若是则田于无患难矣, 然后仰武其之巨巨也, 顾百乐者, 身于治国者也, 忧患者, 身于乱国者也, 即逐乐而缓治国者, 非之乐者也, 顾明君者, 必将先至其国, 然后百乐的其中, 按君者, 必将即逐乐而缓治国, 故忧患不可胜效也, 必至于生死国王然后止也, 岂不哀哉, 将以为乐, 乃的忧焉, 将以为安, 乃的为焉, 将以为福, 乃的死亡焉, 岂不哀哉, 于乎, 君人者, 亦可以察若言矣, 顾治国有道, 忍主有职, 若夫冠日而至详, 依日而驱列之, 始所始夫百力官人未也, 不足以事商游完安宴之乐, 若夫论一乡以兼律之, 始成下百力莫不速道相方而悟, 是夫人主之职也, 若事则一天下, 明配遥语, 知主者, 守至约而详, 事至义而公, 垂衣上, 不下殿席之上, 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 夫事之未至约, 乐莫大焉, 人主者, 以观人为能者也, 匹夫者, 以自能为能者也, 人主的使人为之, 匹夫则无所宜之, 百母一守, 事业穷, 无所宜之也, 经以一人兼听天下, 日有余而治不足者, 使人为之也, 大有天下, 小有一国, 必自为之然后可, 则劳苦冒足莫甚焉, 如是, 则虽脏或不肯与天子异议也, 以事献天下, 依四海, 何故必自为之, 为之者, 义夫之道也, 莫子之说也, 论得使能而观施之者, 圣王之道也, 如之所谨守也, 传约, 农分田而根, 甲分货而犯, 百公分事而劝, 世代府分职而听, 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 三公总方而义, 则天子共己而以, 出若入若, 天下莫不平均, 莫不至便, 是百王之所痛也, 而离法之大分也, 百里之地, 可以取天下, 事不须, 其难者在人主之之之也, 取天下者, 非赴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 道足以依人而以, 比其人苟依, 则其土地且吸取我而是他, 顾百里之地, 其等位觉福, 足以容天下之贤是以, 其官职事业, 足以容天下之能是以, 寻其旧法, 则其善者而明用之, 足以顺服好力之人以, 贤是一焉, 能是观焉, 好力之人服焉, 三者聚而天下尽, 无有是其外以, 顾百里之地, 足以结义以, 至忠性, 助仁义, 足以结仁义, 良者何而天下取, 诸侯后同者先为, 施曰, 自西自东, 自南自北, 无私不服一人之位也, 亦, 丰门者, 善服赦者也, 亡良, 造父者, 善服欲者也, 聪明君子者, 善服人者也, 人服而易从之, 人不服而易去之, 故亡者以于服人以, 故人主欲的善舍, 舍远中为, 则莫若易, 丰门以, 欲的善欲, 急速至远, 则莫若亡良, 造父以, 欲的调依天下, 至情处, 则莫若聪明君子以, 其用之甚俭, 其为事不劳, 而功名至大, 甚义处而其可乐也, 故名君以为宝, 而愚者以为难, 夫贵为天子, 富有天下, 名为圣王, 兼至人, 仁莫得而至也, 是人情之所同欲也, 而王者兼而有事者也, 众色而依之, 众位而食之, 众财物而至之, 和天下而君之, 饮食甚厚, 身月甚大, 台械甚高, 圆幼甚广, 成使诸侯, 以天下, 是幼人情之所同欲也, 而天子之理智如是者也, 制度以成, 政令以邪, 观人施要则死, 公侯施理则忧, 四方之国, 有齿离之德则必灭, 名声若日月, 公姬如天地, 天下之人因之如景象, 是幼人情之所同欲也, 而王者兼而有事者也, 故人之情, 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 而好生而生月莫大焉, 目好色而文章至凡妇女莫重焉, 形体好意而安重贤静莫于焉, 心好力而古露莫厚焉, 何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 高劳天下而至之若至子孙, 人苟不狂祸杠漏者, 其谁能赌事而不乐也哉, 欲是之主, 并兼而存, 能见事之事不是绝, 千岁而不合, 何也, 曰, 人主不公, 人臣不忠也, 人主则外贤而偏举, 人臣则真职而度贤, 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 人主胡不广焉, 无序清书, 无偏贵贱, 为臣能知求, 若是, 则人臣清职业让贤, 而安随其后, 如是, 则顺语还智, 王爷还起, 公依天下, 名配顺语, 物有有可乐, 如是其美焉者乎, 呜呼, 君人者, 亦可以查若言矣, 杨朱枯取图约, 死夫过举魁步, 而绝叠千里者夫, 哀哭之, 死亦荣辱, 安为, 存亡之取义, 死其为可哀, 胜于取图, 呜呼, 哀哉, 君人者, 千岁而不绝也, 无国而不有制法, 无国而不有乱法, 无国而不有贤士, 无国而不有罢士, 无国而不有怨民, 无国而不有汉民, 无国而不有美俗, 无国而不有恶俗, 两者并行, 而国在上偏而国安, 在下偏而国为, 上亿而亡, 下亿而亡, 故其法治, 其左贤, 其名愿, 其俗美, 而似者其, 夫世之位上依, 如是则不战而胜, 不公而得, 甲兵不劳而天下福, 故汤以伯, 文王以号, 皆百里之地也, 天下为依, 诸侯未成, 通达之属, 莫不从福, 无他故焉, 似者其也, 节奏积蓄, 后, 予有天下之意, 所谓匹夫而不可得也, 事无他故焉, 似者并亡也, 故百王之法不同弱势, 所归者亦也, 上莫不至爱其下, 而至之以理, 上之余下, 如宝赤子, 正令制度, 所以皆下之人, 百姓有不理者如豪莫, 则虽孤独观寡, 必不加焉, 故下之亲上, 欢如父母, 可杀而不可使不顺, 君臣上下, 贵贱长幼, 置于庶人, 莫不以示为龙镇, 然后皆内自省, 以锦于分, 是百王之所以痛也, 而礼法之书要也, 然后农分田而根, 甲分祸而犯, 百公分事而劝, 是代福分执而听, 见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 三公总方而义, 则天子共己而止以, 出若入若, 天下莫不平均, 莫不至便, 是百王之所同, 而礼法之大分也, 若夫冠日而至平, 全物而称用, 使衣服有至, 公事有度, 人徒有数, 丧祭谢用皆有等一, 已是用邪于万物, 尺寸寻帐, 莫得不寻乎制度数量然后行, 则是官人实力之事也, 不足属于大君子之前, 故军人者, 立龙正本朝而当, 所使要百事者, 成人人也, 则身义而国制, 公大而明媚, 上可以望, 下可以罢, 立龙正本朝而不当, 所使要百事者非人人也, 则身劳而国乱, 公废而明辱, 设计必为, 是人君者之书机也, 故能当一人而天下去, 失当一人而设计为, 不能当一人, 而能当千人百人者, 说无知有也, 既能当一人, 则身有何劳而为, 垂衣上而天下定, 故汤用衣饮, 文王用吕上, 武王用赵公, 臣王用周公但, 背着武伯, 其还公归门之内, 献乐, 奢态, 游玩之修, 于天下不见未修, 然酒和诸侯, 一筐天下, 为武伯长, 事亦无他故焉, 知一阵于管众也, 事君人者之要守也, 知者亦为知心力, 而功名其大, 舍事而赎足为也, 故古之人, 有大功名者, 必道士者也, 丧其国, 为其身者, 必反士者也, 故孔子曰, 知者知知, 故以多以, 有以手少, 能无察乎, 与者知知, 故以少以, 有以手多, 能无狂乎, 此之为也, 治国者, 愤已定, 则主向臣下百利, 各仅其所闻, 不误听其所不闻, 各仅其所见, 不误是其所不见, 所闻所见, 臣以其矣, 则虽悠闲隐辟, 百姓莫敢不尽分安置, 以化其上, 事知国之真也, 主道至尽不至远, 至名不至幽, 至宜不至耳, 主能至尽则远者理, 主能至名则幽者化, 主能当义则百事正, 夫坚听天下, 日有余而至不足者如此也, 事知知己也, 既能至尽, 又物至远, 既能至名, 又物见幽, 既能当一, 又物正百, 事过者也, 过犹不及也, 辟知事游历植木, 而求其井之网也, 不能至尽, 又物至远, 不能查明, 又物见幽, 不能当一, 又物正百, 事备者也, 辟知事游历网木, 而求其井之之之也, 故名主好要, 而按主好想, 主好要则百事想, 主好想则百事荒, 君者, 论一乡, 成一法, 名一旨, 以兼赴之, 兼赵之, 以观其胜者也, 乡者, 论列百官之常, 要百事之听, 以示朝廷臣下百吏之分, 度其功劳, 论其庆赏, 遂中奉其成功以效于君, 当则可, 不当则废, 故军人劳于所知, 而修于使之, 用国者, 的百姓之利者富, 的百姓之死者强, 的百姓之欲者荣, 三德者聚而天下归之, 三德者亡而天下去之, 天下去之之未亡, 天下去之之未亡, 汤武者, 寻, 修, 其道, 行其义, 心天下同利, 除天下同害, 天下归之, 故后得应以先之, 明礼义以道之, 至忠信以爱之, 赏贤使能以赐之, 绝福赏庆以身重之, 实其事, 亲其刃, 以条其之, 恍然肩负之, 养长之, 如宝赤子, 身名则至宽, 使名则其理, 辩证令制度, 所以皆天下之人, 百姓有非理者如豪莫, 则虽孤独观寡, 必不加焉, 是故百姓贵之如地, 亲之如父母, 为之出死断亡而不予者, 无他故焉, 道德成名, 立则成后也, 乱世则不然, 乌漫图道以先知, 全谋亲父以示之, 排忧, 诸如, 妇女之请业以备之, 始于照之, 始不孝灵贤, 生名则至平爱, 始名则其, 胜, 劳苦, 事故, 百姓见之如, 恶之如鬼, 日欲私间而相与投及之, 去逐之, 促有寇难之事, 又望百姓之为己死, 不可得也, 说无以取之焉, 孔子曰, 神无所以是人, 是人之所以来我也此之为也, 商国者, 何也, 曰, 以小人上名而威, 以非所取于名而巧, 是商国之大灾也, 大国之主也, 而好见小利, 是商国, 其余深色, 台谢, 原又也, 月艳而好心, 是商国, 不好寻, 修, 正其所以有, 但但常遇人之有, 是商国, 三邪者在胸中, 而又好以权谋亲父之人, 断是其外, 若是, 则权亲民辱, 设计必为, 是商国者也, 大国之主也, 不隆本行, 不尽旧法, 而好诈故, 若是, 则夫朝廷群臣, 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 而好亲父也, 朝廷群臣之俗若是, 则夫众数百姓, 并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 而好贪利矣, 君臣上下之俗, 莫不若是, 则得虽广, 权必轻, 人虽重, 兵必弱, 刑罚虽凡, 令不下通, 夫是之位为国, 是商国者也, 如者为之不然, 必将驱辩, 朝廷必将隆礼义, 而审贵贱, 若是, 则是代夫莫不禁节, 死至者已, 百官则将其其制度, 众其官制, 若是则百利莫不畏法而尊神已, 官是己而不争, 直律禁止而不偏, 如是则伤甲莫不敦阙而无诈矣, 百公将时斩罚, 挑其其日, 而立其巧认, 如是, 则百公莫不忠信而不苦矣, 现彼将清田也知税, 审刀不知脸, 喊举利益, 无夺农时, 如是则农夫莫不普利而寡能矣, 世代夫务皆死至, 然而兵敬, 百利未法寻神, 然后国常不乱, 商甲敦却无诈, 则商屡安或通财而国求给矣, 百公忠信而不苦, 则弃用巧辩而才不愧矣, 农夫普利而寡能, 则上不失天时, 下不失地利, 终得人和, 而百事不费, 事之为政令行, 风俗美, 以守则固, 以贞则强, 居则有名, 动则有功, 此如之所谓屈辩也, 军道偏第十二有乱军, 无乱国, 有智人, 无智法, 义知法非王也, 而义不适中, 与之法尤存, 而下不适亡, 故法不能独立, 类不能自行, 得其人则存, 失其人则亡, 法者智之端也, 圣,君, 子者法之缘也, 故有君子, 则法虽审, 足以便已, 无君子, 则法虽具, 师先后之师, 不能因事之变, 足以乱矣, 不知法之义, 而正法之术者, 虽薄, 临世必乱, 故民主及得其人, 而暗主及得其义, 及得其人, 则生义而国制, 公大而明媚, 上可以望, 下可以罢, 不及得其人而及得其义, 则生劳而国乱, 公费而敏辱, 设计必为, 故君人者, 老于所知, 而休于使之, 书曰, 为文王禁忌, 义人已则此之谓也, 何福杰, 别弃劝者, 所以未信也, 上好权谋则成下百利, 但诈之人盛世而后期, 探愁投钩者, 所以未公也, 上好屈私则成下百利盛世而后偏, 横石称献者, 所以未平也, 上好父亲则成下百利盛世而后偏, 豆湖敦盖者, 所以未则也, 上好贪力则成下百利盛世而后封取克语, 以无度取于名, 故谢数者, 至之流也, 非至之源也, 君子者, 至之源也, 官人守树, 君子养元, 元清则留清, 元酌则留酌, 故上好礼益, 上贤使能, 无贪力之心, 则下意将其辞让, 至忠信, 而谨于臣子矣, 如是则虽在小明, 不呆何福节, 别弃劝而信, 不呆探愁投钩而攻, 不呆充实称献而平, 不呆豆湖敦盖而则, 故赏不用而明劝, 罚不用而明福, 有私不劳而适智, 正令不凡而俗美, 百姓莫敢不顺上之法, 向上之智, 而劝上之事, 而安乐之矣, 故己脸忘费, 事业忘劳, 寇难忘死, 成郭不呆事而故, 兵任不呆灵而静, 敌国不呆福而屈, 四海之民不呆令而依, 夫事之位至平, 诗曰, 王有允塞, 徐方济来此之位也, 请问为人君, 曰, 以礼分师, 君辨而不偏, 请问为人臣, 曰, 以礼是君, 终顺而不屑, 请问为人父, 曰, 宽慧而有礼, 请问为人子, 曰, 敬爱而至闻, 请问为人兄, 曰, 慈爱而渐有, 请问为人帝, 曰, 禁躯而不苟, 请问为人夫, 曰, 至公而不留, 至灵而有便, 请问为人妻, 曰, 夫有礼则柔从听事, 夫无礼则恐惧而自耸也, 死道也, 偏利而乱, 聚利而至, 其足以基矣, 请问奸能之奈何, 曰, 审之礼也, 古者先望审礼, 以方黄州夹于天下, 动无不当也, 故君子公而不难, 敬而不拱, 贫穷而不曰, 富贵而不娇, 并欲变态而不穷, 审之礼也, 故君子之于礼, 敬而安之, 其于事也, 敬而不失, 其于人也, 寡愿宽裕而无阿, 其所谓生也, 谨修事而不为, 其应便故也, 其给便捷而不惑, 其于天地万物也, 不勿说其所以然, 而至善用其才, 其于百官之事记忆之人也, 不语之真能, 而至善用其功, 其待上也, 终顺而不屑, 其始下也, 君辩而不偏, 其交由也, 原意而有泪, 原类而有益, 其居相礼也, 容而不乱, 事故穷则必有名, 达则必有功, 人后肩负天下而不明, 明达用天地理万辩而不移, 血气和平, 致意广大, 行义塞于天地之间, 仁智之己也, 夫事之位圣人, 神之礼也, 请问卫国, 约闻修身, 卫常闻卫国也, 君者一也, 明者景也, 宜震而景震, 君者盘也, 明者水也, 盘圆而水圆, 君者于也, 于方而水方, 君涉则成绝, 楚庄王好细妖, 故朝有恶人, 故曰, 闻修身, 未常闻卫国也, 君者, 明知缘也, 缘清则留清, 缘浊则留浊, 故有设计者而不能爱明, 不能立明, 而求明知清爱己, 不可得也, 明不清不爱, 而求为己用, 为己死, 不可得也, 明不为己用, 不为己死, 而求兵之敬, 臣之故, 不可得也, 兵不敬, 臣不故, 而求敌之不治, 不可得也, 敌之而求无为消, 不灭亡, 不可得也, 为消灭亡之情, 举姬此意, 而求安乐, 是狂生者也, 狂生者, 不虚实而落, 故人主欲强固安乐, 则莫若返之名, 欲赴下一名, 则莫若返之正, 欲修正美国, 俗, 则莫若求其人, 彼或蓄姬而得之者不适觉, 彼其人者, 深乎经之事, 而至乎古之道, 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 然而于是, 是子, 独好之, 以天下之名莫欲, 为之也, 然而于是, 是子, 独为之, 好之者贫, 为之者穷, 然而于是, 是子, 犹江为之也, 不为少请错焉, 小然独明于先望之, 所以得之, 所以施之, 知国之安为赃否, 若别白黑, 是其人也, 代用之, 则天下为依, 诸侯未成, 小用之, 则微行灵笛, 纵不能用, 使无去其疆域, 则国终生无故, 故君仁者, 爱民而安, 好事而容, 两者无一焉而亡, 诗曰, 借人为藩, 大师为原此之位也, 道者, 何也, 曰, 君道也, 君之所道也, 君者, 何也, 曰, 能群也, 能群也者, 何也, 曰, 善生养人者也, 善般智人者也, 善显舍人者也, 善藩世人者也, 善生养人者人轻之, 善般智人者人安之, 善显舍人者人乐之, 善藩世人者人容之, 似统者聚, 而天下归之, 夫世之未能群, 不能生养人者, 人不亲也, 不能搬至人者, 人不安也, 不能显舍人者, 人不乐也, 不能藩世人者, 人不容也, 似统者王, 而天下去之, 夫世之未匹夫, 故曰, 道存则国存, 道王则国王, 沈公甲, 众农夫, 竟盗贼, 除奸邪, 是所以生养之也, 天子三公, 诸侯一乡, 大夫善官, 是保值, 莫不法度而公, 是所以班至之也, 论得而定次, 量能而受官, 皆使其人载其事, 而各得其所疑, 上贤使之为三公, 四贤使之为诸侯, 下贤使之为士大夫, 是所以显舍之也, 修官便衣裳, 俯服文章, 雕琢刻漏, 皆有等差, 是所以番世之也, 故由天子至于庶人也, 莫不逞其能, 得其至, 安乐其事, 使所痛也, 依宣而时充, 居安而游乐, 适时致名而用足, 适又所痛也, 若夫重色而成文章, 重谓而成真备, 时所演也, 圣王财眼, 以名便义, 上以是贤良而名贵贱, 下以是常诱而名轻书, 上在王宫之朝, 下在百姓之家, 天下小然皆知其所以为义也, 将以名分达至而保万事也, 故天子诸侯无弥废之用, 是代府无流淫之行, 百利官人无怠慢之事, 众数百姓无奸怪之俗, 无盗贼之罪, 其能以称亦便以, 故曰, 智则眼及百姓, 乱则不足及王宫, 此之为也, 智道大行, 龙理智法则国有常, 上贤史能则明之方, 转论公察则明不宜, 赏客伐偷则明不带, 兼听其名则天下归之, 然后明分直, 续事业, 才计官能, 莫不治理, 则公道达而思门塞以, 公义名而思事习以, 如是则得后者敬而宁说者止, 贪力者退而连结者起, 书曰, 先识者杀无赦, 不歹识者杀无赦, 人习其事而故, 人之百事, 如而目比口之不可以相戒官也, 故之分而明不叹, 慢, 似定而序不乱, 兼听其名而百事不留, 如是则臣下百利至于数人, 莫不修己而后感安正, 成能而后感受之, 百姓义俗, 小人变心, 兼怪之属, 莫不返阙, 夫事之为正交之极, 故天子不适而见, 不听而聪, 不律而知, 不动而宫, 快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 如似之之从心, 夫事之为大行, 诗曰, 温温宫人, 为德之基此之为也, 为人主者, 莫不欲强而恶弱, 欲安而恶为, 欲荣而恶辱, 是与劫之所痛也, 要此三欲, 辟此三恶, 果何道而辩, 曰, 在圣取香, 道莫尽是矣, 故知而不仁不可, 仁而不知不可, 既知且仁, 是仁主之宝也, 而王霸之左也, 不及的, 不知, 得而不用, 不仁, 无其人而信有其功, 于莫大焉, 经人主有六, 大, 患, 始贤者未知, 则与不孝者规知, 始知者律知, 则与愚者论知, 始修事行知, 则与污邪之人遗知, 虽欲成功, 得乎哉, 辟知是由立直目而恐其景之网也, 或莫大焉, 与曰, 好女之色, 恶者之孽也, 公正之事, 众人之所也, 寻, 修, 忽道之人, 污邪之贼也, 今始污邪之人, 论其怨贼, 而求其无偏, 得忽哉, 辟知是由立网目而求其景之之也, 乱莫大焉, 顾骨之人为之不然, 其取人有道, 其用人有法, 取人之道, 参之以礼, 用人之法, 敬之以等, 行义动静, 度之以礼, 之律取舍, 积之以臣, 日月积久, 孝之以公, 顾悲不得以灵尊, 轻不得以献重, 于不得以谋之, 是以万举而不过也, 顾孝之以礼, 而观其能安静也, 与之举措迁移, 而观其能应辩也, 与之安厌, 而观其能无流涛也, 皆知以声色, 权力, 愤怒, 唤险, 而观其能无礼守也, 彼尘有知者, 与尘无知者, 若白黑然, 可屈携哉, 顾伯乐不可欺以马, 而君子不可欺以人, 此明王之道也, 人主欲的善舍, 舍远中为者, 献贵决重赏以招致之, 内不可以阿子弟, 外不可以引远人, 能忠试者取之, 是其不必得知之道也哉, 虽圣人不能亦也, 欲的善欲速致远者, 一日而千里, 献贵决重赏以招致之, 内不可以阿子弟, 外不可以引远人, 能致试者取之, 是其不必得知之道也哉, 虽圣人不能亦也, 欲至国欲明, 吊依上下, 将内以故臣, 外以巨难, 致则致人, 人不能致也, 乱则为辱灭亡, 可立而呆也, 然而求亲相辅佐, 则独不若是其功也, 按为便必轻笔己者致用也, 其不过甚以哉, 故有设计者, 莫不欲强, 而则若以, 莫不欲安, 而则为以, 莫不欲存, 而则亡以, 故有万国, 今有十数焉, 事无他故, 莫不失之事也, 故民主有私人已经识语, 无私人已官职事也, 事何也, 曰, 本不立于所思也, 彼不能而主使之, 则是主案也, 成不能而无能, 则是承诈也, 主案于上, 承诈于下, 灭亡无日, 拒害之道也, 夫文王非无贵妻也, 非无子弟也, 非无便必也, 替然乃举太公于周人而用之, 其私之也哉, 以为倾斜, 则周姬信也, 而彼将信也, 以为故邪, 则为长相侍也, 以为好利邪, 则夫人行年七十有二, 允然而耻舵矣, 然而用之者, 夫文王欲立贵道, 欲白贵名, 已会天下, 而不可以读也, 非于世子莫足以举之, 故举世子而用之, 于世乎贵道果利, 贵名果名, 白, 兼至天下, 立七十一国基信独居五十三人, 周之子孙, 苟不狂祸者, 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 如是者能爱人也, 故举天下之大道, 立天下之大功, 然后引其所连所爱, 其下游足以为天下之显诸侯, 故曰, 为民主为能爱其所爱, 按主则必为其所爱, 此之为也, 强之外, 目不见也, 礼之前, 耳不闻也, 而人主之首思, 远者天下, 静者静内, 不可不略之也, 天下之变, 静内之事, 有迟亦于差者也, 而人主无由之之, 则是居邪必赛之端也, 耳目之名, 如是其狭也, 人主之首思, 如是其广也, 其中不可以不知也, 如是其为也, 然则人主将何以知之, 曰, 便必左右者, 人主之所以亏远收众之门户有相也, 不可不早聚也, 故人主必将有遍避左右族信者, 然后可, 其知会族使归物, 其端成族使定物, 然后可, 夫是之为国具, 人主不能不有油关安厌之时, 则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便焉, 如是, 国者, 事物之志也如全缘, 一物不应, 乱之端也, 故曰, 人主不可以读也, 亲相辅佐, 人主之机障也, 不可不早聚也, 故人主必将有亲相辅佐族认者, 然后可, 其得因足以填腐百姓, 其知律足以应待万变, 然后可, 夫是之为国具, 四邻诸侯之相遇, 不可以不相接也, 然而不必相亲也, 故人主必将有足使欲至决疑于远方者, 然后可, 其辩说足以解凡, 其知律足以决疑, 其其断足以巨难, 不孩至, 不反君, 然而因薄悍患, 足以持设计, 然后可, 夫是之为国具, 故人主无辩必左右足性者, 为之暗, 无亲相辅佐足认者, 为之独, 所使于四邻诸侯者非其人, 为之孤, 孤独而暗, 为之为, 国虽若存, 古之人曰亡以, 施曰, 及己多事, 文王以名此之谓也, 才人, 愿却居禄, 技术欠色, 而无敢宜丧, 事官人使力之才也, 修施端正, 尊法尽分, 而无亲策之心, 守之寻, 修, 也, 不敢损意, 可传世也, 而不可使清夺, 事事代福官师之才也, 知隆礼义之为尊君也, 知好事之为美名也, 知爱名之为安国也, 知有常法之为义俗也, 知上贤使能之为常公也, 知物本尽莫之为多才也, 知无与下真小利之为便于是也, 知名之度, 全物称用之为不逆也, 事倾相辅佐之才也, 为疾君道也, 能论观此三才者而无师其次, 事为人主之道也, 若事则生意而国制, 功大而明美, 上可以望, 下可以罢, 事人主之要守也, 人主不能论此三才者, 不知道此道, 安直将悲亦出劳, 并耳目之乐, 而轻自贯日而至祥, 宜内, 日, 而屈辨之, 律语成下真小茶而其偏能, 自古及经, 未有如此而不乱者也, 事所谓事乎不可见, 听乎不可闻, 未乎不可成, 此之谓也, 臣道篇第十三人臣之论, 有太臣者, 有篡臣者, 有功臣者, 有圣臣者, 内部族使一名, 外部族使巨男, 百姓不清, 诸侯不信, 然而巧民宁说, 善取宠乎上, 事太臣者也, 尚不忠乎君, 下善取欲乎明, 不须公道通义, 彭党彼舟, 以还主徒私畏物, 事窜臣者也, 内族使以一名, 外族使以巨男, 明清之, 事兴之, 上忠乎君, 下爱百姓而不倦, 事功臣者也, 上则能尊君, 下则能爱民, 正令教化, 行下如影, 因促欲辩, 其给如想, 推类皆欲, 以待无方, 屈臣至相, 事圣臣者也, 故用圣臣者亡, 用功臣者强, 用篡臣者为, 用太臣者亡, 太臣用则必死, 篡臣用则必为, 功臣用则必荣, 圣臣用则必尊, 故其知苏秦, 楚之周侯, 秦之张仪, 可谓太臣者也, 寒之张去集, 赵之凤阳, 其知梦常, 可谓篡臣也, 其知管仲, 敬之旧范, 处之孙疏敖, 可谓功臣也, 因之依隐, 周之太功, 可谓胜臣也, 世人臣之论也, 及凶贤不孝之己也, 必谨致之, 而胜自卫则取焉, 足以机矣, 从命而立军位之顺, 从命而不立军位之产, 逆命而立军位之中, 逆命而不立军位之窜, 不续军之荣辱, 不续国之赃否, 偷何苟荣以持路养交而以耳, 为之国贼, 君有过谋过事, 将为国家允设计之巨也, 大臣父兄, 有能敬言于君, 用则可, 不用则去, 为之见, 有能敬言于君, 用则可, 不用则死, 为之真, 有能彼之同立, 帅群臣百立而相与强军缴军, 君虽不安, 不能不听, 遂以解国之大患, 除国之大害, 臣于尊君安国, 为之府, 有能抗君之命, 窃君之重, 反君之势, 以安国之为, 除君之辱, 功伐足以臣国之大力, 为之福, 故见真福福之人, 设计之臣也, 国君之宝也, 明君之所尊厚也, 而按主或君以为己贼也, 故明君之所赏, 按君之所罚也, 按君之所赏, 明君之所杀也, 依隐姬子可谓贱也, 彼甘子须可谓贞也, 平原君之于赵可谓服也, 信林君之于谓可谓服也, 传约, 从道不从君辞之谓也, 故正义之臣舍, 则朝廷不破, 见真福福之人性, 则君过不远, 找牙之士师, 则愁愁不作, 边境之臣处, 则将垂不丧, 故民主好童而按主好独, 民主上贤是能而享其胜, 按主度贤为能而灭其功, 拔其忠, 赏其贼, 夫氏之位至暗, 节奏所以灭也, 是圣君者, 有听从无见真, 是中君者, 有见真无产于, 是暴君者, 有补销无脚服, 破邪于乱石, 穷居于暴国, 而无所必之, 则崇其美, 扬其善, 为其恶, 引其败, 言其所长, 不称其所短, 以为成俗, 施曰, 国有大命, 不可以告人, 防其功身此之位也, 恭敬而训, 听从而明, 不敢有义思决则也, 不敢有义思取语也, 以顺上位置, 事事圣君之义也, 忠信而不渝, 见真而不产, 较然刚折端至而无清策之心, 事暗曰是, 非暗曰非, 事事中君之义也, 调而不留, 柔而不屈, 宽容而不乱, 小然以至道而无不调和也, 而能化义, 时官内之, 事事报君之义也, 若欲谱马, 若仰赤子, 若实为人, 故因其聚也而改其过, 因其忧也而变其故, 因其喜也而入其道, 因其怒也而除其怨, 屈得所谓焉, 书曰, 从命而不服, 为贱而不倦, 为上则明, 为下则训此之谓也, 事人而不顺者, 不及者也, 急而不顺者, 不敬者也, 敬而不顺者, 不忠者也, 忠而不顺者, 无功者也, 有功而不顺者, 无德者也, 故无德之为道也, 商吉, 堕功, 灭苦, 故君子不畏也, 有大忠者, 有次忠者, 有下忠者, 有国贼者, 以得父, 父, 君而化之, 大忠也, 以得调君而补, 辅, 之, 次忠也, 以事见非而怒之, 下忠也, 不须君之荣辱, 不须国之赃否, 偷何苟荣, 以之持路养娇而以而, 国贼也, 若周公之于成王也, 可谓大忠也, 若管仲之于还公, 可谓次忠也, 若子虚之于夫叉, 可谓下忠也, 若曹处龙之于咒者, 可谓国贼也, 忍者必尽人, 凡人非贤, 则暗不孝也, 人贤而不敬, 则是禽兽也, 人不孝而不敬, 则是侠虎也, 禽兽则乱, 侠虎则为, 栽及其身矣, 施约, 不敢抱虎, 不敢逢合, 人知其一, 莫知其他, 战战兢兢, 如林深渊, 如履薄冰, 死之未也, 故人者必尽人, 尽人有道, 贤者则贵而尽之, 不孝者则味而尽之, 贤者则轻而尽之, 不孝者则疏而尽之, 其尽亦也, 其情二也, 若夫忠信端阙而不害伤, 则无皆而不然, 是仁人之之也, 忠信以为直, 端阙以为统, 礼义以为文, 伦类以为理, 喘而言, 如而动, 而亦可以为法则, 施曰, 不见不贼, 先不畏则此之未也, 恭敬, 礼也, 调和, 乐也, 谨慎, 利也, 斗怒, 害也, 故君子安理乐利, 谨慎而无斗怒, 事已百举不过也, 小人反事, 通中之顺, 全显之平, 或乱之从身, 三者非明主末之能之也, 真然后善, 历然后恭, 出死无私, 至忠而恭, 夫侍之未通中之顺, 信邻君寺之以, 夺然后义, 杀然后人, 上下一位然后真, 恭参天的, 责备申明, 夫侍之未全显之平, 汤无事也, 过而通情, 何而无精, 不许是非, 不论屈直, 偷何苟容, 迷乱狂生, 夫侍之未或乱之从身, 非连恶来世也, 传曰, 斩而齐, 网而顺, 不同而依师曰, 受小求大求, 为下国坠留此之位也, 至世篇第十四横听, 显忧, 众明, 退奸, 尽良之术, 彭党彼舟之欲, 君子不听, 残贼家类之赠, 君子不用, 隐记拥蔽之人, 君子不敬, 或才情独之请, 君子不许, 凡流言, 流说, 流氏, 流谋, 流欲, 流肃, 不官而横置者, 君子慎之, 闻听而名誉之, 定其当而当, 然后是其行赏而还语之, 如是则兼言, 兼说, 兼氏, 兼谋, 兼欲, 兼宿, 莫知事也, 忠言, 忠说, 忠室, 忠谋, 忠欲, 忠宿, 莫不明通, 方启以上尽以, 夫氏之谓恒听, 显忧, 众明, 退奸, 尽良之术, 穿冤生而于憋归之, 山林茂而情寿归之, 行政平而百姓归之, 礼义备而君子归之, 顾礼即生而行修, 义即国而证明, 能以礼邪而贵明白, 天下愿, 令行禁止, 王者之事必以, 施曰, 慧此中国, 以虽四方此之位也, 穿冤者龙于之居也, 山林者鸟兽之居也, 国家者市民之居也, 穿冤枯则龙于去之, 山林显则鸟兽去之, 国家施政则市民去之, 无土则人不安居, 无人则土不守, 无道法则人不治, 无君子则道不举, 故土之与人也, 道之与法也者, 国家之本作也, 君子也者, 道法之总要也, 不可少情况也, 得之则智, 施之则乱, 得之则安, 施之则惟, 得之则存, 施之则亡, 故有两把而乱者有之以, 有君子而乱者, 自古及经, 未常闻也, 传曰, 至身乎君子, 乱生于小人此之谓也, 得众动天, 每一言年, 成性如神, 夸诞如魂, 人主之患, 不在乎不言用贤, 而在乎, 不, 臣必用贤, 夫言用贤者, 口也, 却贤者, 行也, 口行相反, 而欲贤者之志, 不孝者之退也, 不亦难呼, 夫要禅者, 物在名其火, 正其数而已, 火不明, 虽正其数, 无益也, 经人主有能明其德, 则天下归之, 若禅之归明火也, 灵世皆明, 而以义便因, 宽裕而多荣, 恭敬以先之, 正之始也, 然后中和茶段以福之, 正之龙也, 然后进退诸赏之, 正之中也, 故一年雨之始, 三年雨之中, 用其中谓始, 则正令不行而上下愿, 即乱所以自作也, 书曰, 亦行亦杀, 勿拥以及, 女为曰, 未有顺势言先交也, 臣者物之准也, 理者节之准也, 臣以利数, 理以定伦, 得以序位, 能以受官, 凡节奏欲灵, 而声明欲宽, 节奏灵而闻, 声明宽而安, 上闻下安, 功名之几也, 不可以加以, 君者国之龙也, 父者家之龙也, 龙义而至, 二而乱, 自古及经, 未有二龙真重而能长久者, 师数有四, 而薄习不语焉, 尊严而淡, 可以为师, 其爱而性, 可以为师, 颂说而不灵不犯, 可以为师, 知为而论, 可以为师, 故师数有四, 而薄习不语焉, 水生而回, 树落则分本, 弟子通利则思诗, 师曰, 无言不愁, 无德不报此之位也, 赏不欲见, 行不欲烂, 赏见则利即小人, 行烂则害即君子, 若不幸而过, 宁简无懒, 与其害善, 不若利盈, 义兵偏第十五, 林武君与孙亲子, 义兵于赵孝城王前, 王曰, 请问兵要, 林武君对曰, 上的天时, 下的地利, 官敌之变动, 后之发, 先知智, 此用兵之要术也孙亲子曰, 不然, 臣所闻古之道, 凡用兵攻占之本, 在乎一名, 攻始不调, 则义不能以中为, 六马不合, 则造父不能以致远, 是名不亲父, 则汤武不能以弊胜也, 故善复明者, 是乃善用兵者也, 故兵要在乎善复明而已, 林武君曰, 不然, 兵之所贵者毅力也, 所行者便诈也, 善用兵者, 敢呼幽暗, 莫知其所从出, 孙无用之无敌于天下, 岂必呆赴明哉, 孙亲子曰, 不然, 臣之所道, 人人之兵, 王者之志也, 君之所贵, 全谋毅力也, 所行, 攻夺便诈也, 诸侯之士也, 人人之兵, 不可诈也, 彼可诈者, 怠慢者也, 录弹者也, 君臣上下之间, 华, 患, 然有离得者也, 故以劫诈节, 有巧捉有信焉, 以劫诈窑, 辟之若以卵头时, 以止挠肺, 若附水火, 入焉焦煤耳, 故人人上下, 百江一星, 三君同立, 臣之于君也, 下之于上也, 若子之士父, 帝之士兄, 若手臂之汉头目而父兄父也, 乍而习之, 与先经而后及之, 亦也, 且人人之用十里之国, 则将有百里之听, 用百里之国, 则将有千里之听, 用千里之国, 则将有四海之听, 必将聪明警戒和传而依, 故人人之兵, 聚则臣促, 散则臣列, 言则若莫邪之常任, 应之者断, 对则若莫邪之利封, 当之者愧, 还居而方指, 则若磐时然, 处之者搅催, 按角路躲隆种东隆而退尔, 且夫报国之君, 将谁与治哉, 必其所与治者, 必其名也, 而其名之亲我欢若父母, 其好我分若娇兰, 必反顾其上, 则若酌情, 若愁愁, 人之情, 虽结直, 其又肯为其所恶, 贼其所好者哉, 事由始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 必必将来告知, 夫又何可诈也, 故人人用国日明, 诸侯先顺者安, 后顺者为, 律敌之者消, 反之者亡, 诗曰, 五王载发, 有钱秉月, 如火烈烈, 则莫我感恶此之位也, 孝辰王, 领武军曰, 善, 请问王者之兵, 设何道何行而可, 孙卿子曰, 凡在大王, 将律莫是也, 臣请遂道王者诸侯强若存亡之孝, 安为之矣, 君贤者其国志, 君不能者其国乱, 隆礼贵义者其国志, 简礼建义者其国乱, 智者强, 乱者弱, 是强弱之本也, 上足仰则下可用也, 上不仰则下不可用也, 下可用则强, 下不可用则弱, 是强弱之常也, 隆礼孝公, 上也, 众路贵结, 四也, 上弓见结, 下也, 是强弱之凡也, 好事者强, 不好事者弱, 爱明者强, 不爱明者弱, 正令性者强, 正令不幸者弱, 明其者强, 明不起者弱, 赏重者强, 赏轻者弱, 行威者强, 行武者弱, 谢用兵格公完便利者强, 谢用兵格与苦不便利者弱, 重用兵者强, 轻用兵者弱, 全出一者强, 全出二者弱, 是强弱之常也, 其人龙计机, 其计也, 得一手者, 则赐赎资金, 无本赏矣, 是是小敌粹, 则偷可用也, 是大敌间, 则换烟离尔, 若非渺然, 清策反复无日, 是亡国之兵也, 兵末若是矣, 是其去令是雍而战之, 即矣, 为是之五足, 以度取之, 依三属之甲, 操时二时之弩, 赴福使五十个, 至歌其上, 观待见, 迎三日之粮, 日中而屈百里, 中世则赴其户, 立其田宅, 是数年而衰, 而未可夺也, 改造则不亦周也, 事故的虽大, 其税必寡, 是为国之兵也, 情人, 其身名也侠恶, 其使名也酷烈, 劫之以义, 引之以恶, 扭之以庆赏, 丘之以刑罚, 使天下之名, 所以要利于上者, 非斗无有也, 恶而用之, 得而后供之, 供赏香长也, 五甲手而立五家, 是罪为众强长久, 多得以政, 故似是有甚, 非信也, 数也, 强国篇第十六刑犯政, 惊喜美, 供也巧, 火其得, 剖刑而莫邪乙, 然而不剥脱, 不抵立, 则不可以断神, 剥脱之, 抵立之, 则离盘于, 稳牛马, 忽然而, 毕国者, 亦强国之剖刑乙, 然而不教会, 不调依, 则入不可以守, 出不可以战, 教会之, 调义之, 则兵尽城固, 敌国不敢应也, 毕国者亦有底力, 礼义节奏事也, 故人之命在天, 国之命在礼, 人君者, 龙李尊贤而亡, 众法爱民而罢, 好力多诈而为, 权谋轻负忧险而亡, 威有三, 有道德之威者, 有报察之威者, 有狂妄之威者, 此三威者, 不可不赎察也, 礼义则修, 分义则明, 举措则实, 爱力则行, 如是, 百姓贵之如地, 高之如天, 亲之如父母, 为之如神明, 故赏不用而明劝, 罚不用而微行, 夫事之谓道德之威, 礼乐则不休, 分义则不明, 举措则不实, 爱力则不行, 然而其敬报也查, 其诸不服也审, 其刑罚众而信, 其诸杀猛而弊, 俨然而累积之, 如强验之, 如是, 百姓节则智慧, 赢则熬上, 直居则醉, 得奸则散, 敌忠则夺, 非节之以行义, 非正之以诸杀, 则无以有其下, 夫事之未报察之威, 无爱人之心, 无利人之事, 而日未乱人之道, 百姓患熬, 则从而直腹之, 行着之, 不合人心, 如是, 下笔舟崩溃以离上以, 轻腹灭亡, 可立而呆也, 夫事之未狂妄之威, 死三威者, 不可不赎察也, 道德之威成乎安强, 报察之威成乎为弱, 狂妄之威成乎灭亡也, 公孙子曰, 子发江西伐蔡, 克蔡, 或蔡侯, 归至命曰, 蔡侯奉其设计, 而归之处, 舍属二三子而至其地, 即处发其赏, 此发辞曰, 发戒不令而敌退, 是主威也, 喜举相公而敌退, 是将威也, 何占用力而敌退, 是众威也, 臣舍不宜以以众威受赏, 姬之曰, 子发之致命也公, 其辞赏也故, 夫尚贤使能, 赏有公, 法有罪, 非独义人谓之也, 彼先妄之道也, 义人之本也, 善善恶恶之因也, 致必犹之, 古今已也, 古者明王之举大事, 立大功也, 大事以伯, 大功以立, 则君享其成, 群臣享其功, 世代福一绝, 官人一智, 庶人一路, 誓以为善者劝, 为不善者举, 上下一心, 三君同立, 誓以百事成, 而功名大也, 经子发独不然, 反先妄之道, 乱楚国之法, 惰心功之臣, 此受赏之属, 无路忽阻党, 而亦悲其后事, 暗独以为私连, 其不过甚已哉, 故曰, 子发之致命也功, 其慈赏也故, 寻卿子说其相曰, 处圣人之义, 行圣人之道, 天下莫愤, 汤武是也, 处圣人之义, 不以圣人之道, 后于有天下之义, 所谓匹夫, 不可得也, 节奏是也, 然则得圣人之义者, 其不如圣人之道远矣, 夫主乡者, 圣人以义也, 是为是, 非为非, 能为能, 不能为不能, 并己知私欲, 必以道, 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 是圣人之道也, 经乡国上则的专主, 下则的专国, 乡国之于圣人之义, 但有之义, 然则胡不屈此圣人之义, 复圣人之道, 求仁后明通之君子而脱王焉, 与之参国阵, 正是非, 如是, 则国属敢不畏义以, 君臣上下, 贵贱长少, 至于庶人, 莫不畏义, 则天下赎不愈何异义, 贤是愿乡国之朝, 能是愿乡国之官, 好力之名莫不愿以其为规, 是亿天下也, 乡国舍是而不畏, 暗直为是世俗之所以畏, 则女主乱之功, 诈成乱之朝, 贪力乱之官, 众数百姓皆以贪力争夺为俗, 和若是而可以持国乎, 经据处献无前, 大燕秋无后, 敬畏勾无诱, 西攘之不觉若神, 楚人则乃有香奔开阳以灵无佐, 是一国作谋, 则三国必起而成我, 如是, 则其必断而为似, 三国若假成然而, 必为天下大孝, 和若两者属足为也, 夫节昼, 圣王之后子孙也, 有天下者之是也, 亦籍之所存, 天下之宗是也, 土地之大, 风内千里, 人之众数以亿万, 而而天下替然举去节奏而奔汤武, 反然举恶节奏而贵汤武, 是何也, 夫节奏何失而汤武何的也, 曰, 事无他顾焉, 节奏者善为人所恶也, 而汤武者善为人所好也, 人之所恶何也, 曰, 乌慢争夺贪力是也, 人之所好者何也, 曰, 礼义辞让忠信是也, 经军忍者, 辟称比方则欲自并呼汤武, 若其所以统之, 则无以异于节奏, 而求有汤武之功名, 可呼, 故凡得胜者, 必与人也, 凡得忍者, 必与道也, 道也者何也, 礼义辞让, 忠信是也, 故自四五万而亡者, 强胜非众之力也, 隆在信义, 自数百里而亡者, 安顾非大之力也, 隆在修正义, 经义有数万之重者也, 陶旦彼周以真语, 以有数百里之国者也, 乌慢徒道以真的, 然则是弃己之所安强, 而真己之所以为弱也, 损己之所不足, 以重己之所有余, 若是其被谋也, 而求有汤武之功名, 可乎, 辟之, 是由福而是天, 就经而引其足也, 说必不行以, 越物而越远, 为人臣者, 不须己行之不行, 苟得利而以矣, 是取冲入血而求利也, 是人人之所修而不畏也, 故人莫贵乎生, 莫乐乎安, 所以养生安乐者, 莫大乎礼义, 人之贵生乐安而弃礼义, 辟之事由玉寿而稳静也, 鱼莫大焉, 故君仁者, 爱鸣而安, 好事而容, 两者无一焉而亡, 诗曰, 驾人为藩, 大师为原子之谓也, 立数指, 艺术行, 何谓也, 曰, 情之谓也, 威强乎汤武, 广大乎顺语, 然而忧患不可胜笑也, 喜喜然常恐天下之一何而炸己也, 此所谓利数之也, 何谓乎威强乎汤武, 汤武也者, 乃能使说己者使而, 今处, 赴死焉, 国举焉, 赴三王之妙, 而辟于陈蔡之间, 是可思间, 暗欲善其境而以道情之父, 然而情使左暗左, 使幼暗幼, 是乃使仇人一也, 此所谓威强乎汤武也, 何谓广大乎顺语也, 曰, 古者百王之一天下, 陈诸侯也, 未有过风内千里者也, 京秦南乃有沙县语句, 是乃江南也, 北域湖河魏陵, 西有巴戎, 东再处者乃戒于其, 在寒者于常山乃有陵律, 在卫者乃具语经, 集去大两百有二十里而, 其在照者善然有陵而具松伯之赛, 复西海而故常山, 是地变天下也, 威洞海内, 强待中国, 然而忧患不可胜孝也, 喜喜然常恐天下之一何而炸己也, 此所谓广大乎顺语也, 然则奈何, 曰, 杰威返文, 暗用夫端成性权之君子至天下焉, 应与之参国正, 正是非, 至屈直, 听贤阳, 顺者错之, 不顺者而后诛之, 若是, 则兵不付出于塞外, 而另行于天下矣, 若是, 则虽未知住民唐于塞外而朝诸侯, 代可矣, 甲经之事, 矣得不如矣性之物也, 因侯问孙卿子曰, 入秦何见? 孙卿子曰, 其故赛县, 行义变, 山林穿古美, 天才之力多, 事行圣也, 入境, 观其风俗, 其百姓朴, 其身月不留乌, 其腹不挑, 圣位有私而顺, 古之明也, 即都亦官府, 其百利素然, 莫不恭俭敦敬, 忠信而不苦, 古之力也, 入其国, 观其世代府, 出于其门, 入于宫门, 出于宫门, 归于其家, 无有私事也, 不彼舟, 不彭党, 替然莫不明通而恭也, 古之世代府也, 观其朝廷, 其坚听觉百事不留, 天然如无智者, 古之朝也, 故似是有甚, 悲信也, 恕也, 是所见也, 故曰, 义而至, 曰而降, 不凡而恭, 智之至也, 情类之矣, 虽然, 则有其喜意, 监视数聚者而尽有之, 然而献之以王者之功名, 则替替然其不及远矣, 是何也, 则其代无如邪, 故曰翠而亡, 薄而罢, 无亦焉而亡, 此意情之所短也, 机为, 月不胜日, 时不胜月, 岁不胜时, 凡人好傲慢小事, 大事至然后心之物之, 如事, 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已, 事何也, 则小事之至也数, 其现日也薄, 其为机也大, 大事之至也稀, 其现日也浅, 其为机也小, 故善日者亡, 善时者罢, 补漏者为, 大荒者亡, 故王者近日, 罢者近时, 仅存之国为而后期之, 亡国之亡而后之亡, 至死而后之死, 亡国之或败, 不可胜悔也, 罢者之善, 助焉可以食托也, 亡者之功名, 不可胜日至也, 财物或宝, 以大为众, 正交功名反事, 能积为者速成, 施曰, 得犹如毛, 民先克举之此之位也, 凡间人之所以起者, 以上之不贵义, 不敬义也, 夫义者, 所以献尽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经上不贵义, 不敬义, 如是, 则天下之人百姓, 皆有弃义之志, 而有区间之心义, 此间人之所以起也, 且上者下之师也, 夫下之和尚, 辟之有响之应生, 引之相行也, 故为人上者, 不可不顺也, 夫义者, 内劫于人, 而外劫于万物者也, 上安于主, 而下调于明者也, 内外上下劫者, 义之情也, 然则凡为天下之药, 亦为本而性自知, 故者与汤本亦物性而天下智, 节奏器亦被性而天下乱, 故为人上者, 必将胜礼义, 物中性, 然后可, 此君仁者之大本也, 堂上不愤, 则焦草不沾矿云, 白刃汉呼凶, 则目不见流史, 拔己家乎守, 则食之不辞断, 非不以此为物也, 己仰还及之有相先者也, 故其之寄机, 不可以欲卫士之武足, 卫士之武足, 不可以欲情之瑞士, 情之瑞士, 不可以当还文之杰志, 还文之杰志, 不可以狄汤武之仁义, 有欲之者, 若以骄傲投食焉, 奸世属国者, 皆干赏倒立之兵也, 拥徒欲卖之道也, 为有贵上安置其节之礼也, 诸侯有能为妙之以节, 则作而兼待之而, 故昭静木选, 龙亦诈, 上功力, 事件之也, 礼义教化, 事其之也, 故以诈欲诈, 有有巧捉焉, 以诈欲其, 辟之有以锥刀堕泰山也, 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誓, 故王者之兵不适, 汤武之诸杰咒也, 拱义指挥, 而强暴之国莫不驱使, 诸杰咒若诸独夫, 故泰士曰, 独夫咒此之谓也, 故兵大齐则治天下, 小齐则治灵笛, 若夫召进木选, 龙翼诈, 上功力之兵, 则甚不甚无常, 待兮待章, 待存待王, 相为此雄而矣, 夫氏之谓道兵, 君子不由也, 故其之田丹, 储之庄敲, 情之谓秧, 燕之谋己, 是皆世俗所谓善用兵者也, 是其巧捉强弱, 则为有以相君也, 若其道义也, 为及何其也, 己弃丝炸, 全谋轻腹, 未免道兵也, 其还, 静蚊, 楚庄, 无何驴, 月勾见世皆和其之兵也, 可谓入其欲矣, 然而未有本统也, 故可以罢而不可以亡, 是强弱之孝也, 孝辰王, 林武军曰, 闪, 请问未将, 孙卿子曰, 知莫大呼气宜, 行莫大呼无过, 事莫大呼无悔, 事智无悔而止以, 臣不可避也, 故智浩政令欲言以威, 庆赏刑罚欲必以信, 处舍收赃欲周以故, 喜举进退欲安以众, 欲疾以诉, 亏敌官便欲前以身, 欲武以参, 欲敌决战必道无所明, 无道无所疑, 夫氏之谓六数, 无欲将而恶费, 无疾胜而妄败, 无威内而清外, 无见利而不顾其害, 凡律是欲赎而用财欲态, 夫氏之谓五权, 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 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 可杀而不可使疾不胜, 可杀而不可使其百姓, 夫氏之谓三智, 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君, 三君既定, 百官的序, 群物皆正, 则主不能喜, 敌不能怒, 夫氏之谓至臣, 律必先是, 而身之已尽, 圣终如始, 终始如一, 夫氏之谓大吉, 凡百世之臣也, 必再尽之, 其败也, 必再慢之, 故敬圣待则吉, 待圣敬则灭, 继圣欲则从, 欲圣济则凶, 战如首, 行如战, 有功如性, 敬谋无况, 敬事无况, 敬力无况, 敬重无况, 敬敌无况, 夫氏之谓五无况, 圣行此六数, 五权, 三智, 而处之以功敬无况, 夫氏之谓天下之将, 则通于神明以, 零五君曰, 闪, 请问王者之君志, 孙卿子曰, 将死谷, 欲死配, 百历死直, 世代父死行列, 闻谷生而尽, 闻今生而退, 顺命未尚, 有功赐之, 令不尽而尽, 由令不退而退也, 其罪为君, 不杀老弱, 不列何嫁, 福者不勤, 隔者不舍, 奔命者不祸, 凡诸, 非诸其百姓也, 诸其乱百姓者也, 百姓有汉其贼, 则是义贼也, 已故顺任者生, 苏任者死, 奔命者共, 为子开封于宋, 曹处龙断于君, 应知浮明, 所以养生之者也, 无益周人, 故敬者歌欧而乐之, 远者结绝而屈之, 无忧间纰漏之国, 莫不屈使而安乐之, 四海之内若一家, 通达之属莫不从福, 夫氏之为人师, 诗曰, 自西自东, 自南自北, 无私不服此之为也, 亡者有诸而无战, 承手不公, 兵格不及, 上下相喜则庆之, 不屠臣, 不前军, 不留众, 施不悦时, 故乱者乐其政, 不安其上, 欲其至也。 零五君曰, 善, 陈骁问孙青子曰, 先生义兵, 常以仁义为本, 仁者爱仁, 义者寻礼, 然则又何以兵位? 凡所谓有兵者, 为争夺也。 孙青子曰, 非女所知也。 彼仁者爱仁, 爱仁故恶仁之害之也, 义者寻礼, 寻礼故恶仁之乱之也。 彼兵者所以净暴除害也, 非争夺也。 故仁人之兵, 所存者神, 所过者化, 若时与之将, 莫不说喜。 誓以摇伐欢兜, 顺伐有苗, 与伐贡公, 汤伐有下, 闻王伐崇, 武王伐咒, 此四弟两王, 皆以仁义之兵, 行于天下也。 故敬者亲其善, 远方目其得, 兵不写任, 远而来福, 得胜于此, 师及四集。 师曰, 熟人君子, 其一步推, 其一步推, 正是四国。 此之谓也。 李斯问孙亲子曰, 秦四事有甚, 冰墙海内, 威行诸侯, 非以仁义为之也, 以便从事而以孙亲子曰, 非女所知也。 女所谓辩者, 不辩之辩也, 无所谓仁义者, 大辩之辩也。 彼仁义者, 所以修正者也, 正修则明亲其上, 乐其君, 而亲为之死。 故曰, 凡在于君, 将律末世也。 秦四事有甚, 喜喜然常恐天下之一 何而扎己也, 此所谓末世之兵, 未有本统也。 故汤之放节也, 非其竹之名条之时也, 武王之诸咒也, 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 皆前行速修也, 此所谓仁义之兵也。 今女不求之于本, 而所之于末, 此事之所以乱也。 礼者, 至辩之己也, 强顾之本也, 威行之道也, 功名之总也, 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 不由所以允设计也。 故兼贾力兵不足以为胜, 高尘身持不足以为故, 严令凡行不足以为威。 由其道则行, 不由其道则废。 处人交隔西四以为甲, 撒, 尖, 如金石, 婉聚铁仪, 惨如风柴, 轻力飘斥, 醋如飘风, 然而兵带于垂沙, 躺灭死。 装敲起, 处分而为三四, 士起无间甲利兵也哉。 其所以统治者非其道故也。 如影以为险, 将汉以为池, 献之以邓灵, 缘之以方尘, 然而情失智而焉隐聚, 若正稿然, 士起无故塞爱祖也哉。 其所以统治者非其道故也。 咒枯笔干, 求姬子, 为炮烙行, 杀戮无时, 臣下领然莫避其命, 然而周失智, 而令不行呼吓, 不能用其名, 士起令不言, 行不凡也哉。 其所以统治者非其道故也。 古之兵, 割毛公使而以矣, 然而敌国不呆事而驱, 成锅不辩, 勾持不前, 故塞不术, 鸡变不张, 然而国艳然不为外而明, 故内者, 无他故焉, 明道而分君之, 使使而尘爱之, 下之和尚也如影像, 有不由令者, 然后诸之以行。 故行义人而天下福, 罪人不由其上, 知罪之在己也。 是故行法审而微流, 无他故焉, 由其道故也。 故者帝遥之至天下也, 盖沙义人, 行二人, 而天下至。 传约, 威力而不适, 行错而不用此之谓也。 凡人之动也, 为赏庆为之, 则见害伤焉之以。 故赏庆, 刑罚, 抑诈, 不足以尽人之力, 致人之死。 为人主上者也, 其所以皆下之百姓者, 无礼义忠信, 焉律律用赏庆, 刑罚, 抑诈, 除恶其下, 或其功用而已。 大寇则致, 使之持为臣则必叛, 欲敌处战则必北, 劳苦反辱则必奔, 或焉离尔, 下反至其上。 故赏庆, 刑罚, 以诈之为道者, 拥徒欲卖之道也, 不足以和大众, 美国家, 故古之人修而不道也。 故厚德因以先知, 明礼义以道之, 至忠信以爱之, 上贤使能以赐之, 绝福庆赏以申之, 拾其事, 轻其刃, 以条其之, 常养之, 如宝赤子。 正令已定, 风俗已依, 有离俗不顺其上, 则百姓莫不敦恶, 莫不独, 若福不详, 然后行于事起矣。 事大行之所加也, 辱书大焉, 将以为利邪, 则大行加焉, 生狗不狂或杠漏, 谁赌事而不改也哉。 然后百姓小然皆知修, 寻, 上知法, 向上知智, 而安乐之。 于是有能化善, 修身, 正行, 积礼义, 尊道德, 百姓莫不贵敬, 莫不轻欲, 然后赏于事起矣。 事高绝丰路之所加也, 荣熟大焉, 将以为害邪, 则高绝丰路以持养之, 生明之数, 熟不愿也。 雕雕焉献贵绝重赏于其前, 献民行大辱于其后, 虽欲无化, 能忽哉。 故名归之如流水, 所存者神, 所谓者化。 而顺报汉永利之属为之化而愿, 旁辟屈思之属为之化而公, 经究收辽之属为之化而调, 夫氏之谓大化至一。 诗曰, 王有允塞, 徐方济来此之谓也。 凡奸忍者有三数, 有以德奸忍者, 有以利奸忍者, 有以负奸忍者。 彼贵我名声, 美我德行, 欲为我名, 故辟门出徒, 以淫无辱。 应其名, 习其处, 而百姓皆安。 立法施令, 莫不顺彼。 是故得的而全弥重, 奸忍而兵于墙, 是以德奸忍者也。 非贵我名声也, 非美我德行也, 彼为我威, 皆我义, 故名虽有离心, 不敢有叛律, 若是则荣甲于众, 奉养必废。 是故得的而全弥清, 奸忍而兵于弱, 是以利奸忍者也。 非贵我名声也, 非美我德行也, 用瓶求赋, 用鸡求保, 虚赋张口, 来归我时。 若是, 则必发夫掌炮之素以时之, 伪之财或以赴之, 力量有私以皆之, 以七三年, 然后名可信也。 是故得的而全弥清, 奸忍而国于平, 是以赴奸忍者也。 故曰, 以得奸忍者亡, 以利奸忍者弱, 以赴奸忍者平, 古今以也。 奸并义能也, 为奸宁之难焉。 其能并颂, 而不能宁也, 故未夺之。 燕能并其, 而不能宁也, 故田丹夺之。 含之上的方数百里, 完全富足而屈兆, 兆不能宁也, 故情夺之。 故能并之, 而不能宁, 则必夺, 不能并之, 又不能宁其有, 则必亡。 能宁之, 则必能并之以。 得之则宁, 兼并无强。 故这汤以薄, 五王以血, 皆百里之地也, 天下为依, 诸侯未成, 无他故焉, 能宁之也。 故宁是以理, 宁明以正, 理修而是福, 正平而明安, 是福明安, 夫事之为大宁。 以守则固, 以真则强, 另行尽止, 王者之事必已。 天论篇第十七天行有常, 不畏遥存, 不畏劫亡。 因之以智则疾, 因之以乱则凶。 强本而节用, 则天不能平, 养背而动食, 则天不能病, 修道而不二, 则天不能获。 故水汉不能使之饥渴, 寒蜀不能使之急, 仙怪不能使之凶。 本荒而用齿, 则天不能使之父, 养掠而动寒, 则天不能使之权, 背道而妄行, 则天不能使之急。 故水汉未至而鸡, 寒蜀未薄而急, 仙怪未至而凶, 受食与治是同, 而殃或与治是义, 不可以怨天, 其道然也。 故名于天人之分, 则可谓至人矣。 不畏而成, 不求而得, 夫事之位天职。 如事者, 虽生其人不加律焉, 虽大不加能焉, 虽精不加茶焉, 夫事之位不与天真职。 天有其时, 得有其才, 人有其智, 夫事之位能参。 舍其所以参, 而愿其所参, 则获以。 列星随炫, 日月地照, 似时待遇, 阴阳大化, 风雨薄施, 万物各得其何以身, 各得其仰以成, 不见其事, 而见其功, 夫事之位神。 皆知其所以成, 莫知其无形, 夫事之位天, 公。 为圣人为不求知天。 天职济立, 天公济成, 行聚而神身, 好物喜怒哀乐赃烟, 夫事之位天秦。 耳目比口行能各有皆而不相能也, 夫事之位天官。 心居中须, 以至五官, 夫事之位天君。 才非其类, 以养其类, 夫事之位天养。 顺其类者位之福, 逆其类者位之祸, 夫事之位天正。 按其天君, 乱其天官, 弃其天养, 逆其天正, 背其天秦, 以丧天公, 夫事之位大凶。 圣人倾其天君, 正其天官, 背其天养, 顺其天正, 养其天秦, 以权其天公。 如事则知其所谓, 知其所不谓矣, 则天地官而万物易矣。 其行屈智, 其仰屈是, 其身不伤, 夫事之位知天。 故大巧在所不谓, 大智在所不律。 所至于天者, 以其见相之可以其者义, 所至于地者, 以其见仪之可以习者义, 所至于四时者, 以其见树之可以示者义, 所至于阴阳者, 以其见何之可以智者义。 官人守天, 而自卫守道也。 智乱, 天邪。 曰, 日月星辰瑞利, 是与节之所痛也, 与以智, 节以乱, 智乱非天也。 十邪。 曰, 凡起翻长于春夏, 蓄姬收赃于秋冬, 是与节之所痛也, 与以智, 节以乱, 智乱非时也。 得邪。 曰, 得得则生, 失地则死, 是又与节之所痛也, 与以智, 节以乱, 智乱非的也。 诗曰, 天坐高山, 大王荒之, 彼坐乙, 文王康之, 死之位也。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错东, 得不为人之恶辽远也错广, 君子不为小人之凶凶也错行。 天有常道乙, 得有常属乙, 君子有常体乙。 君子道其常, 而小人寄其功。 诗曰, 礼义之不迁, 何须人之言兮, 死之位也。 楚王后车千尘, 非之也, 君子错书饮水, 非于也, 是截然也。 若夫心, 智, 易修, 得行后, 知律名, 生于金而至乎骨, 则是其在我者也。 故君子敬其在己者, 而不目其在天者, 小人错其在己者, 而目其在天者。 君子敬其在己者, 而不目其在天者, 是以日禁也。 小人错其在己者, 而目其在天者, 是以日退也。 故君子之所以日禁, 与小人之所以日退, 亦也。 君子小人之所以相限者, 在此而。 心对目明, 国人皆恐。 曰, 是何也? 曰, 无何也? 是天地之便, 阴阳之化, 物之含智者也。 怪之, 可也, 而未知, 非也。 夫日月之有时, 风雨之不时, 怪心之党见, 是无事而不常有之。 上名而正平, 则是虽并是起, 无伤也, 上岸而正显, 则是虽无一智者, 无义也。 夫心之对, 目之明, 是天地之便, 阴阳之化, 物之含智者也, 怪之, 可也, 而未知, 非也。 物之以智者, 人先则可畏也。 苦根商架, 云露失岁, 正显失明, 田惠驾恶, 敌贵鸣机, 道路有死人, 夫事之为人先。 正令不明, 举措不实, 本事不理, 夫事之为人先。 礼义不休, 内外无别, 男女淫乱, 则父子相宜, 上下乖离, 寇男并至, 夫事之为人先。 先是生于乱。 三者错, 无安国。 其说甚耳, 其滋甚惨。 勉力不实, 则牛马相生, 六处作先, 可怪也, 而亦可畏也。 传曰, 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便, 不疾之察, 弃而不至。 若夫君臣之义, 父子之亲, 夫妇之别, 则日切磋而不舍也。 于而语, 何也。 曰, 吾何也, 由不于而语也。 日月时而就知, 天汉而愚, 不是然后绝大事, 非以为的求也, 以闻之也。 故君子以为闻, 而百姓以为神。 以为闻则吉, 以为神则凶也。 在天者莫名于日月, 在得者莫名于水火, 在物者莫名于诸玉, 在人者莫名于礼义。 故日月不高, 则光辉不赫, 水火不积, 则辉润不薄, 诸玉不赌乎外, 则王公不以为宝, 礼义不佳于国家, 则功名不白。 故人之命在天, 国之命在理。 军人者, 龙礼尊贤而亡, 众法爱名而罢, 好力多诈而为, 权谋轻负忧险而尽亡矣。 大天而思之, 属与物处而治之。 从天而送之, 属与至天命而用之。 忘食而呆之, 属与因食而使之。 因物而多之, 属与惩能而化之。 思物而物之, 属与礼物而物施之也。 愿于物之所以生, 属与有物之所以成。 故错人而思天, 则施万物之情。 百王之无变, 足以为道观。 一废一起, 因之以观, 理观不乱。 不知观, 不知应变。 观之大体为常亡也。 乱生其差, 致敬其详。 故道之所善, 中则可从, 鸡则不可畏, 逆则大祸。 水行者表生, 表不明则陷。 致名者表道, 表不明则乱。 理者,表也。 非理, 婚事也, 婚事, 大乱也。 故道无不明, 外内一表, 隐现有偿, 名现乃去。 万物未道一偏, 遗物未万物一偏。 愚者未遗物一偏, 而自以为之道, 无知也。 圣子有见于后, 无见于先。 老子有见于趋, 无见于性。 莫子有见于其, 无见于机。 宋子有见于少, 无见于多。 有后而无先, 则群众无门。 有趋而无性, 则贵贱不分。 有其而无机, 则正令不失, 有少而无多, 则群众不化。 书曰, 无有做好, 尊王之道, 无有作恶, 尊王之路此之位也。 正论篇第十八 世俗之为说者曰, 主道立周事不然。 主者明知畅也, 上者下之以也。 彼将听唱而应, 事宜而动。 唱莫则明无应也, 以影则下无动也, 不应不动, 则上下无以向有也。 若是, 则羽无上痛也, 不祥莫大焉。 故上者下之本也, 上宣明则下至便以, 上端臣则下愿却以, 上公正则下意之以。 至便则亦依, 愿阙则亦始, 亦直则亦之。 亦亦则强, 亦始则功, 亦知则明, 事智之所由生也。 上周密则下宜玄以, 上悠险则下见诈以, 上偏驱则下彼周以。 宜玄则难依, 见诈则难始, 彼周则难知。 难意则不强, 难始则不公, 难知则不明, 事乱之所由作也。 故主道立明不立幽, 立宣不立周。 故主道明则下安, 主道幽则下为。 故下安则贵上, 下为则见上。 故上义之则下亲上以, 上难知则下位上以。 下亲上则上安, 下位上则上为。 故主道莫恶乎难知, 莫为乎始下位己。 传曰, 恶知者众则为书曰, 克明明得施曰, 明明在下故先王明知, 起特选知而栽。 世俗之为说者曰, 节奏有天下, 汤五窜而夺之事不然。 以节奏未常有天下之极则然, 亲有天下之极则不然, 天下位在节奏则不然。 古者天子千官, 诸侯百官。 以示千官也, 另行于诸下之国, 位之王。 以示百官也, 另行于境内, 国虽不安, 不至于费亦岁王, 位之君。 圣王之子也, 有天下之后也, 亦及之所在也, 天下之宗士也, 然而不才不忠, 内则百姓吉之, 外则诸侯叛之, 静者静内不依, 咬者诸侯不听, 令不行于境内, 圣者诸侯清靴之, 功伐之。 若是, 则虽未亡, 无畏之无天下矣。 圣王梅, 有义及者罢不足以献天下, 天下无君, 诸侯有能得名危机, 海内之名莫不愿得以为君师, 然而报国独尺, 安能诸之, 必不伤害无罪之名, 诸报国之君, 若诸独夫。 若是, 则可谓能用天下矣, 能用天下之为王。 汤武非取天下也, 修其道, 行其义, 心天下之同利, 除天下之同害, 而天下归之也。 节奏非去天下也, 反与汤之德, 乱礼义之分, 禽兽之行, 击其凶, 全其恶, 而天下去之也。 天下归之之为王, 天下去之之为王。 故节奏无天下, 汤武不适君, 由此孝之也。 汤武者明知父母也, 节奏者明知怨贼也。 经世俗之为说者, 以节奏为君, 而以汤武为适, 然则是诸明知父母, 而失明知怨贼也, 不祥莫大焉。 以天下之和为君, 则天下未常和于节奏也。 然则以汤武为适, 则天下未常有说也, 直舵之耳。 故天子为其人。 天下者, 至众也, 非至强莫之能认, 至大也, 非至辩莫之能分, 至众也, 非至明莫之能合。 此三智者, 非圣人莫之能静。 故非圣人莫之能望。 圣人被道全美者也, 事献天下之全称也。 节奏者其至律至显也, 其至益至暗也, 其行之为至乱也, 轻者疏之, 贤者见之, 申明愿之。 与汤之后也, 而不得一人之语, 枯笔干, 求姬子, 生死国王, 为天下之大路, 后世之言恶者必积焉, 是不容妻子之术也。 故至贤仇四海, 汤武是也, 至罢不能容妻子, 节奏是也。 今世俗之为说者, 以节奏未有天下, 而成汤武, 其不过甚已哉。 辟之, 是由与污补匡带自已未有之也。 故可以有夺人国, 不可以有夺人天下, 可以有妾国, 不可以有妾天下也。 可以夺之者可以有国, 而不可以有天下, 且可以得国, 而不可以得天下。 是何也? 曰, 国小巨也, 可以小人有也, 可以小道的也, 可以小力持也, 天下者大巨也, 不可以小人有也, 不可以小道的也, 不可以小力持也。 国者小人可以有之, 然而未必不亡也, 天下者, 智大也, 非圣人莫知能有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 智古无肉行, 而有相行, 莫情, 骚阴, 共爱必, 废对, 惧, 杀者一而不纯。 智古如是, 是不然, 以为至邪。 则人顾莫处罪, 非独不用肉行, 亦不用相行乙。 以为人获处罪乙, 而直轻其行, 然则是杀人者不死, 伤人者不行也。 罪至重而行至轻, 庸人不知恶乙, 乱莫大焉。 凡行人之本, 净报恶恶, 且争其味也。 杀人者不死, 而伤人者不行, 是未汇报而宽贼也, 非恶恶也。 故相行代非生于智古, 并起于乱经也。 智古不然。 凡决裂, 官职, 赏庆, 刑罚, 皆报也, 以泪相从者也。 一物失称, 乱之端也。 夫得不称位, 能不称官, 赏不当公, 罚不当罪, 不祥莫大焉。 习者五王法有伤, 诸咒, 断其手, 献之赤配。 夫真报诸汉, 治之甚也。 杀人者死, 伤人者行, 是百王之所痛也, 未有之其所由来者也。 行称罪则智, 不称罪则乱。 故智则行重, 乱则行轻, 犯智之最故重, 犯乱之最故轻也。 书曰, 刑罚是轻视众词之谓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 汤武不能禁令曰, 适何也, 曰, 楚越不受致事不然。 汤武者, 治天下之善禁令者也。 汤居伯, 武王居浩, 皆百里之地也, 天下唯一, 诸侯未成, 通达之属, 莫不震动从福以化顺之, 何谓处越独不受致也。 彼王者之致也, 事行义而致谢用, 称远而而等贡献, 岂必其哉。 故鲁人以堂, 为人用科, 其人用一格, 土地行至不同者, 谢用辈事不可不亦也。 故诸夏之国同父同宜, 满宜荣迪之国同父不同至。 封内殿服, 封外侯服, 侯未兵服, 满宜药服, 荣敌荒服。 殿服者记, 侯服者似, 兵服者想, 药服者贡, 荒服者忠望。 日记月四, 时想岁贡, 忠望, 夫氏之位氏行义而致谢用, 称远近而等贡献, 是王者之志也。 彼处月者, 且时想岁贡, 忠望之属也, 必齐之日记月四之属, 然后约受至邪。 是规模之说也。 沟中之己也, 则未足与即王者之志也。 与约, 浅不足与侧身, 于不足与谋之, 砍井之蛙, 不可与于东海之乐此之位也。 世俗之为说者约, 遥顺善让事不然。 天子者, 亦为至尊, 无敌于天下, 夫有谁与让矣。 道德纯备, 智慧盛名, 难面而听, 天下声明之属, 莫不震动从福以化顺之。 天下无影视, 无疑善, 痛焉者是也, 亦焉者非也。 夫有恶善天下矣。 曰, 死而善之事又不然。 圣王在上, 觉德而定次, 量能而受官, 皆使明载其事而各得其疑。 不能以意智力, 不能以畏适性, 则兼以为名。 圣王以为, 天下无圣, 则顾莫足以善天下矣。 天下有圣, 而在后, 子, 者, 则天下不离, 朝不亦为, 国不更智, 天下艳然, 与相无以义也。 以摇济摇, 夫又何便知有义。 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 则天下如归, 由父而正知义。 天下艳然, 与相无以义也, 以摇济摇, 夫又何便知有义。 为其喜朝改至为难。 故天子身则天下义龙, 至顺而至, 论德而定次, 死则能认天下者必有之义。 夫礼义之分尽义, 善让恶用以哉。 曰, 老衰而善事又不然。 血气经历则有衰, 若夫至律取舍则无衰。 曰, 老者不堪其劳而修也事又为事者之义也。 天子者亦致重而行致义, 心致于而致无所趋, 而行不畏劳, 尊无尚矣。 依被则辅五彩, 杂贤色, 重文秀, 家世之以诸欲, 食影则重大劳而被争怪, 其臭味, 慢而溃, 伐高而食, 雍而彻乎五四, 执见者百人是西方, 居则涉张荣, 复依而坐, 诸侯驱走乎堂下, 出户而乌习有事, 出门而宗柱有事, 成大路, 驱月习以养安, 侧载高指以养鼻, 前有错痕以养目, 和鸾之身, 不中五相, 驱中韶户以养耳, 三公奉二池纳, 诸侯持轮邪于先马, 大侯鞭后, 戴斧刺之, 小侯元氏刺之, 树是戒而夹道, 树人隐窜, 莫感失望, 居如大神, 动如天地, 持老仰衰, 有有善于事者与, 不老者, 修也, 修有有安乐田于如事者乎, 故曰, 诸侯有老, 天子无老, 有善国, 无善天下, 古今亦也, 夫曰遥顺善让, 事须言也, 事浅者之传, 漏者之说也, 不知逆顺之理, 小大智不智之辩者也, 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 遥顺不能教化是何也, 曰, 诸相不化是不然也, 遥顺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 难面而听, 天下生明之属莫不振动从福以化顺之, 然而诸相独不化, 事非遥顺之过, 诸相之罪也, 遥顺者天下之因也, 诸相者天下之为, 一时之所也, 经世俗之为说者, 不怪诸相而非遥顺, 其不过甚已哉, 夫世之为为说, 义丰门者, 天下之善设者也, 不能以波公屈始终, 为, 亡良造父者, 天下之善欲者也, 不能以辟马毁于志愿, 遥顺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 不能始为所化, 何事而无为, 何时而无所, 自太耗岁人莫不有也, 故作者不详, 学者受其秧, 非者有庆, 诗曰, 下明知, 匪将自天, 准踏倍增, 直径尤人, 死之为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 太古伯藏, 官厚三寸, 依清三岭, 藏田不防田, 故不觉也, 乱经厚藏事官, 故胡也是不及之之道, 而不察于胡不胡者之所言也, 凡人之道也, 必以有谓, 不以辈不足, 则以众有余也, 而圣王之声明也, 使皆当, 父, 后悠由不知足, 而不得以有余过度, 故道不切, 贼不赐, 苟使徒书素, 而农甲皆能以祸才让, 风俗之美, 男女自不取于徒, 而百姓修时宜, 故孔子曰, 天下有道, 道其先便乎, 虽诸欲满体, 文秀充官, 黄金充果, 家之以丹干, 众之以曾轻, 西相以为树, 郎干龙兹华靖以为时, 仍有且莫知乎也, 是何故也, 则求力之鬼还, 而泛分之修大也, 夫乱经然后反世, 上以无法使, 下以无度行, 知者不得律, 能者不得志, 贤者不得使, 若是, 则上师天性, 下师地利, 中师仁和, 故百事费, 财务区, 而或乱起, 王公则并不足于上, 树人则动位累积于下, 于是焉劫咒群居, 而盗贼即夺以为上以, 安勤寿行, 虎狼贪, 故府拒人而至因而矣, 若是则有何由胡人之墓, 绝人之口而求力以哉, 虽此裸而窝之, 有且必胡也, 安得藏窝哉, 彼乃将食其肉而合其骨也, 夫曰, 太古伯藏, 故不胡也, 乱经后藏, 故胡也, 事特间人之物于乱说, 以欺语者而闹献之, 以偷取利焉, 夫是之位大监, 传曰, 为人而自安, 害人而自立此之位也, 子宋子曰, 明见五智不辱, 使人不斗, 人皆以见五为辱, 故斗也, 知见五之为不辱, 则不斗以, 因之曰, 然则亦以人之情为不恶无乎, 曰, 恶而不辱也曰, 若是, 则必不得所求焉, 凡人之斗也, 必以其恶之为说, 非以其辱之为故也, 金牌幽诸如侠图立五而不斗者, 使其具知见五之为不辱, 然而不斗者, 不恶故也, 经人或入其央毒, 且其诸志, 则原见己而逐之, 不必死伤, 使其以丧诸为辱也, 然而不但斗者, 恶之故也, 虽以见五为辱也, 不恶则不斗, 虽知见五为不辱, 恶之则必斗, 然则斗与不斗邪, 亡于辱之与不辱也, 乃在于恶之与不恶也, 夫经子送子不能解人之恶物, 而勿说人以勿辱也, 其不过甚已哉, 金蛇闭口, 犹将无义也, 不知其无义, 则不知, 知其无义也, 只以欺人, 则不仁, 不仁不知, 辱莫大焉, 将以为有义于人, 则与无义于人也, 则得大辱而退而, 说莫并是已, 子送子曰, 见五不辱因之曰, 凡亦必将立龙正, 然后可也, 无龙正则是非不分, 而便送不觉, 故所闻曰, 天下之大龙, 是非之封界, 分执名相之所起, 王志是也, 故凡言义其命是非, 以圣王为师, 而圣王之分, 容辱是也, 是有两端矣, 有义容者, 有义容者, 有义辱者, 有义辱者, 至义修, 得行后, 知律名, 是容之由中出者也, 夫是之谓义容, 决列尊, 共祿后, 行义圣, 上位天子诸侯, 下位清香是大夫, 是容之从外至者也, 夫是之谓义容, 流盈乌曼, 泛分乱里, 交报贪力, 是辱之由中出者也, 夫是之谓义辱, 利武佐伯, 垂吃并搅, 斩断枯者, 及迷蛇, 是辱之由外至者也, 夫是之谓义辱, 是容辱之两端也, 故君子可以有益辱, 而不可以有益辱, 小人可以有益荣, 而不可以有益荣, 有益辱无害为谣, 有益荣无害为结, 益荣益荣, 为君子然后兼有之, 益辱益辱, 为小人然后兼有之, 是容辱之分也, 圣王以为法, 是大夫以为道, 官人以为首, 百姓以为成俗, 万事不能以也, 经子送子岸不然, 独屈荣为己, 律一朝而改之, 说必不行以, 辟之, 是由以专涂塞江海也, 以交交而代泰山也, 颠叠遂者, 不呆请以, 二三子之善于子送子者, 带不若止之, 将恐得伤其体也, 子送子曰, 人之情, 欲寡, 而皆以己之情谓欲多, 事过也顾虑其群途, 便其谈说, 名其辟称, 将使人之情欲之寡也, 因之曰, 然则亦以人之情谓欲, 目不欲其色, 耳不欲其身, 口不欲其味, 鼻不欲其臭, 行不欲其意, 此武其者, 亦以人之情谓不欲乎, 曰, 人之情欲使以曰, 若是, 则说必不行以, 以人之情谓欲, 此武其者而不欲多, 辟之, 是由以人之情谓欲富贵而不欲货也, 好美而恶兮施也, 古之人为之不然, 以人之情谓欲多而不欲管, 顾赏以父后而罚以杀损也, 是百亡之所痛也, 顾上贤路天下, 似贤路一国, 下贤路田义, 愿阙知名完依时, 金子宋子已是知情谓欲寡而不欲多也, 然则先妄以人之所不欲者赏, 而以人之所欲者乏邪, 乱莫大焉, 金子宋子言然而好说, 据人图, 历诗学, 成文典, 然而说不免于以智智为智乱也, 其不过甚以灾, 理论篇第十九里, 其余何也, 曰, 人生而有欲, 欲而不得, 则不能无求, 求而无度量分界, 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 乱则穷, 先亡恶其乱也, 故致礼义以分之, 以养人之欲, 给人之求, 使欲必不穷于物, 物必不屈于欲, 两者相持而长, 是礼之所其也, 故礼者养也, 除患道粮, 五味调香, 所以养口也, 娇兰分别, 所以养笔也, 雕琢刻漏, 俯伏文章, 所以养墓也, 中古管庆, 秦色余生, 所以养耳也, 书房岁月习, 床子己严, 所以养体也, 故立者养也, 君子既得其养, 又好其别, 何谓别, 曰, 贵贱有等, 长幼有差, 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故天子大陆月习, 所以养体也, 侧宰高指, 所以养笔也, 前有错痕, 所以养墓也, 何鸾之身, 不中五相, 屈中韶户, 所以养耳也, 龙旗久游, 所以养性也, 寝似持虎, 娇险, 丝莫, 迷龙, 所以养威也, 故大陆之马必备至, 较顺然后成之, 所以养安也, 赎之夫出死药节之, 所以养生也, 赎之夫出费用之, 所以养财也, 赎之夫公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 赎之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 故人苟生之为贱, 若者必死, 苟立之为贱, 若者必害, 苟带舵偷懦之为安, 若者必为, 苟情说之为乐, 若者必灭, 故人亦之于礼义, 则两得之以, 亦之于情性, 则两丧之以, 顾如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 末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 事如末之分也, 礼有三本, 天地者生之本也, 先祖者类之本也, 君师者治之本也, 无天地恶生, 无先祖恶出, 无君师恶治, 三者偏王焉无安人, 顾礼, 上是天, 下是得, 尊先祖, 而龙君师, 事礼之三本也, 顾王者天太祖, 诸侯不敢坏, 大夫是有长宗, 所以别贵使, 贵使得之本也, 交指乎天子, 而设止于诸侯, 道即是大夫, 所以别尊者是尊, 卑者是卑, 一大者聚, 一小者小也, 顾有天下者是十, 七, 是, 有一国者是五是, 有五圣之地者是三是, 有三圣之地者是二是, 持守而时者不得利宗庙, 所以别姬后, 姬后者留则广, 姬保者留则侠也, 大象, 上玄尊, 祖生于, 先大根, 贵使影之本也, 象, 上玄尊而用九礼, 先属记而犯道梁, 即, 其大根而宝树修, 贵本而轻用也, 贵本之为文, 轻用之为理, 两者何而成文, 以归大一, 夫氏之为大龙, 故尊之上玄九也, 祖之上申于也, 祖, 窦, 之先大根也, 义也, 立爵之不教也, 成世之祖不长也, 三臭之不食也, 义也, 大婚之为发起也, 太庙之为入师也, 使簇之为小脸也, 义也, 大鹿之素为己也, 焦之麻问也, 丧福之先散麻也, 义也, 三年之丧, 哭之不闻也, 轻庙之歌, 一唱而三叹也, 献一中, 尚辅之格, 诸贤而通月也, 义也, 凡礼, 史乎浊, 成乎闻, 中乎乐笑, 故至辈, 秦文俱敬, 其次, 秦文代圣, 其下父亲已归大义也, 天地已和, 日月已明, 四时已续, 星辰已行, 江河已流, 万物已昌, 好物已结, 喜怒已当, 以为下则顺, 以为上则明, 万变变而不乱, 二知则丧也, 礼其不智已哉, 利隆已为己, 而天下莫知能损益也, 本莫相顺, 中始相应, 至闻已有别, 至察已有说, 天下从知者智, 不从者乱, 从知者安, 不从者为, 从知者存, 不从者亡, 小人不能侧也, 礼之礼成生矣, 兼白同意之茶, 入焉而逆, 其礼成大矣, 善作典至辟漏之说, 入焉而丧, 其礼成高矣, 抱慢自居亲俗以为高之属, 入焉而对, 故神莫成成矣, 则不可欺以驱直, 横成献矣, 则不可欺以轻重, 规矩成舍矣, 则不可欺以方圆, 君子省于理, 则不可欺以诈位, 故神者执之志, 横者平之志, 规矩者方圆之志, 理者人道之己也, 然而不法理不足理, 为之无方之明, 法理足理, 为之有方之事, 理之中焉能思索, 为之能律, 理之中焉能物意, 为之能顾, 能律能顾, 家好者焉, 思圣人矣, 故天者高之己也, 地者下之己也, 无穷者广之己也, 圣人者道之己也, 故学者, 故学为圣人也, 非特学无方之明也, 理者, 以财物为用, 以贵贱为文, 以多少为义, 以龙杀为药, 文理凡, 勤用神, 是理之龙也, 文理神, 勤用凡, 是理之杀也, 文理勤用香味内外, 表礼并行而杂, 是理之中留也, 故君子上至其龙, 下尽其杀, 而中处其中, 不咒持成立物不外事已, 是君子之谈与宫廷也, 人有事, 是君子也, 外事, 明也, 于是其中焉, 方黄周邪, 屈得其次序, 是圣人也, 故后者理之机也, 大者理之广也, 高者理之龙也, 明者理之境也, 施曰, 礼仪促度, 效语促获此之谓也, 礼者, 谨于至生死者也, 生, 人之始也, 死, 人之中也, 忠始俱善, 人道必已, 故君子尽始而胜终, 忠始如依, 是君子之道, 礼仪之闻也, 夫后其身而薄其死, 是尽其有之, 而漫其无之也, 世间人之道而背叛之心也, 君子以背叛之心皆脏骨, 由且修之, 而旷以是其所龙轻乎, 故死之为道也, 亦而不可得再富也, 臣之所以致重其君, 子之所以致重其轻, 于是尽矣, 故事生不忠厚, 不禁闻, 谓之也, 诵死不忠厚, 不禁闻, 谓之即, 君子见也而修即, 故天子观果实, 七重, 诸侯五重, 代辅三重, 事在重, 然后皆有依清多少厚薄之数, 皆有煞煞文章之等, 以尽是知, 始生死终始若依, 一族已为人愿, 事先妄之道, 终成孝子之即也, 天子之丧, 动四海, 属诸侯, 诸侯之丧, 动通国, 属大夫, 大夫之丧, 动一国, 属修士, 修士之丧, 动一乡, 属朋友, 数人之丧, 何阻挡, 动周礼, 行于罪人之丧, 不得何阻挡, 独属妻子, 官果三寸, 一清三领, 不得是官, 不得骤行, 以婚境, 凡缘而妄埋之, 凡无哭泣之劫, 无衰麻之福, 无清书悦术之等, 各反其平, 各复其始, 以葬埋, 若无丧者而止, 夫侍之未至辱, 立者, 锦于吉凶, 不相厌者也, 助旷听习之时, 则夫忠臣孝子义之其敏义, 然而并脸之巨, 未有求也, 垂涕恐惧, 然而信生之心未以, 持生之事未辍也, 促以, 然后作聚之, 故虽被加, 必于日然后能病, 三日而臣服, 然后告远者出以, 被误者作以, 故病久不过七十日, 素不损五十日, 事何也, 曰, 远者可以致义, 百求可以得义, 百事可以成义, 其中致义, 其皆大义, 其文背义, 然后月朝不日, 月戏不宅, 然后藏也, 当事时也, 其意指, 谁得行之, 其意行, 谁得止之, 故三月之藏, 其以身设是死者也, 代非直留死者也安生也, 事至隆私目之意也, 丧礼之凡, 便而是, 动而远, 久而平, 故死之为道也, 不适则恶, 恶则不哀, 米则万, 万则艳, 艳则望, 望则不尽, 一朝而丧其言轻, 而所以送葬之者, 不哀不尽, 则贤于情受以, 君子持之, 故变而是, 所以灭恶也, 动而远, 所以遂静也, 久而平, 所以忧生也, 礼者, 断肠续短, 损有余, 义不足, 答爱静之文, 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 故闻是粗恶, 深月哭泣, 甜于忧妻, 是反也, 然而礼坚而用之, 时举而待遇, 故闻是深月甜于, 所以持平凤吉也, 粗衰, 呃, 哭泣幽七, 所以持显凤凶也, 故其力闻是也, 不至于挑也, 其力粗衰, 呃, 也, 不至于急气, 其力申月甜于也, 不至于流淫堕漫, 其力哭泣哀妻也, 不至于爱舍伤身, 是礼之中流也, 故情貌之便, 足以别吉凶, 名贵见轻书之节, 其旨以, 外事, 奸也, 虽难, 君子见之, 故量时而时之, 量要而待之, 相高以悔及, 是奸人之道也, 非礼义之闻也, 非孝子之情也, 将以有味者也, 故说欲, 免责, 忧妻, 脆恶, 是吉凶忧于之情, 发于颜色者也, 歌谣, 傲笑, 哭泣, 帝号, 是吉凶忧于之情, 发于声音者也, 除幻, 道粮, 酒礼, 沾玉, 鱼肉, 书获, 酒浆, 是吉凶忧于之情, 发于时影者也, 悲问, 辅福, 闻之, 姿粗, 衰叠, 飞碎, 兼具, 是吉凶忧于之情, 发于衣服者也, 书房, 碎, 月席, 床子, 吉言, 蜀辞, 以炉, 习心, 整快, 是吉凶忧于之情, 发于居处者也, 两情者, 人生故有端焉, 若夫断之忌之, 薄之浅之, 义之笋之, 累之敬之, 胜之美之, 使本莫忠实, 莫不顺彼, 足以为万事则, 则是礼也, 非顺俗修为之君子, 莫之能之也, 顾曰, 信者, 本是财谱也, 畏者, 文理龙甚也, 无信则为之无所加, 无畏则信不能自美, 信为何, 然后成圣人之名一, 天下之功于是就也, 顾曰, 天地何而万物生, 阴阳皆而变化起, 信为何而天下智, 天能生物, 不能变物也, 得能宰人, 不能治人也, 与中万物生人之属, 呆圣人然后分也, 施曰, 怀柔百神, 即何巧悦此之位也, 丧礼者, 以生者是死者也, 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 故如是, 死如生, 如是, 亡如存, 终始亦也, 始簇, 目欲, 阔体, 犯含, 向生止也, 不目则如至三律而止, 不欲则如今三世而止, 冲耳而赦天, 犯以生道, 含以搞固, 反生数矣, 赦邪依, 习三称, 净生而无勾待矣, 设掩面宣目, 阔而不观机矣, 书其名, 至于其重, 则名不见而就独明矣, 见弃, 则观有谋而无喜, 问五须而不识, 有殿习而无床子, 木器不沉浊, 桃器不沉雾, 薄器不沉内, 身于聚而不合, 情色张而不均, 于藏而马返, 告不用也, 据生气以示目, 向喜道也, 略而不敬, 而不公, 屈于而藏之, 经格配隐而不入, 名不用也, 向喜道, 又名不用也, 是皆所以重哀也, 故生气闻而不公, 名气而不用, 凡礼, 是生, 是欢也, 送死, 是哀也, 祭祀, 是敬也, 施吕, 是威也, 是百王之所同, 古今之所以也, 未有之其所由来者也, 故邝隆, 其向事乌也, 观果, 其向板盖思向浮也, 无赌思于吕沙, 其以向非为仇畏也, 抗辙, 其以向万瓷翻恶也, 故丧礼者, 无他焉, 名死身之意, 送以哀尽, 而中周藏也, 故藏埋, 敬藏其行也, 祭祀, 敬是其神也, 其名累戏事, 敬传其名也, 世生, 世始也, 送死, 世终也, 终始聚, 而孝子之事弊, 圣人之道辈矣, 克死而赴身位之末, 克身而赴死位之祸, 杀身而送死位之贼, 大象其身已送其死, 使死身终时莫不称宜而好善, 是礼义之法事也, 如者是矣, 三年之丧, 何也, 曰, 称情而立文, 应以事群, 别轻书贵贱之节, 而不可亦损也, 故曰, 无事不亦之数也, 创句者其日久, 痛圣者其月池, 三年之丧, 称情而立文, 所以未至痛极也, 骑衰, 居杖, 居颅, 石舟, 习心, 枕快, 所以未至痛事也, 三年之丧, 二十五月而毕, 哀痛未尽, 私目未忘, 然而礼已是断知者, 其不已送死有义, 复身有节也哉, 凡身天地之贤者, 有血气之属必有知, 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 经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 跃跃于时, 则必返迁, 过故乡, 则必徘徊焉, 名号焉, 直竹焉, 持除焉, 然后能去之也, 小者是燕绝, 有有周教之请焉, 然后能去之, 故有血气之属, 莫知于人, 故人之于其亲也, 至死无穷, 将由夫于漏淫邪之人羽, 则彼朝死而细望之, 然而纵之, 则是曾鸟兽之不弱也, 彼安能相与群居而无乱呼, 将由夫修士之君子羽, 则三年之丧, 二十五月而毕, 若四之过戏, 然而遂之, 则是无穷也, 故先王圣人, 安慰之力中至节, 亦始足以成文理, 则舍之矣, 然则何以分之, 约, 至轻以其短, 是何也, 约, 天地则以异矣, 四时则以便矣, 其在与中者莫不更时矣, 故先王暗以此相之也, 然则三年何也, 约, 加龙焉, 暗时备之, 故在其也, 有九月以下何也, 约, 暗时不及也, 故三年以为龙, 思小公以为杀, 其九月以为贤, 上取向于天, 下取向于的, 终取则于人, 人所以群居何一之礼尽矣矣, 故三年之丧, 人道之至闻者也, 夫氏之未至龙, 是百王之所痛也, 古今之所以也, 君之丧, 所以取三年何也, 约, 君者, 至辩之主也, 文理之缘也, 情貌之敬也, 相律而至龙之, 不亦可乎, 诗约, 凯替君子, 明知父母彼君子者, 故有为明父母之说焉, 父能生之, 不能养之, 母能拾之, 不能教会之, 君者, 已能拾之以, 又善教会之者也, 三年必已灾, 如母, 饮食之者也, 而三月, 此母, 依被知者也, 而九月, 君居, 被知者也, 三年必忽灾, 得之则智, 失之则乱, 闻之至也, 得之则安, 失之则为, 情之至也, 两智者聚鸡焉, 以三年事之, 游位足也, 直无游敬之而, 故舍, 济舍也, 济, 济济也, 交者, 并百亡于上天而济四之也, 三月之并, 何也, 曰, 大之也, 众之也, 所至龙也, 所至青也, 将举措之, 迁徙之, 离宫世而归丘陵也, 先王恐其不闻也, 世以昼其其, 足之日也, 故天子七月, 诸侯五月, 代福三月, 皆始其须足以荣世, 世足以荣臣, 臣足以荣文, 文足以荣辈, 屈荣辈物之味道矣, 记者, 至亦死目之情也, 格鬼亦爱而不能无时致焉, 故人之欢心和和之时, 则夫忠臣孝子亦格鬼而有所至矣, 彼其所至者, 盛大动也, 岸屈然矣, 则其余至义之情者愁然不嫌, 其余礼节者确然不拒, 故先王岸位之力闻, 尊尊清清之义至矣, 故曰, 记者, 至义死目之情也, 忠信爱尽之志以, 礼节文貌之圣以, 苟非圣人, 莫知能之也, 圣人明知之, 是君子安行之, 官人以为首, 百姓以成俗, 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 其在百姓以为鬼是也, 故忠古管庆, 情色于身, 韶下护武, 浊环朔俭相, 是君子之所以为隔鬼其所喜乐之闻也, 其衰, 居杖, 居颅, 十周, 习心, 整快, 是君子之所以为隔鬼其所哀痛之闻也, 失履有志, 刑法有等, 莫不称罪, 是君子之所以为隔鬼其所敦恶之闻也, 不是事日, 斋戒, 修徒, 己言, 窥见, 告住, 如或想之, 误取而皆寄之, 如或偿之, 无力咀嚼, 主人有尊, 如或伤之, 兵出, 主人拜诵, 反义服, 即位而哭, 如或去之, 哀夫, 敬夫, 是死如是身, 是亡如是存, 壮乎无形, 隐然而成文, 月论篇第二时夫乐者, 乐也,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故人不能无乐, 乐则必发于声音, 行于动静, 而人之道, 声音动静, 性数之变, 仅是矣, 故人不能不乐, 乐则不能无形, 行而不畏道, 则不能无乱, 先妄恶其乱也, 故至亚颂之身已道之, 使其身足以乐而不留, 使其文足以便而不喜, 使其驱直繁省, 连肉节奏, 足以感动人之善心, 使夫邪乌之气无由的接焉, 事先妄立乐之方也, 而莫子妃之奈何, 故乐在宗庙之中, 君臣上下痛听之, 则莫不合静, 闺门之内, 父子兄弟痛听之, 则莫不合亲, 乡礼族长之中, 长少痛听之, 则莫不合顺, 故乐者, 审议已定何者也, 比悟已是结者也, 合奏已成文者也, 足以律一道, 足以致万变, 事先妄立乐之术也, 而莫子妃之奈何, 故听其雅颂之声, 而致意的广焉, 执其甘期, 习其抚养屈身, 而容貌的庄焉, 行其坠照, 要其节奏, 而行列的震焉, 进退的其焉, 故乐者, 出所以珍珠也, 入所以依让也, 珍珠依让, 其意义也, 出所以珍珠, 则莫不听从, 入所以依让, 则莫不从福, 故乐者, 天下之大齐也, 中和之济也,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事先妄立乐之术也, 而莫子妃之奈何, 且乐者, 先妄之所以是喜也, 君吕辅悦者, 先妄之所以是怒也, 先妄喜怒皆得其其焉, 事故喜而天下何之, 怒而暴乱未知, 先妄之道, 里乐正其胜者也, 而莫子妃之, 故曰, 莫子之于道也, 由谷之于白黑也, 由龙之于青浊也, 由玉之楚而北囚之也, 夫身悦之入人也深, 其化人也肃, 故先妄谨未知闻, 乐中平则明何而不留, 乐宿庄则明其而不乱, 明何其则兵尽尘故, 敌国不敢应也, 如是, 则百姓莫不安其处, 乐其乡, 以至足其上矣, 然后明生于是白, 光辉于是大, 四海之明莫不愿得以为师, 是王者之时也, 乐谣也已显, 则明流慢比见矣, 流慢则乱, 比见则真, 乱真则兵若成犯, 敌国为之如是, 则百姓不安其处, 不乐其乡, 不足其上矣, 故里乐费而邪因其者, 为消侮辱之本也, 故先妄贵里乐而见邪因, 其在续观也, 曰, 修献命, 审诸赏, 师商, 敬营生, 以时顺修, 使遗俗邪因不敢乱雅, 太师之事也莫子曰, 乐者, 圣王之所非也, 而如者未知过也, 君子已为不然, 乐者, 圣人之所乐也, 而可以善民心, 其感人生, 其遗风以俗, 故先妄岛之以礼乐, 而明和睦, 夫明有好物之情, 而无喜怒之因则乱, 先妄恶其乱也, 故修其行, 正其乐, 而天下顺焉, 故其衰之福, 哭泣之声, 使人之心悲, 戴甲音, 歌于行舞, 使人之心伤, 摇野之荣, 正味之音, 使人之心淫, 身端章斧, 五韶歌舞, 使人之心装, 故君子耳不听吟声, 目不示女色, 口不出恶言, 此三者, 君子圣之, 凡奸声, 感人而逆弃音之, 逆弃成相而乱生焉, 正声, 感人而顺弃音之, 顺弃成相而至生焉, 唱喝有音, 善恶相相, 故君子圣其所去就也, 君子以中古道志, 以秦色乐心, 动以甘期, 事以羽毛, 从以沁管, 故其清明向天, 其广大相的, 其抚养周旋有四于四时, 故乐行而至清, 礼修而行成, 耳目聪明, 血气和平, 遗风易俗, 天下皆宁, 美善相乐, 故曰, 乐者, 乐也, 君子乐得其道, 小人乐得其欲, 以道至欲, 则乐而不乱, 以欲望道, 则获而不乐, 故乐者, 所以道乐也, 经时私足, 所以道德也, 乐行而名相方矣, 故乐者, 至人之胜者也, 而莫子非之, 且乐也者, 何之不可辩者也, 理也者, 理之不可亦者也, 乐何同, 礼别亦, 礼乐之同, 管乎人心以, 穷本即便, 乐之情也, 这尘趣味, 理之今也, 莫子非之, 己欲行也, 明王已眉, 莫之正也, 愚者学之, 为其身也, 君子明乐, 乃其得也, 乱世恶善, 不此听也, 愚乎哀哉, 不得辰也, 弟子免学, 无所赢也, 声乐之相, 古大力, 中统时, 庆莲至, 于身萧和, 管乐发猛, 熏持温伯, 色意良, 情复好, 歌清静, 五亿天道间, 古其乐之君邪, 故古四天, 中四得, 庆四水, 于身萧和管乐, 四星成日月, 桃柱, 辅阁, 枪恰四万物, 何以之五之意, 曰, 目不自见, 耳不自闻也, 然而致辅养, 屈性, 进退, 持宿, 莫不连至, 尽金谷之力, 以要中谷辅惠之节, 而你有背逆者, 重机一呼, 无关于乡, 而知王道之意义也, 主人倾诉兵集戒, 而重兵皆从之, 至于门外, 主人拜兵集戒, 而重兵皆入, 贵见之意别矣, 三一, 至于皆, 三让, 以兵生, 拜至献仇辞, 让之劫凡, 即戒审矣, 至于重兵, 身受, 坐骑, 利颖, 不坐而降, 龙杀之意便矣, 攻入申歌, 三中, 主人献之, 深入三中, 主人献之, 贤歌三中, 和月三中, 公告乐辈, 岁出, 二人扬至, 乃力思震, 焉之其能和乐而不留也, 兵愁主人, 主人仇戒, 戒仇重兵, 少长以尺, 忠于卧喜者, 焉之其能地长而无疑也, 将, 说句深作, 修绝无数, 饮酒之劫, 朝不费朝, 莫不费戏, 兵出, 主人拜颂, 节闻中岁, 焉之其能安艳而不乱也, 贵见名, 龙杀便, 和乐而不留, 地长而无疑, 安艳而不乱, 此五行者, 士族已正身安国矣, 彼国安而天下安, 故曰, 无关于乡, 而知王道之意义也, 乱世之真, 其父祖, 其容父, 其俗盈, 其智力, 其行杂, 其身月显, 其文章逆而采, 其养生无度, 其送死即末, 见礼义而贵永利, 贫则为道, 负则为贼, 至是反是也, 解必偏第二十一凡人之患, 必于义取, 而暗于大礼, 至则复经, 两仪则或矣, 天下无二道, 圣人无两心, 经诸侯一正, 百家一说, 则必或是或非, 或智或乱, 乱国之君, 乱家之人, 此其诚心, 莫不求正而以自卫也, 杜谋于道, 而人又其所待也, 思其所积, 为孔闻其恶也, 以其所思, 以观异数, 为孔闻其美也, 是已与智虽走, 而是己不错也, 岂不必于异取, 而施正求也哉, 心不食焉, 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 雷骨在侧而耳不闻, 旷于使者乎, 得道之人, 乱国之君非之上, 乱家之人非之下, 岂不哀哉, 故未必, 欲未必, 恶未必, 始未必, 中未必, 远未必, 近未必, 博未必, 浅未必, 古未必, 金未必, 凡万物一则莫不相未必, 此心术之功患也, 习人君之弊者, 下节应咒事也, 节必于莫喜思观, 而不知观龙逢, 以或其心, 而乱其行, 咒必于打己, 非连, 而不知为子弃, 以或其心, 而乱其行, 故群臣去忠而誓思, 百姓愿非而不用, 贤粮退处而引逃, 此其所已丧久目之地, 而须宗庙之国也, 节死于亭, 立, 山, 咒献于赤沛, 身不先知, 仁幼莫之见, 此必赛之祸也, 成汤奸于下节, 故主其心而胜至之, 是已能常用依隐, 而身不失道, 此其所已代下王而受久有也, 文王间于阴咒, 故主其心而胜至之, 是已能常用屡望, 而身不失道, 此其所已代阴云王而受久目也, 远方莫不至其真, 故目是悖色, 耳听被生, 口时被谓, 行居被公, 明受被号, 生则天下歌, 死则四海枯, 夫世之谓至圣, 诗曰, 凤凰秋秋, 其意若干, 其身若霄, 有凤有皇, 乐地之心, 此不必知福也, 习人臣之避者, 唐央西其事也, 唐央必于御权而主宰子, 西其必于御国而最深深, 唐央录于宋, 西其录于境, 逐贤乡而最孝凶, 身为行禄, 然而不知, 此必赛之祸也, 故以贪比, 背叛, 真权而不为辱灭亡者, 自古及经, 未尝有之也, 报书, 宁妻, 习鹏, 人知且不必, 故能持管仲, 而名利福禄与管仲其, 赵公, 吕望, 人知且不必, 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禄与周公其, 传曰, 知贤之未明, 辅贤之未能, 免知强之, 其福必尝此之未也, 此不必知福也, 习兵梦知弊者, 乱家事也, 莫子必于用而不知闻, 宋子必于欲而不知得, 圣子必于法而不知贤, 生子必于义而不知知, 惠子必于此而不知时, 庄子必于天而不知人, 故由用未知道, 尽力以, 由俗, 欲, 未知, 道尽贤以, 由法未知, 道尽属以, 由义未知, 道尽便以, 由此未知, 道尽论以, 由天未知, 道尽因以, 此数据者, 皆道之以于也, 夫道者, 体长而竞便, 亦于不足以举之, 屈之之人, 关于道之亦于, 而未知能是也, 故以为足而是之, 内以自乱, 外以或人, 上以必下, 下以必上, 此必赛之或也, 孔子仁之且不必, 故学乱数足以为先王者也, 一家的周道, 举而用之, 不必于成姬也, 故得与周公其, 名语三王并, 此不必知福也, 圣人之心术之患, 见必赛之祸, 故无欲无恶, 无始无终, 无境无远, 无薄无浅, 无古无精, 兼成万物而终献横焉, 是故众义不得相必, 以乱其轮也, 何谓恒, 曰, 道, 故心不可以不知道, 心不知道, 则不可道, 而可非道, 人属欲的字, 而守其所不可, 以尽其所可, 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 则必何于不道人, 而不知何于道人, 以其不可道之心于不道人, 论道人, 乱知本也, 夫何以知, 曰, 心之道, 然后可道, 可道然后守道, 以尽非道, 以其可道之心取人, 则何于道人, 而不何于不道之人以, 以其可道之心于道人论非道, 智之要也, 何患不知, 故智之要在于知道, 仁何以知道, 曰, 心, 心何以知, 曰, 须一而尽, 心未尝不脏也, 然而有所谓须, 心未尝不满, 两, 也, 然而有所谓依, 心未尝不动也, 然而有所谓尽, 人生而有知, 知而有知, 至也者, 脏也, 然而有所谓须, 不以所以脏害所将受未知须, 心生而有知, 知而有益, 一也者, 同时兼知之, 同时兼知之, 两也, 然而有所谓依, 不以夫遗害此依, 未知依, 心卧则梦, 偷则自行, 使之则谋, 故心未尝不动也, 然而有所谓尽, 不以梦拒乱之, 未知尽, 未得道而求道者, 未知须依而尽, 作之, 则将须道者之须则仁, 将是道者之依则静, 静将思道者静则查, 知道查, 知道行, 体道者也, 须依而静, 未知大清明, 万物莫行而不见, 莫见而不论, 莫论而失位, 作于是而见四海, 处于经而论久远, 书观万物而知其情, 参击至乱而通其度, 经为天地而才观万物, 至歌大理而宇宙里矣, 灰灰广广, 熟知其极, 高高广广, 熟知其德, 冠冠纷纷, 熟知其行, 明参日月, 大满八级, 夫世之位大人, 夫恶有必已哉, 心者, 行之君也, 而神明之主也, 出令而无所受令, 自敬也, 自始也, 自夺也, 自取也, 自行也, 自止也, 故口可结而始莫云, 行可结而始屈身, 心不可结而始异议, 事之则受, 非之则辞, 故曰, 心容, 其则也无尽, 必自现, 其物也杂薄, 其情之志也不耳, 诗云, 彩彩卷耳, 不淫寝框, 皆我怀仁, 智彼周行, 寝框亦满也, 卷耳亦得也, 然而不可以二周行, 故曰, 心之则无之, 轻则不惊, 二则疑惑, 以赞击之, 万物可兼之也, 生尽其故则美, 泪不可两也, 故知者则以而依焉, 浓金于田, 而不可以为田施, 甲金于事, 而不可以为甲, 施, 施, 公金于气, 而不可以为气施, 有人也, 不能辞三计, 而可使至三观, 曰, 金于道者也, 金于物者也, 金于物者以物物, 金于道者兼物物, 故君子依于道, 而以赞击物, 依于道则正, 以赞击物则查, 以正至行查论, 则万物观以, 习者顺之至天下也, 不以事赵而万物成, 处亦为之, 其荣满侧, 养亦之为, 荣亦而为之, 故道经约, 人心之为, 道心之为为为之己, 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 故人心辟如盘水, 正错而悟动, 则站着在下, 而清明在上, 则足以见证眉而察理矣, 唯风过之, 站着动呼下, 清明乱于上, 则不可以得大行之正也, 心亦如是矣, 故道之以理, 养之以轻, 物莫之轻, 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 小物引之, 则其正外义, 其心内清, 则不足以决数, 粗理矣, 故好书者众矣, 而苍结读传者, 依也, 好嫁者众矣, 而后继读传者, 依也, 好乐者众矣, 而魁读传者, 依也, 好义者众矣, 而顺读传者, 依也, 坠作弓, 浮游作矢, 而易经于舍, 稀众作车, 沉渡作成马, 而造腹经于欲, 自古及经, 未尝有两儿能经者也, 曾子曰, 是其亭可以博蜀, 恶能与我歌以, 空时之中有人焉, 其名曰吉, 其为人也, 善舍以好思, 耳目之欲皆, 则败其思, 闻蒙之声闻, 则错其经, 是以辟耳目之欲, 而远闻蒙之声, 闲居尽思则通, 私人若是, 可谓为乎, 孟子恶败而初期, 可谓能自强矣, 有子恶沃而催长, 可谓能自忍矣, 为己好也, 辟耳目之欲, 可谓能自强矣, 为己思也, 闻蒙之声闻则错其经, 可谓为以, 为可谓为也, 夫为者, 至人也, 至人也, 何强, 何忍, 何为, 故着明外景, 清明内景, 圣人纵其欲, 兼其情, 而至焉者礼矣, 夫何强, 何忍, 何为, 故人者之行道也, 无畏也, 圣人之行道也, 无强也, 仁者之思也公, 圣人之思也乐, 死至心之道也, 凡观物有仪, 忠心不定, 则外物不清, 无律不清, 则未可定然否也, 明明而行者, 见寝食以为俯虎也, 见植林以为后人也, 明明必其名也, 罪者跃百步之沟, 以为魁步之快也, 辅而出尘门, 以为小之龟也, 酒乱其神也, 厌目而逝者, 逝亦以为两, 言耳而听者, 听默默而以为凶凶, 亦乱其官也, 故从山上望牛者若阳, 而求阳者不下千也, 远避其大也, 从山下望目者, 时任之目若住, 而求住者不上者也, 高避其长也, 水冻而谨遥, 人不以定美恶, 水亦悬也, 故者仰视而不见心, 人不以定有无, 用金或也, 有人焉, 以此时定悟, 则是知于者也, 比于者知定悟, 以一觉一, 绝必不当, 夫苟不当, 安能无过乎, 下手之难有人焉, 曰捐数粮, 其为人也, 愚而善味, 明月而消行, 辅见其隐, 以为福鬼也, 仰视其法, 以为利媚也, 备而走, 彼至其家, 失弃而死, 岂不哀哉, 凡人之有鬼也, 必以其感呼之间, 宜玄之时定之, 此人之所以无有而有无之时也, 而己以正事, 故伤于师而己古古臂, 故伤于师而弊, 弊而己古蓬臀, 则必有弊古丧臀之肺矣, 而未有余己之福也, 故虽不在下手之难, 则无以异矣, 凡以知, 人之信也, 可以知, 物之理也, 以可以知人之信, 求可以知物之理, 而无所依止之, 则梅是穷年不能遍也, 其所以冠礼焉, 虽亦万, 以不足夹万物之便, 与于者若依, 学, 老生长子, 而与于者若依, 犹不知错, 夫世之未妄人, 故学也者, 故学止之也, 恶乎止之, 曰, 止诸致族, 何谓致族, 曰, 圣, 王, 也, 圣也者, 敬伦者也, 王也者, 敬至者也, 两敬者, 足以为天下己以, 故学者以圣王为师, 按以圣王之志为法, 法其法, 以求其统类, 以物相效其人, 相是而物, 是也, 类是而己, 君子也, 知之, 圣人也, 故有之非以律是, 则为之巨, 有勇非以持是, 则为之贼, 查赎非以分是, 则为之窜, 多能非以修荡是, 则为之之, 便利非以言是, 则为之以, 传曰, 天下有二, 非查是, 是查非, 为何王治不何王治也, 天下有不以是为龙正也, 然而有有能分是非, 至屈指者邪, 若夫非分是非, 非至屈指, 非辨至乱, 非至人道, 虽能之无益于人, 不能无损于人, 按之将至怪说, 玩其词, 以相挠华也, 按墙前而利口, 厚言而忍够, 无正而自居, 望辨而己利, 不好辞让, 不尽礼节, 而好相推己, 此乱世间人之说也, 则天下之至说者, 方多然以, 传曰, 西词而未查, 言误而未辨, 君子见之, 博文强制, 不何王治, 君子见之, 此之谓也, 谓之无益于尘也, 求之无益于的也, 忧期之无益于姬也, 则广焰能弃之以, 不以自防也, 不少请甘之胸中, 不目往, 不敏来, 无益连之心, 当时则动, 勿制而应, 事起而变, 治乱可否, 昭然明以, 周而成, 谢而拜, 明君无知有也, 宣而成, 隐而拜, 暗君无知有也, 故君仁者, 周则禅言之以, 直言反义, 小仁耳而君子远以, 施云, 莫以为名, 狐狸而苍此言上幽而下险也, 君仁者, 宣则直言致以, 而禅言反义, 君子耳而小仁远以, 施云, 明明在下, 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正明篇第二十二后王之臣明, 行明从商, 绝明从舟, 闻明从礼, 散明之家于万物者, 则从诸下之成俗屈其, 远方异俗之乡, 则因之而未通, 散明之在人者, 生之所以然者未知性, 性之何所生, 经何感应, 不适而自然, 未知性, 性之好物, 喜怒哀乐, 未知情, 情然而心未知则, 未知律, 心律而能未知动, 未知味, 律积焉, 能习焉, 而后臣, 未知味, 正利而未, 未知事, 正义而未, 未知行, 所以知之在人者, 未知知, 知有所合, 未知智, 至所以能知在人者, 未知能, 能有所合, 未知能, 性伤未知病, 节欲未知命, 是散明之在人者也, 事后王之臣明也, 故王者之致明, 明定而时辨, 道行而至通, 则圣率明而一焉, 故悉慈善作明, 以乱正明, 使明疑惑, 人多辩诵, 则未知大奸, 其罪由未伏节度量之罪也, 故其明莫敢脱为其此以乱正明, 故其明确, 确则亦始, 亦始则功, 其明莫敢脱为其此以乱正明, 故依于道法, 而谨于寻令矣, 如是则其既常矣, 既常功臣, 智之己也, 是谨于守明曰之功也, 今圣王眉, 明守慢, 其此起, 明实乱, 是非之行不明, 则虽守法之力, 宋述之如, 亦皆乱也, 若有亡者起, 必将有寻于旧明, 有作于心明, 然则所谓有明, 与所愿以同意, 与致明之书要, 不可不察也, 亦行离心交欲, 亦物明时玄纽, 贵贱不明, 同意不别, 如是, 则致必有不欲之患, 而是必有困废之祸, 故知者为之分别致明以止时, 上以明贵贱, 下以便同意, 贵贱明, 同意别, 如是则致无不欲之患, 是无困废之祸, 此所谓有明也, 然则何缘而以同意, 约, 缘天官, 凡同类同情者, 其天官之义物也同, 故比方之一四而通, 是所以供其约明以相其也, 行体色理, 以木意, 身因清浊, 钓鱼其身, 以耳意, 甘苦咸淡, 辛酸其味, 以口意, 香臭分欲, 辛骚撒酸其臭, 以鼻意, 即养苍热, 滑皮轻重, 以行体意, 说故喜怒哀乐爱物欲, 以心意, 心有真知, 真知, 则愿耳之生可也, 缘木耳之行可也, 然而真知必将呆天官之当不其类, 然后可也, 五官不知而不知, 心真知而无说, 则仁莫不然为之不知, 此所愿而以同意也, 然后随而命之, 同则痛之, 亦则亦之, 单足以欲则单, 单不足以欲则奸, 单与奸无所相必则贡, 虽共不畏害矣, 知亦时者知亦明也, 故使亦时者莫不亦明也, 不可乱也, 有使亦时者莫不同明也, 故万物虽重, 有时而欲便举之, 故畏之物, 物也者, 大共明也, 推而供之, 供则有供, 至于无供然厚止, 有时而欲偏举之, 故畏之鸟兽, 鸟兽也者, 大别明也, 推而别之, 别则有别, 至于无别然后止, 明无故仪, 约之以命, 约定俗成为之仪, 亦于约则为之不仪, 明无故时, 约之以命时, 约定俗成, 为之时明, 明有故善, 敬意而不服, 为之善明, 物有同状而易所者, 有义状而同所者, 可别也, 状同而为义所者, 虽可何, 为之而时, 状便而时无别而为义者, 为之化, 有化而无别, 为之依时, 此事之所以基时定树也, 此致明之书要也, 后亡之成名, 不可不查也, 见五不辱, 圣人不爱己, 杀到非杀人也, 此或于用名以乱名者也, 厌之所以未有名, 而观其熟行, 则能尽之以, 山渊平, 情欲寡, 除患不加甘, 大中不加乐, 此或于用时, 以乱名者也, 厌之所愿无以同意, 而观其熟调, 则能尽之以, 非而夜淫, 有牛马非马也, 此或于用名以乱食者也, 厌之明曰, 以其所受被其所辞, 则能尽之以, 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善作者, 无不类于三或者以, 顾名君知其分而不予便也, 夫名义义以道, 而不可予共固, 顾名君灵之以义, 道之以道, 生之以命, 张之以论, 敬之以行, 顾名之化道也如神, 便亦恶用以哉, 今圣亡眉, 天下乱, 兼言起, 君子无义以灵之, 无形以敬之, 顾便说也, 实不欲, 然后命, 命不欲, 然后其, 其不欲, 然后说, 说不欲, 然后便, 顾其命便说也者, 用之大文也, 而王也之实也, 明文而实欲, 明之用也, 类而成文, 明之立也, 用立句的, 为之之明, 明也者, 所以其类实也, 此也者, 兼一时之明以论一意也, 便说也者, 不义时明以欲动静之道也, 其命也者, 便说之用也, 便说也者, 心之向道也, 心也者, 道之公仔也, 道也者, 智之经理也, 心何于道, 说何于心, 此何于说, 正名而其, 只请而遇, 便意而不过, 推类而不备, 听则何闻, 便则禁固, 以正道而变奸, 有引神以持屈直, 事故邪说不能乱, 百家无所窜, 有奸听之明, 而无精愤之荣, 有奸负之厚, 而无法得之色, 说行则天下正, 说不行则白道而名穷, 是圣人之便说也, 诗曰, 鱼鱼养养, 如规如张, 令闻令望, 启蒂君子, 四方为刚此之谓也, 词让之节的矣, 长少之礼顺矣, 忌讳不称, 妖词不出, 以人心说, 以学心听, 以功心辩, 不动乎众人之非欲, 不至观者之耳目, 不入贵者之权益, 不立传辟者之词, 故能处道而不二, 土而不夺, 利而不留, 贵公正而见比真, 事事君子之便说也, 诗曰, 长夜漫兮, 永思千兮, 大谷之不漫兮, 礼义之不千兮, 何序人之言兮, 此之谓也, 君子之言, 赦然而惊, 缅然而泪, 差差然而其, 彼正其名, 当其词, 以物白其致意者也, 彼名此也者, 致意之时也, 足以相通, 则舍之以, 苟之, 兼也, 故名足以止时, 此足以见及, 则舍之以, 外侍者, 未知任, 是君子之所弃, 而愚者时已为己保, 故于者之言, 勿然而粗, 则然而不累, 踏踏然而废, 彼佑其名, 炫其词, 而无身于其致意者也, 故穷疾而无疾, 胜劳而无功, 贪而无名, 故知者之言也, 律之意之也, 行之意安也, 持之意利也, 臣则必得其所好, 而不欲其所恶焉, 而愚者凡事, 施曰, 畏鬼畏欲, 则不可得, 有缅面目, 世人枉急, 做此好歌, 以及反策, 死之未也, 凡与智而呆去欲者, 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 凡与智而呆寡欲者, 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 有欲无欲, 异类也, 生死也, 非智乱也, 欲之多寡, 异类也, 情之树也, 非智乱也, 欲不呆可得, 而求者从所可, 欲不呆可得, 所受乎天也, 求者从所可, 受乎心也, 所受乎天之一欲, 至于所受乎心之多, 故难类所受乎天也, 人之所欲生胜义, 人之所恶死胜义, 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 非不欲生而欲死也, 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 故欲过之而动不及, 心指之也, 心之所可忠理, 则欲虽多, 欲伤于智, 欲不及而动过之, 心始之也, 心之所可失礼, 则欲虽寡, 欲止于乱, 故智乱在于心之所可, 亡于情之所欲, 不求知其所在, 而求知其所亡, 虽曰我得之, 失之以, 信者天之就也, 情者信之之也, 欲者情之因也, 以所欲未可得而求之, 情之所必不免也, 以为可而道之, 知所必出也, 故虽未守门, 欲不可去, 信之拒也, 虽未天子, 欲不可敬, 欲虽不可敬, 可以敬敬也, 欲虽不可去, 求可结也, 所欲虽不可敬, 求者游敬敬, 欲虽不可去, 所求不得, 虑者欲结求也, 道者, 静则静静, 退则解求, 天下莫之若也, 凡人莫不从其所可, 而去其所不可, 知道之莫之若也, 而不从道者, 无知有也, 假知有人而欲难无多, 而恶北无寡, 岂未夫难者之不可敬也, 离难行而北走也哉, 今人所欲无多, 所恶无寡, 岂未夫所欲之不可敬也, 离得欲之道, 而取所恶也哉, 故可道而从之, 惜以损之而乱, 不可道而离之, 惜以异之而至, 故知者论道而以异, 小家真说之所愿者皆衰矣, 凡人之取也, 所欲未长翠而来也, 其去也, 所恶未长翠而往也, 故人无动而不可以不予全聚, 恒不振, 则重献于养, 而人以为轻, 轻献于免, 而人以为重, 此人所以或于轻重也, 权不振, 则或托于欲, 而人以为福, 福托于恶, 而人以为或, 此义人所以或于或福也, 道者, 古今之正全也, 离道而内自责, 则不知或福之所托, 异者, 以一一一, 人曰, 无得亦无丧也, 以一一两, 人曰, 无丧而有的也, 以两一一, 人曰, 无得而有丧也, 记者取所多, 某者从所可, 以两一一, 人莫之为, 名其数也, 从道而出, 有以一一两也, 稀丧, 离道而内自责, 是有以两一也, 稀的, 其类百年之欲, 亦一时之嫌, 然且未知, 不明其数也, 有常事生观其隐, 而难其查者, 至亲理而不重物者, 无知有也, 外重物而不内忧者, 无知有也, 行理理而不外围者, 无知有也, 外围而不内孔者, 无知有也, 心忧孔, 则口贤除患而不知其味, 耳听中谷而不知其声, 目视俯伏而不知其壮, 清宣平殿而体不知其安, 故向万物之美而不能贤也, 假而得问而贤之, 则不能离也, 故向万物之美而甚优, 兼万物之力而甚害, 如此者, 祈求物也, 养生也, 周寿也, 故欲养其欲而纵其情, 欲养其性而为其行, 欲养其乐而攻其心, 欲养其名而乱其行, 如此者, 虽丰侯称君, 其宇夫道无以义, 成宣代问, 其宇无足无以义, 夫是之位以己为物以义, 心平鱼, 则色不及庸而可以养牧, 生不及庸而可以养耳, 蔬食菜根而可以养口, 粗布之衣, 粗寻之旅, 而可以养体, 乌是如雨, 家靠入, 上积盐, 而可以养行, 故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 无以列之位而可以养名, 如是而家天下焉, 其为天下多, 其何, 私, 乐少矣, 夫是之位重己义物, 无稽之言, 不见之行, 不闻之谋, 君子圣之, 信恶篇第二十三人之信恶, 其善者为也, 经人之信, 生而有好利焉, 顺势, 故争夺生而辞让王焉, 生而有吉恶焉, 顺势, 故残贼生而忠信王焉, 生而有耳目之欲, 有好生色焉, 顺势, 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王焉, 然则从人之信, 顺人之情, 必出于争夺, 何于泛分乱理, 而归于报, 故必将有施法之化, 礼义之道, 然后出于词让, 何于文理, 而归于智, 用此观之, 然则人之信恶明以, 其善者为也, 故沟木必将呆饮瓜针脚, 然后直, 顿经必将呆龙利, 然后利, 经人之信恶, 必将呆施法, 然后正, 得礼义然后至, 经人无施法, 则偏显而不正, 无礼义, 则备乱而不至, 古者圣王以人之信恶, 以为偏显而不正, 备乱而不至, 是以为之起礼义, 至法度, 以搅饰人之情性而正之, 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 使皆出于智, 何于道者也, 经之人化施法, 积文学, 道礼义者为君子, 纵性情, 安自居, 而为礼义者为小人, 用此观之, 然则人之信恶明以, 其善者为也, 孟子曰, 人之学者, 其信善曰, 是不然, 是不及之人之信, 而不查乎人之信, 为之分者也, 凡性者, 天之就也, 不可学, 不可视, 礼义者, 圣人之所生也, 人之所学而能, 所视而成者也, 不可学, 不可视, 而在人者, 为之信, 可学而能, 可视而成之在人者, 为之谓, 是信为之分也, 经人之信, 目可以见, 耳可以听, 夫可以见之名不离目, 可以听之聪不离耳, 目明耳耳聪, 不可学明以, 孟子曰, 经人之信善, 将皆失丧其信故也曰, 若是则过矣, 经人之信, 生而离其谱, 离其滋, 必失而丧之, 用此观之, 然则人之信恶明以, 所谓信善者, 不离其谱而美之, 不离其滋而立之也, 使夫之谱之于美, 心意之于善, 若夫可以见之名不离目, 可以听之聪不离耳, 故曰目明耳耳聪也, 经人之信, 积而欲保, 寒而欲宣, 劳而欲修, 此人之情信也, 经人积见长而不敢先识者, 将有所让也, 劳而不敢求习者, 将有所待也, 夫子之让呼父, 弟之让呼凶, 子之待呼父, 弟之待呼凶, 此二行者, 皆返于信而备于情也, 然而孝子之道, 礼义之闻理也, 故顺情信则不辞让以, 辞让则备于情信以, 用此观之, 然则人之信恶明以, 其善者为也, 问者曰, 人之信恶, 则礼义恶生, 应之曰, 凡礼义者, 是生于圣人之位, 非故生于人之信也, 故陶人山植而为弃, 然则弃生于陶人之位, 非故生于人之信也, 故工人着目而成弃, 然则弃生于工人之位, 非故生于人之信也, 圣人积思律, 习为故, 以生礼义而起法度, 然则礼义法度者, 是生于圣人之位, 非故生于人之信也, 若肤目好色, 耳好生, 口好味, 心好利, 古体肤理好于义, 是皆生于人之情信者也, 感而自然, 不呆事而后生之者也, 夫感而不能然, 并且呆事而后然者, 为之生于味, 是性为之所生, 其不同之真也, 故圣人化性而起味, 为其而生礼义, 礼义生而至法度, 然则礼义法度者, 是圣人之所生也, 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 其不异于众者, 信也, 所以异而过众者, 为也, 夫好利而遇的者, 此人之情信也, 假之人有弟兄姿才而分者, 且顺情信, 好利而遇的, 若是, 则兄弟相伏夺矣, 且化礼义之文理, 若是, 则让乎国人矣, 故顺情信则弟兄真矣, 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 凡人之欲为善者, 为信恶也, 夫薄愿厚, 恶愿美, 辖愿广, 平愿妇, 见愿贵, 苟无之忠者, 必求于外, 故父而不愿财, 贵而不愿意, 苟有之忠者, 必不及于外, 用此观之, 人之欲为善者, 为信恶也, 经人之信, 故无礼义, 故强学而求有之也, 信不知礼义, 故思虑而求知之也, 然则生而矣, 则人无礼义, 不知礼义, 人无礼义则乱, 不知礼义则被, 然则生而矣, 则被乱在己, 用此观之, 人之信恶明以, 其善者为也, 孟子曰, 人之信善曰, 是不然, 凡古经天下之所谓善者, 正礼平治也, 所谓恶者, 偏显被乱也, 是善恶之分也矣, 经成以人之信故正礼平治邪, 则有恶用圣王, 恶用礼义灾, 虽有圣王礼义, 将何家于正礼平治也灾, 经不然, 人之信恶, 故古者圣人以人之信恶, 以为偏显而不正, 被乱而不治, 故为之力君上之意以灵之, 明礼义以化之, 其法正已治之, 众刑罚已尽之, 使天下皆出于智, 何于善也, 是圣王之智, 而礼义之化也, 经当是去君上之意, 无礼义之化, 去法正之智, 无刑罚之境, 以而观天下名人之相语也, 若是, 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 众者抱寡而华之, 天下之被乱而相亡, 不呆请矣, 用此观之, 然则人之信恶明矣, 其善者为也, 故善言古者, 必有结于经, 善言天者, 必有真于人, 凡论者贵其有辩合, 有福厌, 故作而言之, 其而可赦, 张而可施行, 经孟子曰, 人之信善无辩合福厌, 作而言之, 其而不可赦, 张而不可施行, 其不过圣以哉, 故信善则去圣王, 习礼义以, 信恶则与圣王, 贵礼义以, 故隐瓜之身, 为勾木也, 神莫知己, 为不止也, 立君上, 明礼义, 为信恶也, 用此观之, 然则人之信恶明以, 其善者为也, 执木不呆隐瓜而执者, 其信执也, 勾木必将呆隐瓜针脚, 然后执者, 以其信不执也, 经人之信恶, 必将呆圣王之志, 礼义之化, 然后使出于志, 何于善也, 用此观之, 然则人之信恶明以, 其善者为也, 问者曰, 礼义机位者, 是人之信, 故圣人能生之也, 应之曰, 是不然, 夫陶人山直而生瓦, 然则瓦直起陶人之信也哉, 工人着木而生气, 然则弃木起工人之信也哉, 夫圣人之于礼义也, 辟则陶山而生之也, 然则礼义机位者, 其人之本信也哉, 凡人之信者, 遥顺之于截直, 其信也也, 君子之于小人, 其信也也, 经将以礼义机位为人之信邪, 然则有何贵遥与, 何贵君子以哉, 凡所贵遥与君子者, 能化信, 能起位, 为起而生礼义, 然则圣人之于礼义机位也, 亦由陶山而生之也, 用此观之, 然则礼义机位者, 其人之信也哉, 所见于截直小人者, 从其信, 顺其情, 安自居, 以出乎贪力争夺, 故人之信恶明以, 其善者为也, 天非思曾千孝以而外众人也, 然而曾千孝以独厚于孝之时, 而全于孝之名者, 何也, 以其于礼义故也, 天非思其鲁之名而外情人也, 然而于父子之义, 夫妇之别, 不如其鲁之孝俱敬闻者, 何也, 以情人之从情信, 安自居, 慢于礼义故也, 其其信义已哉, 图之人可以为语, 何为也, 曰, 凡语之所以未语者, 以其为仁义法证也, 然则仁义法证, 有可知可能之理, 然而图之人也, 皆有可以知仁义法证之之, 皆有可以能仁义法证之据, 然则其可以未语明以, 经以仁义法证为, 故无可知可能之理, 然则为语不知仁义法证, 不能仁义法证也, 将使徒之人, 故无可以知仁义法证之之, 而故无可以能仁义法证之据协, 然则徒之人也, 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义, 外不可以知君臣之证, 不然, 经徒之仁者, 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 外可以知君臣之证, 然则其可以知之直, 可以能之据, 其在徒之人明以, 经使徒之仁者, 以其可以知之直, 可以能之据, 本夫人以知可知之理, 可能之据, 然则其可以未语明以, 经使徒之人服术为学, 专心一致, 思索熟查, 家日献酒, 积善而不习, 则通于神明, 参于天地义, 故圣人者, 人之所积而至义, 曰, 圣可积而至, 然而皆不可积, 何也, 曰, 可以而不可使也, 故小人可以为君子, 而不肯为君子, 君子可以为小人, 而不肯为小人, 小人君子者, 未尝不可以相为也, 然而不相为者, 可以而不可使也, 故图之人可以为语, 则然, 图之人能为语, 未必然也, 虽不能为语, 无害可以为语, 足可以变形天下, 然而未尝有能变形天下者也, 夫公将农甲, 未尝不可以相为是也, 然而未尝能相为是也, 用此观之, 然则可以为, 未必能也, 虽不能, 无害可以为, 然则能不能之语可不可, 其不同远矣, 其不可以相为明矣, 姚问于顺曰, 人情何如, 顺对曰, 人情甚不美, 又何问焉, 妻子聚而孝衰于清, 事欲得而性衰于有, 绝露营而终衰于君, 人之情乎, 人之情乎, 圣不美, 又何问焉, 为贤者未不然, 有圣人之之者, 有氏君子之之者, 有小人之之者, 有一夫之之者, 多言则闻而泪, 终日意其所以, 言之千举万变, 其统类意也, 是圣人之之也, 少言则敬而神, 论而法, 若议之以神, 是氏君子之之也, 其言也产, 其行也备, 其举事多悔, 是小人之之也, 其给便敏而无类, 杂能旁破而无用, 稀疏脆俗而不及, 不许是非, 不论屈指, 以其圣人为义, 是义夫之之也, 有上永者, 有中永者, 有下永者, 天下有中, 感知其身, 先王有道, 感行其义, 上不寻于乱世之君, 下不俗于乱世之名, 人之所在无贫穷, 人之所亡无富贵, 天下知之, 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 天下不知之, 则愧然独立天地之贤而不畏, 世上永也, 礼功而易俭, 大其信焉, 而轻或财, 贤者敢推而上之, 不孝者敢愿而废之, 世中永也, 轻生而重祸, 田祸而广解苟勉, 不许是非然不然之情, 以其圣人为义, 世下永也, 凡若俱属, 谷之良公也, 然而不得排情则不能自正, 还公之葱, 大公之雀, 文王之路, 庄君之乎, 和驴之干江, 墨邪, 俱雀, 辟驴, 此皆谷之良见也, 然而不加底力则不能力, 不得人力则不能断, 滑流, 奇迹, 欠离, 绿耳, 此皆谷之良马也, 然而前必有贤配之志, 后有鞭策之威, 加之以造父之欲, 然后依日而至千里也, 夫人虽有性直美而心辨之, 必将求贤师而视之, 则良有而有之, 得贤师而视之, 则所闻者遥顺与汤之道也, 得良有而有之, 则所见者忠信静让之行也, 生日静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 迷使然也, 经与不善人畜, 则所闻者欺乌乍味也, 所见者乌慢淫邪贪力之行也, 生且家于行路而不自知者, 迷使然也, 传曰,不知其子, 是其有,不知其君, 是其左右迷而已矣, 迷而已矣, 君子偏第二十四天子无妻, 告人无匹也, 四海之内无刻理, 告无事也, 足能行, 待乡者然后进, 口能言, 待官人然后照, 不适而见, 不听而聪, 不言而信, 不律而知, 不动而攻, 告智悖也, 天子也者, 义至重, 行至义, 心至悦, 至无所趋, 行无所劳, 尊无尚矣, 施曰, 普天之下, 莫非望土, 律土之兵, 莫非望尘此之位也, 圣王在上, 分义行呼下, 则是代府无流营之行, 百利官人无怠慢之事, 众数百姓无奸怪之俗, 无盗贼之罪, 莫敢犯大上之境, 天下小然皆知夫盗窃之人不可以为父也, 皆知夫贼害之人不可以为兽也, 皆知夫犯上之境不可以为安也, 由其道则人的其所好焉, 不由其道则必欲其所恶焉, 是故行罚其审而微行如流, 是小然皆知夫未兼则虽隐窜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 故莫不服罪而请, 书曰, 凡人自得罪此之位也, 故行当罪则微, 不当罪则武, 决当贤则贵, 不当贤则贱, 故者行不过罪, 决不于得, 故杀其父而成其子, 杀其凶而成其弟, 刑罚不怒罪, 决赏不于得, 分然各以其成通, 是以为善者劝, 为不善者举, 刑罚其审, 而微行如流, 正令致名, 而化义如神, 传曰, 义人有庆, 照明赖之此之位也, 乱世则不然, 刑罚怒罪, 决赏于得, 以族论罪, 以事举贤, 故义人有罪, 而三族皆宜, 得虽如顺, 不免行君, 是以族论罪也, 先祖当贤, 后子孙必贤, 行虽如节奏, 列从必尊, 此以事举贤也, 以族论罪, 以事举贤, 虽欲无乱, 得忽哉, 诗曰, 百川沸腾, 山种族崩, 高岸畏谷, 生谷畏林, 哀经之人, 胡惨莫臣, 死之位也, 论法圣王, 则之所贵以, 以义至事, 则之所利以, 论之所贵, 则之所养以, 事之所利, 则动之所出以, 二者是非之本, 得失之缘也, 故臣王之于周公也, 无所往而不听, 之所贵也, 还公之于管仲也, 国事无所往而不用, 之所利也, 无有五子虚而不能用, 国制于王, 被道失贤也, 故尊圣者王, 贵贤者罢, 净贤者存, 慢贤者王, 古今亦也, 故尚贤使能, 等贵贱, 分清书, 续长幼, 此先忘之道也, 故尚贤使能, 则主尊下安, 贵贱有等, 则令行而不留, 清书有分, 则施行而不备, 常幼有序, 则事业结成而有所修, 故仁者, 仁慈者也, 义者, 分慈者也, 结者, 死身慈者也, 忠者, 敦慎慈者也, 兼慈而能知, 备以, 备而不经, 以自善也, 为之甚, 不经以, 夫顾天下不予真能, 而至善用其功, 有而不有也, 夫顾为天下贵矣, 诗曰, 熟人君子, 其一步推, 其一步推, 正是四国此之位也, 城乡篇第二十五, 请城乡, 是之秧, 于暗于暗舵贤良, 人主无贤, 如骨无香, 何昌昌, 请不积, 圣圣人, 于而自专世不至, 主祭苟胜, 群臣莫见, 必逢灾, 论成过, 反其诗, 尊主安国上贤义, 据见是非, 于而尚同, 国必获, 何谓罢, 国多思, 比周海主党语师, 远贤敬禅, 忠臣必赛主义宜, 何谓贤, 明君臣, 尚能尊主下爱民, 主臣听之, 天下为一海内兵, 主之涅, 禅仁达, 贤能顿桃国乃醋, 予以重于, 暗以重暗, 成为节, 誓之灾, 杜贤能, 非连之正任恶来, 悲其至义, 大其远又高其台, 五王怒, 师木也, 咒促一乡起乃下, 五王善之, 封之于宋利其祖, 士之衰, 禅仁归, 笔甘剑枯鸡子类, 五王诛之, 吕上昭辉英明怀, 士之或, 恶贤士, 子须剑杀百里喜, 目宫人之, 强配五伯六轻师, 士之于, 恶大儒, 逆赤不通孔子居, 斩秦三处, 春生倒坠, 鸡必书, 请目鸡, 贤者思, 摇在万事如见之, 禅仁罔及, 显卑清策此之仪, 鸡必诗, 便贤霸, 文武之道同福系, 由之者智, 不由者乱, 何以为, 凡尘乡, 便法方, 至至之即父后亡, 父圣莫济会, 百家之说成不祥, 至父依, 修之即, 君子执之心如节, 众人二之, 禅夫弃之, 行事节, 水至平, 端不清, 心术如此向圣人, 而有义, 直而用业必参天, 事无王, 穷贤良, 报仁除患, 仁仁遭康, 礼乐习灭, 圣人饮福, 莫树行, 智之经, 礼宇行, 君子已修百姓宁, 明德圣伐, 国家祭至四海平, 智之至, 后亦父, 君子臣之好以呆, 处之敦故, 有身藏之能远思, 思乃经, 智之荣, 好儿依之神已成, 精神相反, 亦而不二为圣人, 智之道, 美不老, 君子游之脚已好, 下以教会子弟, 上以士族考, 智香节, 慈不促, 君子道之顺已达, 松其贤良, 便其秧也, 请智香, 道圣王, 遥顺上贤身辞让, 许游善卷, 崇义清利行显明, 遥让贤, 以为名, 范力兼爱得失君, 便至上下, 贵见有的明君臣, 遥寿能, 顺欲识, 上贤推得天下智, 虽有贤盛, 事不欲试, 赎之之, 遥不得, 顺不辞, 妻以二女任以事, 大人哉顺, 难面而立万物辈, 顺受雨, 以天下, 上得推贤不失序, 外部必愁, 内部阿清贤者雨, 与劳心利遥有的, 干戈不用三苗福, 举顺全母, 人知天下深休息, 得后继, 五谷直, 魁魏乐正秒受福, 弃为司徒, 明知孝帝尊有的, 与有公, 亦下红, 辟除名亥竹贡功, 北绝九和, 通十二主, 书三将, 与富土, 平天下, 公卿为民行劳苦, 得意高桃横格职成为辅, 弃玄王, 申昭明, 居于底十千余商, 十有四事, 乃有天以事成汤, 天以汤, 论举当, 申让便随举目光, 道古贤圣机弊彰, 愿成辞, 是乱恶善不辞至, 隐慧极贤, 良游奸诈先无哉, 患难哉, 板位先, 甚之不用于者谋, 前车已赴, 后位之更何绝时, 不绝悟, 不知苦, 迷惑失止意上下, 终不上达, 蒙眼儿目赛门户, 门户赛, 大迷惑, 被乱昏末不终极, 是非反义, 比周期上恶正直, 正直恶, 心无度, 邪网辟回师道图, 己无犹人, 我独自美, 岂独无故, 不知戒, 后必有, 恨后遂过不肯回, 禅夫多敬, 反复言语声炸态, 人之态, 不如被, 真宠及贤利恶计, 度功悔贤, 下脸党与上必逆, 上拥毕, 师父义, 任用禅夫不能治, 赎公常妇之难, 立王流于智, 周幽立, 所以拜, 不听归见中是害, 皆我何人, 独不欲时当乱世, 欲中对, 言不从, 恐为子须生离胸, 竟见不听, 锦儿独露气之将, 官网事, 以自戒, 治乱是非亦可事, 托于沉香以寓意, 请沉香, 言志芳, 君论有五约以明, 君谨守之, 下街平正国乃昌, 陈下值, 莫游时, 物本节用才无极, 事业厅上, 莫得相识以名利, 首期值, 足衣时, 后保有等名绝福, 力往仰上, 莫得善语俗斯德, 君法明, 论有常, 表仪计赦明之方, 进退有律, 莫得贵贱俗斯王, 君法仪, 进不畏, 莫不说教明不宜, 修之者容, 离之者辱俗他师, 行称臣, 守其淫, 下不得用青丝门, 罪或有律, 莫得轻重微不分, 请目其, 明有姬, 主好论义必善谋, 武厅修领, 莫不理续主执持, 听之今, 明其请, 参武明警师赏行, 显者必得, 赢者负显明返臣, 言有节, 姬其实, 信诞已分赏法比, 下不欺上, 皆以秦言明若日, 上通利, 隐远至, 官法不法见不适, 耳目济显, 立尽法令莫敢自, 君交出, 行有律, 立尽将之无疲滑, 下不思请, 各以仪, 舍巧捉, 臣锦修, 君治便, 公查善思论不乱, 已至天下, 后世法之陈律馆, 复篇第二十六, 原有大物, 非思非伯, 文理成章, 非日非月, 为天下明, 生者已寿, 死者已藏, 成郭已故, 三君已强, 翠而亡, 伯而伯, 无以焉而亡, 成于不适, 感情之亡, 亡曰, 死夫闻而不采者予, 简然亦之, 而至有礼者予, 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予, 信不得则若禽寿, 信得之则圣雅四者予, 匹夫龙之则未圣人, 诸侯龙之则依四海者予, 至名而曰, 圣顺而体, 请归之礼, 礼, 黄天龙雾, 以誓诗下名, 或厚或薄, 地步其君, 节奏已乱, 汤武已闲, 混混熟熟, 黄黄木木, 周流四海, 曾不重日, 君子已休, 直已穿世, 大参忽天, 惊为而无形, 行义已正, 事业已成, 可以敬报足穷, 百姓呆之而后宁态, 成于不适, 愿问其名, 曰, 此夫安宽平而为显爱者邪, 修杰之为亲, 而杂污之为敌者邪, 圣身脏而外圣敌者邪, 法语顺而能演技者邪, 行为动静呆之而后视者邪, 血气之今也, 至义之荣也, 百姓呆之而后宁也, 天下呆之而后平也, 名达纯粹而无此也, 夫氏之为君子之之, 之, 有物于此, 居则周静至下, 动则其高以聚, 原者终归, 方者终举, 大参天的, 得厚遥语, 今为乎毫毛, 而大迎乎大, 呼吸其极之远也, 裸吸其乡竹而返也, 养养兮天下之贤俭也, 得厚而不捐, 五彩备而成文, 往来昏备, 通于大神, 出入圣集, 莫知其门, 天下施之则灭, 得之则存, 弟子不敏, 此之怨臣, 君子设此, 请策一支, 曰, 此夫大而不塞者语, 充盈大羽而不挑, 入窃血而不负者语, 行远急速, 而不可脱训者语, 往来昏备, 而不可畏顾塞者语, 抱至杀伤, 而不异计者语, 功备天下, 而不思智者语, 脱得而有雨, 有风而子语, 冬日作寒, 夏日作暑, 广大精神, 请归之云, 云, 有物于此, 悉其壮吕化如神, 功备天下, 为万事闻, 礼乐已成, 贵贱已分, 养老常幼, 呆之而后存, 名号不美, 宇报为灵, 功利而生费, 事成而加败, 弃其其老, 收其后事, 人属所利, 非鸟所害, 成于而不适, 请占之五态, 五态占之曰, 死夫生女好, 儿头马手者语, 屡化而不受者语, 善状而捉劳者语, 有父母而无聘母者语, 东扶而下游, 食丧而吐司, 前乱而后至, 下生而恶属, 喜诗而恶语, 永以为母, 而以为父, 三辅三起, 事乃代以, 夫世之谓残礼, 残, 有物于此, 身于山腹, 处于是堂, 无知无巧, 善至依赏, 不道不切, 穿于而行, 日夜何离, 已成文章, 已能何从, 又善连痕, 下父百姓, 上世帝王, 公业甚薄, 不见贤良, 食用则存, 不用则亡, 成于不是, 感情之王, 王曰, 此夫使身具, 其成功小者邪, 长其伟而锐其飘者邪, 头先达而伟照了者邪, 亦往亦来, 结尾以为是, 无与无义, 反复甚及, 伟生而是起, 伟战而是矣, 三以为父, 管以为母, 既以风表, 又以连理, 夫世之谓真理, 真, 天下不治, 请成鬼师, 天地亦为, 四十亿香, 烈心允坠, 但目会盲, 优惠登昭, 日月下藏, 公正无私, 反见从恒, 至爱功利, 众楼书堂, 无私罪人, 进阁二兵, 道德纯备, 产口江江, 人人处约, 熬抱善强, 天下悠险, 恐失是阴, 吃龙为眼庭, 吃宵为凤凰, 笔干剑枯, 孔子居匡, 昭昭乎其知之明也, 欲欲乎其欲时之不祥也, 浮乎其欲礼义之大行也, 暗乎天下之会盲也, 浩天不复, 幽无疆也, 千岁必返, 古之长也, 弟子免学, 天不忘也, 圣人共守, 时机将矣, 语于以矣, 愿闻反词, 其小歌约, 念碧远方, 和其赛义, 人人处约, 抱人掩义, 忠诚为代, 禅人拂义, 玄欲摇珠, 不知配也, 杂不语境, 不知异也, 驴居紫舍, 莫知眉也, 摩姆立妇, 是知喜也, 以芒为名, 以龙为聪, 以为为安, 以及为兄, 呜呼, 上天, 何为其同, 大略篇第二十七大略, 君人者, 龙李尊贤而亡, 众法爱名而罢, 好力多诈而为, 玉境四旁, 莫如中央, 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 李也, 天子外平, 诸侯内平, 李也, 外平, 不欲见外也, 内平, 不欲见内也, 诸侯照其城, 城部四驾, 颠倒衣裳而走, 李也, 诗曰, 颠知道之, 自公照之天子照诸侯, 诸侯免于旧马, 李也, 诗曰, 我出我鱼, 鱼比目矣, 自天子所, 为我来矣, 天子山免, 诸侯玄关, 大夫必免, 是为辩, 李也, 天子御庭, 诸侯御徒, 代夫服户, 李也, 天子雕宫, 诸侯同宫, 代夫黑宫, 李也, 诸侯相见, 亲未见, 以其教士必行, 使人居守, 聘人以规, 问世以弊, 赵人以怨, 决人以决, 反决以还, 人主人心设焉, 知其义也, 礼其敬也, 故王者先人而后礼, 天师然也, 聘礼制曰, 避厚则商得, 财齿则舔礼, 礼云礼云, 欲伯云忽哉, 诗曰, 勿其旨意, 为其邪以不时宜, 不敬交, 不欢心, 虽指, 非礼也, 水行者表身, 使人无限, 致名者表乱, 使人无失, 礼者, 其表也, 先妄以礼亦表天下之乱, 经费礼者, 逝去表也, 故民迷惑而现或患, 此刑罚之所以凡也, 顺曰, 为予从欲而至故礼之身, 为贤人以下至庶民也, 非为成圣也, 然而亦所以成圣也, 不学不成, 遥学于君仇, 顺学于物成昭, 与学于西王国, 五时不成丧, 七时为衰存, 轻盈之礼, 赴南向而立, 子北面而贵, 较而命之, 网盈而乡, 乘我宗士, 龙律已尽先彼之四, 若则有偿子曰, 诺, 唯恐不能, 敢忘命矣, 夫行也者, 行礼之谓也, 礼也者, 贵者敬焉, 老者孝焉, 长者地焉, 幼者慈焉, 见者慧焉, 赐予其公事, 犹用庆赏于国家也, 愤怒其臣妾, 犹用刑罚于万民也, 君子之于子, 爱之而物面, 使之而物貌, 道之以道而物强, 礼以顺人心为本, 故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 皆礼也, 礼之大凡, 适生, 适欢也, 送死, 适哀也, 君吕, 适威也, 轻轻, 故故, 雍雍, 牢牢, 人之沙也, 贵贵, 尊尊, 闲闲, 老老, 常常, 义之轮也, 行之得其节, 礼之序也, 人, 爱也, 故轻, 义, 礼也, 故行, 礼, 节也, 故成, 人有礼, 义有门, 人, 非其礼而须, 处, 知, 非礼, 人, 也, 义, 非其门而游之, 非义也, 推恩而不礼, 不成仁, 遂礼而不敢, 不成义, 审节而不知, 不成礼, 和而不发, 不成乐, 故曰, 人义礼乐, 其至义也, 君子处人以义, 然后人也, 行义以礼, 然后义也, 智力反本沉默, 然后礼也, 三者皆通, 然后道也, 货财约父, 与马约奉, 依福约岁, 晚好约赠, 预备约寒, 赴奉所以作生也, 赠岁所以送死也, 送死不及救师, 调身不及悲哀, 非礼也, 故及行午时, 奔丧百礼, 奉赠即是, 礼之大也, 礼者, 正知晚也, 为正不以礼, 正不行矣, 天子即位, 上清静约, 如之和幽之常也, 能除患则未福, 不能除患则未贼, 受天子一策, 中清静约, 配天而有下徒者, 先是律世, 先换律患, 先是律世未知皆, 皆则是幽臣, 先换律患未知欲, 欲则或不生, 适至而后律者未知后, 后则是不举, 换至而后律者未知困, 困则或不可遇, 受天子二策, 下清静约, 静戒无怠, 庆者在堂, 吊者在驴, 或与福灵, 莫知其门, 欲哉, 欲哉, 万民望之, 受天子三策, 与剑跟者偶利而逝, 过时事之意陛下, 杀大早, 朝大晚, 非礼也, 致名不以礼, 动思献矣, 平衡约拜, 下衡约姬首, 致得约姬嗓, 代夫之臣, 拜不姬首, 非尊家臣也, 所以辟君也, 一命齿于香, 再命齿于族, 三命, 族人虽七十不敢先, 上大夫, 中大夫, 下大夫, 即是上尊, 丧是上卿, 君臣不得不尊, 父子不得不卿, 兄弟不得不顺, 夫妇不得不欢, 少者以偿, 老者以养, 故天地生之, 圣人成之, 聘, 问也, 想, 献也, 私敌, 私见也, 言语之美, 暮暮惶惶, 朝廷之美, 及己腔腔, 为人臣下者, 有见而无善, 有亡而无疾, 有怨而无怒, 君于代夫, 三问其疾, 三灵其丧, 于是, 一问一灵, 诸侯非问疾丧, 不知臣之家, 记葬, 君若父之有时之, 则时矣, 不辟粮肉, 有酒理则辞, 请不于庙, 设依不于济福, 礼也, 一知贤, 见夫妇, 夫妇之道, 不可不正也, 君臣父子之本也, 贤, 感也, 以高下下, 以男下女, 柔上而刚下, 聘事之义, 轻盈之道, 众矢也, 礼者, 人之所履也, 师所履, 必颠簇献逆逆, 所施为而其为乱大者, 礼也, 礼之于正国家也, 如权衡之于轻众也, 如神莫之于屈指也, 故人无礼不深, 事无礼不成, 国家无礼不宁, 和乐之身, 不忠无相, 屈中韶户, 君子听律习荣而后誓, 双将逆女, 兵叛杀, 内时日遗遇, 坐世兮, 立士族, 应对言语世面, 立士前六尺而大之, 六六三十六, 三丈六尺, 文貌勤用, 相为内外表礼, 礼之中焉, 能思所谓之能律, 礼者, 本末相顺, 忠实相应, 礼者, 以财物为用, 以贵贱为文, 以多少为义, 下臣是君以祸, 中臣是君以身, 上臣是君以仁, 一曰, 负自道, 何其旧, 春秋贤木工, 以为能辩也, 事有度有, 则贤交不清, 君有度成, 则贤人不智, 毕公者为之魅, 隐良者为之度, 奉度魅者为之交绝, 交绝之人, 度魅之臣, 国之慧涅也, 口能言之, 身能行之, 国宝也, 口不能言, 身能行之, 国弃也, 口能言之, 身不能行, 国用也, 口言善, 身行恶, 国妖也, 治国者尽其宝, 爱其器, 任其用, 除其妖, 不父无以养民情, 不教无以理民性, 故家无母宅, 百母田, 勿其业, 而勿夺其食, 所以父之也, 立大学, 设祥序, 修六礼, 明时教, 所以道之也, 诗曰, 引之时之, 教之会之王室俱矣, 武王使入阴, 表伤荣之驴, 是姬子之求, 枯比干之木, 天下相善矣, 天下国有郡士, 事有闲人, 弥者不问路, 逆者不问岁, 亡人好读, 诗曰, 我言为福, 勿用未孝, 鲜明有言, 循于除饶言伯问也, 有法者亦法行, 无法者亦类举, 以其本知其末, 以其左知其右, 反百事亦礼而相守也, 庆赏行罚, 通内而后应, 正教习俗, 相顺而后行, 八十者亦子不适, 九十者举家不适, 废及非人不养者亦人不适, 父母之丧, 三年不适, 其衰大功, 三月不适, 从诸侯不来, 与心有婚, 妻不适, 子为子家居迅然代夫, 不如燕子, 燕子, 公用之臣也, 不如子产, 子产, 惠人也, 不如管仲, 管仲之为人, 立功不立义, 立之不立人, 也人也, 不可为天子代夫, 孟子三剑宣王, 不言是, 门人曰, 何为三玉其王而不言是, 孟子曰, 我先攻其邪心攻行子之之焰, 欲曾缘于徒, 曰, 燕君何如, 曾缘曰, 至悲, 至悲者轻悟, 轻悟者不求助, 苟不求助, 何能举, 低腔之鲁也, 不忧其细累也, 而忧其不分也, 历夫秋毫, 毫, 害弥国家, 然且未知, 己未知记哉, 经夫王争者, 终日求之而不得, 其得之, 非目亦明也, 谋而见之也, 心之余律亦然, 亦与力者, 人之所量有也, 虽摇顺不能去明之御力, 然而能使其御力不克其好意也, 虽节昼义不能去明之好意, 然而能使其好意不胜其御力也, 故义胜利者为治事, 利克义者为乱世, 上崇义则义克利, 上众利则利克义, 故天子不言多少, 诸侯不言利害, 大夫不言得丧, 事不通或财, 有国之君不习牛羊, 错职之臣不习鸡臀, 种轻不修臂, 大夫不畏厂缘, 从事以上皆修利而不与明真业, 乐分师而耻鸡脏, 然故名不困财, 凭聚者有所窜其手, 文王诸四, 武王诸二, 周公足业, 至臣康则暗无诸矣, 多鸡才而修无有, 众名认而诸不能, 此邪行之所以弃, 刑罚之所以多也, 上好修, 亦, 则明暗示矣, 上好父则明死利矣, 二者治乱之取矣, 明语曰, 欲复乎, 认词矣, 清觉矣, 觉故就矣, 与亦分贝矣, 上好父则人明之行如此, 安得不乱, 汤汉儿导曰, 正不解语, 使明即语, 何以不语至私即也, 公事荣语, 父业圣语, 何以不语至私之即也, 包居行语, 禅夫行语, 何以不语至私即也, 天之声明, 非为君也, 天之力君, 以为名也, 故故者, 列的建国, 非以贵诸侯而以, 列官职, 差绝路, 非以尊代父而以, 主道之人, 成道之士, 故顺之至天下, 不以事赵而万物成, 浓精于田, 而不可以为田师, 公甲亦然, 以贤义不孝, 不呆补而后之即, 以智乏乱, 不呆战而后之可, 其人欲罚鲁, 即便庄子, 不敢过便, 尽人欲罚位, 位子禄, 不敢过谱, 不知而问尧顺, 无有而求天福, 曰, 先望之道, 则尧顺已, 六二之伯, 则天福已, 君子之学如退, 翻然千之, 故其行孝, 其利孝, 其智颜色, 出词弃效, 无留善, 无素问, 善学者尽其理, 善行者就其难, 君子力智如穷, 虽天子三公问政, 以是非对, 君子爱穷而不失, 劳眷而不苟, 临患难而不忘戏习之言, 遂不含无以之松伯, 是不难无以之君子, 无日不在世, 与小汉顾前, 夫尽小者大, 机尾者助, 得智者色则恰, 行尽而生问远, 小人不沉于内而求之于外, 言而不称师位之叛, 教而不称师位之辈, 背叛之人, 明君不内, 朝世代福御诸徒不语言, 不足于行者, 说过, 不足于信者, 成言, 故春秋善虚命, 而师非吕蒙, 其心意也, 善为师者不说, 善为义者不战, 善为礼者不相, 其心痛也, 曾子曰, 孝子言未可闻, 行为可见, 言未可闻, 所以说远也, 行为可见, 所以说敬也, 敬者说则轻, 远者悦则复, 清静而复远, 孝子之道也, 曾子行, 燕子从于交, 曰, 因闻之, 君子赠人以言, 庶人赠人以才, 因平无才, 请嫁于君子, 赠无子以言, 成于之轮, 泰山之木也, 是诸饮瓜, 三月五月, 未愁菜, 避而不返其长, 君子之饮瓜, 不可不敬也, 胜之, 蓝成靠本, 鉴于密礼, 一配一之, 正君鉴于香酒, 可缠而得也, 君子之所鉴, 不可不胜也, 人之于闻学也, 犹豫之于琢磨也, 诗曰, 如切如搓, 如浊如魔味学问也, 何之必, 谨理之觉也, 欲人浊之, 为天子宝, 子干记录, 故彼人也, 背文学, 福礼义, 为天下列士, 学问不厌, 好事不倦, 是天府也, 君子疑则不言, 慰问则不言, 道远日异矣, 多知而无亲, 博学而无方, 好多而无定者, 君子不语, 少不讽诵, 状不论义, 虽可, 未成也, 君子依教, 弟子依学, 即成, 君子竟则能义上之欲, 而损下之忧, 不能而居之, 乌也, 无义而厚受之, 妾也, 学者非必未誓, 而誓者必如学, 子共问于孔子曰, 似眷于学矣, 愿习世君孔子曰, 诗云, 温宫朝夕, 直逝有客世君难, 世君焉可习灾, 然则, 次愿习世亲孔子曰, 诗云, 孝子不愧, 勇习而泪世亲难, 世亲焉可习灾, 然则次愿习于妻子孔子曰, 诗云, 行于寡妻, 智于兄弟, 已欲于家邦妻子难, 妻子焉可习灾, 然则次愿习于朋友孔子曰, 诗云, 朋友幽舍, 舍以威夷朋友难, 朋友焉可习灾, 然则次愿习根孔子曰, 诗云, 咒耳于毛, 消耳所逃, 及其圣巫, 其时波百骨根难, 根焉可习灾, 然则次无习者乎, 孔子曰, 望其矿, 高如也, 颠如也, 利如也, 此则之所习以子供曰, 大哉, 死乎, 君子习焉, 小人修焉, 国风之好色也, 传曰, 迎其遇而不迁其指, 其尘可比于金时, 其身可内于宗庙, 小雅不已于乌上, 自隐而居下, 即经之正以思亡者, 其言有闻焉, 其身有哀焉, 国将兴, 必贵师而重负, 贵师而重负, 则法度存, 国将衰, 必见师而轻负, 见师而轻负, 则人有快, 人有快则法度坏, 古这匹夫五十而逝, 天子诸侯子十九而观, 观而听至, 其教至也, 君子也者而好之, 其人也, 其人而不教, 不详, 非君子而好之, 非其人也, 非其人而交之, 积道良界贼兵也, 不自贤其行者, 言烂过, 古之贤人, 见为不依, 平为匹夫, 实则沾舟不足, 依则数贺不完, 然而非礼不尽, 非义不受, 安取此, 子下平, 依若现存, 人曰, 子何不适, 曰, 诸侯之交我者无不未成, 代福之交我者无不复见, 柳下会与后门者同一而不见仪, 非依日之闻也, 真利如早甲, 而丧其涨, 君人者不可以不胜取成, 匹夫不可以不胜取有, 有者, 所以向有也, 道不同, 何以向有也, 君心失火, 火就造, 平地注水, 水流失, 夫类之相从也, 如此之注也, 以有观人, 焉所宜, 取有善人, 不可不胜, 是得知己也, 诗曰, 无将大车, 为臣明明言无与小人处也, 蓝居鹿坐, 似之而非, 软弱亦夺, 似人而非, 汉杠好斗, 似勇而非, 仁义理善之于人也, 辟之若或财素米之于家也, 多有之者富, 少有之者凭, 至无有者穷, 故大者不能, 小者不畏, 是弃国捐生之道也, 凡物有成而来, 成其出者, 是其反者也, 流言灭之, 或色远之, 或之所由生也, 生自先先也, 是故君子早觉之, 言之信者, 在乎屈盖之间, 疑则不言, 慰问则不言, 知者明于事, 达于数, 不可以不成事也, 故曰, 君子难说, 说之不以道, 不说也于曰, 流完止于欧于, 流言止于知者, 此家言邪学之所以恶如者也, 是非疑, 则度之以远事, 言之以敬物, 参之以平心, 流言止焉, 恶言死焉, 曾子时于, 有余, 曰, 甘之门人曰, 甘之商人, 不若傲之曾子气替替曰, 有意心忽哉, 商其闻之晚也, 无用无之所短, 欲人之所长, 故塞而必所短, 疑而从所逝, 疏之而不法, 查辩而操辟, 勇果而亡礼, 君子之所憎物也, 多言而累, 圣人也, 少言而法, 君子也, 多言无法而留哲然, 虽便, 小人也, 国法尽时宜, 恶名之串已无分得也, 有夫分义, 则容天下而至, 无分义, 则亦欺一切而乱, 天下之人, 为各特意哉, 然而有所共与也, 言为者于一牙, 言因者于施矿, 言智者于三王, 三王既已定法度, 至理乐而传之, 有不用而改自作, 何以异于便一牙之和, 更施矿之律, 无三王之法, 天下不呆亡, 国不呆死, 隐而不识者禅也, 不隐不识者浮游也, 于顺孝己孝而轻不爱, 彼甘子虚忠而君不用, 众你言冤之而穷于事, 劫破于报国而无所辟之, 则崇其善, 扬其美, 言其所长而不称其所短也, 唯唯而亡者废也, 伯而穷者资也, 轻之而愚拙者口也, 君子能未可贵, 不能使人必贵己, 能未可用, 不能使人必用己, 告世不及五帝, 蒙祖不及三王, 娇侄子不及五伯, 右座篇第二十八, 孔子关于鲁桓公之庙, 有妻妻妾焉, 孔子问于守妙者曰, 此为何妻, 守妙者曰, 此概为右座知妻孔子曰, 无闻右座知妻者, 须则妻, 中则正, 满则父孔子故为弟子曰, 助水焉弟子亦水而助之, 中而正,满而父, 须而妻, 孔子溃然而探曰, 与, 恶有满而不负者哉, 子鹿曰, 敢问池满有道乎, 孔子曰, 聪明圣之, 守之以余, 功悖天下, 守之以让, 永利俯士, 守之以窃, 富有四海, 守之以千, 此所谓义而损之之道也, 孔子为鲁舍乡, 朝七日而诸少镇卯, 门人竟问曰, 夫少镇卯鲁之闻人也, 夫子为镇而使诸之, 得无师乎, 孔子曰, 居, 吾与女其故, 人有恶者无, 而道窃不与焉, 一曰心达而显, 二曰行辟而奸, 三曰言味而辩, 四曰记丑而薄, 五曰顺飞而则, 此武者有益于人, 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诸, 而少镇卯兼有之, 故居处族以巨途成群, 言谈族是邪淫重, 强族以反是独立, 此小人之劫雄也, 不可不诸也, 是以汤珠隐邪, 文王珠攀子, 周公珠管书, 太公珠华氏, 管仲珠富里义, 子产珠邓熙十富, 此妻子者, 皆亦是同心, 不可不诸也, 诗曰, 忧心悄悄, 运于群小小人成群, 私足幽矣, 孔子为鲁私寇, 有父子送者, 孔子居之, 三曰不别, 其父请旨, 孔子舍之, 寄孙闻之, 不说, 曰, 是老也其语, 语语曰, 为国家必以笑, 今杀义人以路不孝, 又舍之, 冉子已告, 孔子凯然探约, 呜呼, 上师之, 下杀之, 其可呼, 不交其名, 而听其欲, 杀不孤也, 三军大败, 不可斩也, 欲暗不治, 不可行也, 罪不再名顾也, 慢令锦珠, 贼也, 今生也有时, 脸也无时, 报也, 不叫而则成功, 虐也, 以此三者, 然后行可及也, 书曰, 一行一杀, 勿庸以及, 与为曰为有顺事言先交也, 故先王继承之以道, 上先扶之, 若不可, 上贤以其之, 若不可, 废不能以丹之, 其三年而百姓枉矣, 邪明不从, 然后似之以行, 则明知罪矣, 施曰, 尹是大师, 为周之低, 禀国之君, 四方是为, 天子是弊, 悲明不迷是以威力而不适, 行错而不用, 此之未也, 今知事则不然, 乱其教, 凡其行, 其名迷惑而堕焉, 则从而致之, 是以行迷凡而邪不胜, 三尺之暗而虚车不能登也, 百刃之山, 刃腹车登焉, 何则, 临迟故也, 树刃之强而名不于也, 百刃之山而树子逢而游焉, 临迟故也, 经夫事之灵至以久矣, 而能使名物于乎, 施曰, 周道如底, 其直如始, 君子所屡, 小人所逝, 眷焉故之, 山焉出体, 岂不哀哉, 施曰, 瞻彼日月, 悠悠我思, 道之云远, 何云能来, 子曰, 依己守不其有来乎, 孔子关于东流之水, 子共问于孔子曰, 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淹者, 是何, 孔子曰, 夫水, 大便与诸生而无谓也, 四得, 其流也悲下居居必寻其礼, 四亿, 其恍恍惚不互敬, 四道, 若有觉行之, 其因亦若生想, 其父百刃之谷不惧, 四永, 主量必平, 四法, 迎不求盖, 四正, 闹曰为达, 四察, 已出已入, 已就先邪, 四善化, 其万者也必东, 四智, 是故见大水必观淹, 孔子曰, 吾有耻也, 吾有笔也, 吾有待也, 又不能强学, 老吾以教之, 吾持之, 去其故乡, 是君而达, 促欲故人, 曾无旧言, 无笔之, 与小人处者, 无待之也, 孔子曰, 如蝶而静, 无语之, 如秋而止, 无以以经学, 曾未如游坠, 则俱然欲未人师, 孔子男士处, 厄于陈菜之嫌, 七日不火时, 离根不散, 弟子皆有积色, 子禄静, 问之曰, 游文之, 为善者天报之以福, 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 经夫子类得机翼怀美, 行之日久矣, 西居之隐也, 孔子曰, 游不适, 无语女, 女以知者未必用邪, 王子比甘不见剖心乎, 女以忠者未必用邪, 关龙逢不见行乎, 女以见者未必用邪, 无子须不折姑苏东门外乎, 夫欲不欲者, 时也, 贤不孝者, 才也, 君子博学生谋, 不欲时者多矣, 游是观之, 不欲时者众矣, 何独秋也哉, 且夫子兰身于身灵, 非以无人而不方, 君子之学, 非未通也, 未穷而不困, 忧而亦不衰也, 知祸福忠实而心不惑也, 夫贤不孝者, 才也, 未不畏者, 人也, 欲不欲者, 时也, 死生者, 命也, 今有其人, 不欲其时, 虽贤, 其能行乎, 苟欲其时, 何难之有, 故君子博学生谋, 修身端行, 以似其时, 孔子曰, 由, 居, 吾与女, 习近公子众儿霸心生于曹, 岳王勾剑霸心生于快姬, 其还公小白霸心生于举, 故居不赢者私不远, 身不义者志不广, 女庸安之吾不得之丧落之下, 子贡官于鲁庙之北堂, 初儿问于孔子曰, 乡者赐官于太庙之北堂, 无意未措, 还附沾被酒盖皆祭, 被有说邪, 降过绝邪, 孔子曰, 太庙之堂, 异常有说, 官至良公, 因力结文, 非无良才也, 盖曰贵文也子道偏第二十九入孝出地, 人之小行也, 上顺下赌, 人之中行也, 从道不从君, 从义不从父, 人之大行也, 若夫至以礼安, 言以类使, 则如道必以, 虽顺不能加毫莫于是以, 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 从命则轻微, 不从命则轻安, 孝子不从命乃忠, 从命则轻辱, 不从命则轻荣, 孝子不从命乃义, 从命则禽寿, 不从命则修事, 孝子不从命乃尽, 故可以从而不从, 是不子也, 未可以从而从, 是不忠也, 明于从不从之义, 而能至恭敬忠信, 端确以甚行之, 则可谓大效义, 传约, 从道不从君, 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 故劳苦凋瘁而能无失其境, 灾祸患难而能无失其义, 则不幸不顺见恶而能无失其爱, 非人人莫能行, 施曰, 孝子不愧此之谓也,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 子从父命, 孝乎, 臣从君命, 真乎, 三问, 孔子不对, 孔子屈出已与子贡曰, 相者, 君问丘也, 曰, 子从父命, 孝乎, 臣从君命, 真乎, 三问而丘不对, 似已为何如, 子贡曰, 子从父命, 孝乙, 臣从君命, 真义, 夫子有息对焉, 孔子曰, 小人哉, 似不适也, 习万臣之国, 有真臣四人, 则封将不消, 千臣之国, 有真臣三人, 则设计不为, 百臣之家, 有真臣二人, 则宗庙不悔, 父有真子, 不行无礼, 是有真有, 不畏不义, 故子从父, 惜子孝, 臣从君, 惜臣真, 审其所以从之之畏孝, 之畏真也, 子鹿问于孔子曰, 有人于此, 素心业魅, 根云数义, 手足便知, 以养其轻, 然而无效之名, 何也, 孔子曰, 义者身不敬语, 此不逊语, 色不顺语, 古之人有言曰, 亦语, 某语, 不女聊, 经素心业魅, 根云数义, 手足便知, 以养其轻, 无此三者, 则何谓而无效之名也, 亦者所有非人邪, 孔子曰, 有智之, 无与女, 虽有国事之利, 不能自举其身, 非无利也, 事不可也, 故入而行不休, 生之罪也, 出而名不张, 有之过也, 故君子入则笃行, 出则有贤, 何谓而无效之名也, 子禄问于孔子曰, 鲁代福恋而床, 李邪, 孔子曰, 吾不知也子露出, 为子共曰, 吾以夫子为吾所不知, 夫子徒有所不知子共曰, 辱何问哉, 子禄曰, 游问, 鲁代福恋而床, 李邪, 夫子曰, 吾不知也子共曰, 吾将为女问之子共问曰, 恋而床, 李邪, 孔子曰, 非礼也子共出, 为子禄曰, 女为夫子为有所不知乎, 夫子徒无所不知, 女问非也, 李, 居是亦不非其代夫, 子禄圣服而见孔子, 孔子曰, 由, 是居居何也, 习者将出于山, 其始出也, 其缘可以滥伤, 即其至江之今也, 不放舟, 不避风, 则不可涉也, 非为下流水多邪, 金女衣服既盛, 颜色充盈, 天下且属肯见女矣, 子禄驱而出, 改扶而入, 改由若也, 孔子曰, 由智之, 吾与女, 奋于炎者华, 奋于行者乏, 色之而有能者, 小人也, 故君子之之曰之之, 不知曰不知, 言之要也, 能之曰能之, 不能曰不能, 行之之也, 言要则之, 行之则人, 既之且人, 夫恶有不足以哉, 子禄入, 子曰, 由, 知者若何, 忍者若何, 子禄对曰, 知者使人知己, 忍者使人爱己, 子曰, 可谓是以子共入, 子曰, 此, 知者若何, 忍者若何, 子共对曰, 知者知仁, 忍者爱人, 子曰, 可谓是君子以言渊入, 子曰, 回, 知者若何, 忍者若何, 言渊对曰, 知者自知, 忍者自爱子曰, 可谓明君子以子路问于孔子曰, 君子亦有幽乎, 孔子曰, 君子其未得也, 则乐其意, 既以得之, 又乐其志, 是已有终生之乐, 无一日之忧, 小忍者其未得也, 则忧不得, 既以得之, 又恐失之, 是已有终生之忧, 无一日之乐也, 法行篇第三十公书, 不能加于神, 圣人莫能加于礼, 礼者, 众人法而不知, 圣人法而知之, 曾子曰, 无内人之书而外人之轻, 无身不善而怨人, 无行己志而呼天, 内人之书而外人之轻, 不亦远呼, 身不善而怨人, 不亦反呼, 行以志而呼天, 不亦晚呼, 诗曰, 涓涓原水, 不拥不塞, 故以破碎, 乃大祈福, 誓以拜以, 乃众大习, 其云亦呼, 曾子病, 曾缘持足, 曾子曰, 缘至之, 无与如, 夫于憋缘陀, 由以冤为浅而枯其中, 因冤由以山为悲而增朝其上, 及其的也必以尔, 故君子既能无以利害义, 则耻辱亦无有之以, 子贡问于孔子曰, 君子之所以贵欲而见名者, 何也, 为夫欲之少而名之多邪, 孔子曰, 而, 四, 是何言也, 夫君子既多而见之, 少而贵之灾, 夫欲者, 君子彼得焉, 温润而则, 仁也, 利而礼, 知也, 兼刚而不屈, 义也, 怜而不贵, 行也, 折而不饶, 永也, 辖士并见, 勤也, 寇之, 其身清阳而远闻, 其指错然, 此也, 故虽有名之雕雕, 不若欲之章章, 诗曰, 言念君子, 温其如欲此之位也, 曾子曰, 童游而不见爱者, 无必不仁也, 交而不见尽者, 无必不偿也, 临才而不见性者, 无必不幸也, 三者在身, 何怨人, 怨人者穷, 怨天者无事, 诗之己而返诸人, 岂不易于哉, 南郭会子问于子贡曰, 夫子之门何其杂也, 子贡曰, 君子正身已四, 欲来者不拒, 欲去者不止, 且夫良依之门多病人, 饮瓜之策多网目, 事已杂也, 孔子曰, 君子有三数, 有君不能逝, 有臣而求其始, 非数也, 有亲不能报, 有子而求其笑, 非数也, 有兄不能敬, 有弟而求其听令, 非数也, 事名于此三数, 则可以端生矣, 孔子曰, 君子有三思, 而不可不思也, 少而不学, 常无能也, 老而不教, 死无思也, 有而不失, 穷无语也, 事故君子少思常则学, 老思死则教, 有思穷则失也, 哀公篇第31录哀公问于孔子曰, 无欲论无国之事, 与之治国, 敢问如何取之邪, 孔子对曰, 身经之事, 治古之道, 居经之俗, 福古之福, 舍此而为非者, 不义先乎, 哀公曰, 然则夫张府取句, 身而敬护者, 此贤乎, 孔子对曰, 不必然, 夫端依玄长, 问而成路者, 治不在于时昏, 斩衰兼聚, 仗而错周者, 治不在于酒肉, 身经之事, 治古之道, 居经之俗, 福古之福, 舍此而为非者, 虽有, 不义先乎, 哀公曰, 善, 孔子曰, 人有无疑, 有庸人, 有氏, 有君子, 有贤人, 有大圣, 哀公曰, 敢问何如斯可谓庸人矣, 孔子对曰, 所谓庸人者, 口不能道善言, 心不知色色, 不知选贤人善事, 托其身焉以为己忧, 动行不知所悟, 只焦不知所定, 日选择于物, 不知所贵, 从物如流, 不知所归, 武凿为正, 心从而坏, 如此, 则可谓庸人矣, 哀公曰, 善, 敢问何如斯可谓是矣, 孔子对曰, 所谓逝者, 虽不能进道数, 必有律也, 虽不能辨美善, 必有处也, 事故知不物多, 物审其所知, 言不物多, 物审其所谓, 行不物多, 物审其所由, 故知既以知之以, 言既以为之以, 行既以游之以, 则若性命机夫之不可亦也, 故富贵不足以亦也, 卑贱不足以损也, 如此, 则可谓是矣, 哀公曰, 善, 敢问何如斯可谓之君子以, 孔子对曰, 所谓君子者, 言忠信而心不得, 仁义在身而色不乏, 思虑明通而词不争, 故由然如将可及者, 君子也哀公曰, 善, 敢问何如斯可谓贤人以, 孔子对曰, 所谓贤人者, 行中归神而不商于本, 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商于身, 富有天下而无怨财, 不失天下而不并平, 如此, 则可谓贤人以, 哀公曰, 善, 敢问何如斯可谓大圣以, 孔子对曰, 所谓大圣者, 知通乎大道, 应变而不穷, 变乎万物之情信者也, 大道者, 所以变化岁成万物也, 情信者, 所以里然不取舍也, 事故其事大便乎天地, 明察乎日月, 总要万物于风雨, 某某尊尊, 其事不可循, 若天之似, 其事不可适, 百姓浅然不适其灵, 若此, 则可谓大圣以, 哀公曰, 善, 鲁哀公问顺关于孔子, 孔子不对, 三问不对, 哀公曰, 寡人问顺关于子, 何以不言也, 孔子对曰, 古之王者, 有物而居领者意, 其正好生而恶杀焉, 事已奉在列数, 临在交也, 乌雀之潮可辅而亏也, 君不辞问, 而问顺关, 所以不对也,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 寡人身于身宫之中, 常于妇人之手, 寡人未尝之哀也, 未尝之忧也, 未尝之劳也, 未尝之巨也, 未尝之为也孔子曰, 君知所问, 圣君知问也, 丘, 小人也, 何足以知之, 曰, 非无子无所闻之也孔子曰, 君入庙门而幼, 登自作皆, 仰氏催动, 辅见己言, 其器存, 其人亡, 君以此思哀, 则哀将焉而不置矣, 君昧爽而至观, 平民而听朝, 一物不应, 乱之端也, 君以此思忧, 则忧将焉而不置矣, 君平民而听朝, 日策而退, 诸侯之子孙必有在君之末停者, 君以此思劳, 则劳将焉而不置矣, 君出鲁之四门, 以望鲁四交, 亡国之须则必有树盖焉, 君以此思聚, 则聚将焉而不置矣, 且秋闻之, 君者周也, 树人者水也, 水则宰周, 水则复周, 君以此思为, 则为将焉而不置矣,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 身为张辅有意于人乎, 孔子促然曰, 君昊然也, 资衰居仗者不听乐, 非而不能闻也, 福始然也, 辅依辅长者不如婚, 非口不能喂也, 福始然也, 且秋闻之, 好似不守者, 长者不畏事, 且其有意与其无意, 君其知之矣,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 请问取人孔子对曰, 无取见, 无取干, 无取口尊, 见, 贪也, 干, 乱也, 口尊, 淡也, 故宫调而后求敬焉, 马浮而后求良焉, 是性确而后求知能焉, 是不性确而有多知能, 辟知其豺狼也, 不可以生米也, 宇曰, 还公用其贼, 文公用其道, 故民主任即不性怒, 按主性怒不认即, 既圣怒则强, 怒圣即则亡, 定公问于颜渊曰, 东野子之善欲呼, 颜渊对曰, 善则善以, 虽然, 起码将师定公不悦, 入位左右曰, 君子故禅人呼, 三日而孝来夜曰, 东野必知马师, 两参列, 两父入酒, 定公月习而起曰, 驱驾照颜渊, 颜渊至, 定公曰, 前日寡人问吴子, 吴子曰, 东野必知欲, 善则善以, 虽然, 起码将师不是吴子何以知之, 颜渊对曰, 臣以正知之, 习顺巧于使明, 而造父巧于使马, 顺不穷其明, 造父不穷其马, 是顺无师明, 造父无师马也, 京东野必知欲, 上车直配, 贤体正乙, 步骤驰骋辰, 朝礼必乙, 立险致远, 马立竞乙, 然由求马不乙, 是以知之也, 定公曰, 善, 可得少近乎, 言渊对曰, 成文之, 鸟穷则酌, 受穷则决, 仍穷则诈, 自古吉经, 为有穷其下而能无为者也, 摇问篇第三十二, 摇问于顺曰, 我欲至天下, 为之奈何, 对曰, 直依无师, 行为无怠, 忠信无倦, 而天下自来, 直亦如天地, 行为如日月, 终成圣于内, 奔于外, 行于四海, 天下其在意于邪, 夫有何足之也, 为武侯谋事而当, 群臣莫能歹, 退朝而有喜色, 无其静曰, 异常有意, 楚庄王之语, 闻于左右者乎, 武侯曰, 楚庄王之语何如, 无其对曰, 楚庄王谋事而当, 群臣莫歹, 退朝而有忧色, 申公乌臣敬问曰, 王朝而有忧色, 何也, 庄王曰, 不古谋事而当, 群臣莫能歹, 是以忧也, 其在中窥之言也, 曰, 诸侯自卫得失者王, 得有者罢, 得以者存, 自卫谋而莫己若者王今以不古之不孝, 而群臣莫无歹, 无国己于亡乎, 是以忧也, 楚庄王以忧, 而君以习, 武侯群循在拜曰, 天使夫子正寡人之过也, 薄情将归于鲁, 周公为薄情之父曰, 辱将行, 何至儿子美得乎, 对曰, 其为人宽好自用以甚, 此三者, 其美得以, 周公曰, 乌乎, 以仁恶为美得乎, 君子好以道德, 故其名归道, 比其宽也, 出无便意, 女又美之, 比其好自用也, 是所以俱小也, 君子力如牛, 不与牛真力, 走如马, 不与马真走, 之如是, 不与是真之, 比真者君者之弃也, 女又美之, 比其甚也, 是其所以浅也, 闻之曰, 吾月于不见事见事问曰, 吾乃不察乎, 不闻即物少至, 少至则浅, 必欠者, 见人之道也, 女又美之, 吾与女, 我闻王之为子, 吾王之为弟, 成王之为书父, 吾于天下不见乙, 然而无所值至而见者十人, 还至而相见者三十人, 貌之之事者百有余人, 欲言而请必事者千有余人, 于是无仅得三事焉以正无身, 以定天下, 吾所以得三事者, 亡于十人与三十人中, 乃在百人与千人之中, 故上是无薄为之貌, 下是无厚为之貌, 人人皆以我为悦于好事, 然故是智, 是智而后见物, 见物然后知其是非之所在, 戒之哉, 女以鲁国交人, 即以夫养路之事有可交也, 正身之事不可交也, 彼正身之事, 舍贵而未见, 舍负而未平, 舍义而未劳, 颜色离黑而不失其所, 是以天下之计不习, 文章不废也。 宇曰, 曾丘之丰人, 见楚乡孙书敖曰, 无闻之也, 处官久者是度之, 路后者明愿之, 未尊者君恨之。 京乡国有此三者, 而不得罪处之事明何也。 孙书敖曰, 吾三相处而心欲悲, 美义路而施欲薄, 为资尊而礼欲公, 是以不得罪于楚之事明也。 子贡问于孔子曰, 四为人下而未知也。 孔子曰, 为人下者乎, 其有土也。 生乎之而得甘全焉, 树之而无骨翻焉, 草木之焉, 禽兽欲焉, 生则利焉, 死则入焉, 多其功而不习。 为人下者其有土也。 习于不用功之其而敬病之, 来不用子马而其病之, 咒哭王子彼甘而武王得之。 不清贤用之, 故生死国王也。 未说者曰, 孙卿不及孔子。 是不然。 孙卿迫于乱世, 秋于言行, 尚无贤主, 下欲报情, 礼义不行, 教化不成, 仁者处曰, 天下明明, 行权赐之, 诸侯大清。 当事时也, 知者不得律, 能者不得智, 贤者不得使。 故君上避而无堵, 贤人聚而不受。 然则孙卿怀将胜之心, 蒙羊狂之色, 是天下以余。 诗曰, 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词之位也。 是其所以名声不白, 徒语不重, 光辉不薄也。 经之学者, 的孙卿之遗言于教, 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 所存者神, 所过者化, 观其善行, 孔子拂过。 事不详查, 云非圣人, 奈何。 天下不智, 孙卿不遇时也。 得若遥语, 事少知之, 方数不用, 为人所依, 其知之名, 寻道正行, 足以为祭刚。 乌乎贤哉, 一位帝王。 天地不知, 善节咒, 杀贤良, 笔甘剖心, 孔子居匡, 皆于避世, 姬子羊狂, 田肠未乱, 何吕善强。 为恶得福, 善者有殃。 精卫说者, 又不察其时, 乃信其名。 时事不同, 愈何游生。 不得为证, 公安能成。 至修得后, 赎未不贤乎。 and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xunzi ji jie updated editions will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 the old editions will be renamed. Creating the works from print edition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means that no one owns a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in these works, so the foundation, and you, can copy and distribut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paying copyright royalties. Special rules, set forth in the general terms of use part of this license, apply to copying and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concept and trademark.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may not be used if you charge for an e-book, except by following the terms of the trademark license, including paying royalties for use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If you do not charge anything for copies of this e-book, complying with the trademark license is very easy. You may use this e-book for nearly any purpose such as cre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reports, performances, and research.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may be modified, unprinted, and given away. You may do practically anyt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e-boo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Redistribution is subject to the trademark license, especially commercial redistribution. Start, full licens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Please read this before you distribute or use this work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by using or distributing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license available with this file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xianlicense. Section E General Terms of Use and Re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By reading or using any p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 you indicate that you have read, understand, agree to and accept all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mark, xie xian copyright,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agree to abide by all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cease using and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in your possession. If you paid a fee for obtaining a copy of or access to a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 and you do not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ay obtain a refund from the person or entity to whom you paid the fee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E.E.B.E.B.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It may only be used on or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an electronic work by people who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ith most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even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e full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E.E.B.E.B.L.E.B.E.B.L.E.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with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if you follow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nd help preserve free future access to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See paragraph E.E.B.L.E.B.E.B.L.E. See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or PGLF owns a compilation copyright in the collec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 individual work is un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claim a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copying, distributing, performing, display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work as long as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are remove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will support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mission of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electronic works by freely sharing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o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You can easily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y keeping this work in the same format with its attached full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license when you share it without charge with others. E.D.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ocated also govern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work. Copyright laws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If you a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copy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is work or any other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ork. The foundati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ny work in any country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E.D. Unless you have removed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E.D.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active links to, or othe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license must appear prominently whenever any copy of a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ork, any work on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ppears, or with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is associated, is accessed, displayed, performed, viewed, copied or distributed.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If you are not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will have to check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located before using this e-book. E.R.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 is derived from text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does not contain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it is 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work can be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aying any fees or charges. If you are redistributing or providing access to a work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ssociated with or appearing on the work, you must comply ei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EEEE through EEE7 or obtain permission for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trademark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EEE8 or EEE9. EEE3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 i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your use and distribution must comply with both paragraphs EEEE through EEE7 and any additional terms impos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dditional terms will be linked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license for all work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k. EEE4 Do not unlink or detach or remov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license terms from this work or any files containing a part of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with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EE5 Do not copy, display, perform, distribute or redistribute this electronic work, or any part of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out prominently displaying the sente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EEEE with active links o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license. EEE6 You may convert to and distribute this work in any binary, compressed, marked-up, non-proprietary or proprietary form, including any word processing or hypertext form. However, if you provide access to or distribute copies of a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ork in a format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at used in the official version posted on the official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ebsite, You mu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fee or expense to the user, provide a copy, a means of exporting a copy, or a means of obtaining a copy upon request, of the work in its original pla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 Any alternate format must includ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licens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EEEE. EEE7 Do not charge a fee for access to, view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copy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orks unless you comply with paragraph EEE8 or EEE9. You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copies of or providing access to or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provided that you pay a royalty fee of 20% of the gross profits you derive from the use of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orks. The fee i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you already used to calculate your applicable taxes. The fee is owed to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trademark, but he has agreed to donate royal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Royalty payments must be paid within 60 days following each date on which you prepare, or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prepare, your periodic tax returns. Royalty payments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and sent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t 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Section C,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You provide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by a user who notifies you in writing, or by email,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that S. Xiexian he does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license. You must require such a user to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e works possessed in a physical medium and discontinue all use of and all access to other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orks. You provi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EF3,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for a work or a replacement copy, if a defect in the electronic work is discovered and reported to you within 9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work. You comply with all othe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fre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orks. EF3, if you wish to charge a fee or distribute a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 or group of works on different terms then ar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roject Gutenberg-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trademark. Contact the Found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3 below. EFEFE Project Gutenberg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expen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identify, do copyright research on, transcribe and proofread wor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in creat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collection. Despite these efforts,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and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may be stored, may contain defect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incomplete, inaccurate or corrupt data, transcription errors, a copyrigh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 defective or damaged disk or other medium, a computer virus. Or computer codes that damage or cannot be read by your equipment. EFE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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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Warranty OR BreachOF Contract Except those provided I and Paragraph EF San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any distributor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not be liable TOU for actual,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incidental damages Even IF you give noti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EF San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If you discover a defect in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in 90 days of receiving it, you can receive a refund of the money, if any, you paid for it by sending a written explanation to the person you received the work from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on a physical medium, you must return the medium with your written explanation Th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rovided you with the defective work may elect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cop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you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the person or entity providing it to you may choose to give you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the second copy is also defective, you may demand a refund in writing without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fix the problem EF 4 Except for the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EF San, this work is provided to UAS, IS, with NO othe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 a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EF 5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disclaimers of certain implied warranties or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damages If any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the law of the stat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to make the maximum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The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void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EF 6 Indemnity,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y agent or or employee of the foundation, anyone providing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 electronic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and any volunteer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 electronic works, harmless from all liability,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that ari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which you do or cause to occur A. distribution of this or any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 work B. alteration, modification, or additions or deletions to any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 work C. any defect you cause Section E.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 is synonymous with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in formats readable by the widest variety of computers including obsolete, old, middle, aged and new computers It exists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nd donations from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Volunte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vide volunt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are critical to reaching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s goal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 collection will remain freely available for generations In 2001, the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 was created to provide a secure and permanent future for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 and how your efforts and donations can help, see Sections 3 and 4 and the Foundation Information Page at www.gutenberg.org Section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 The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 The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 is a non-profit 501c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granted tax exempt status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Foundation Assign or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is 646221541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permitted by U.S. federal laws and U.S. state laws The Foundation 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at 809 North 1500 West Salt Lake City, UT 84116-801-596-1887 Email contact links and up-to-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the Foundation S. website and official page at www.gutenberg.org Xiexian Contact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 depends upon 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idespread public support and donations to carry out its miss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ublic domain and licensed works that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in machine, readable form Accessible by the widest array of equipment including outdated equipment Many small donations, yi meiyuan to wu qian meiyuan,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ax exempt status with the IRS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regulating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all wu shi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re not uniform and it takes a considerable effort, much paperwork and many fees to meet and keep up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e do not solicit donations in locations where we have not received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compliance To send donations or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for any particular state visit www.gutenberg.org xiexian donate While we cannot and do not solicit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where we have not met the solicitation requirements, we know of no prohibition against accepting un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onors in such states who approach us with offers to donate International donations are gratefully accepted, but we cannot make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x treatmen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U.S. laws alone swamp our small staff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Gutenberg web pages for current don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es Donations are accepted in a number of other ways including checks, online payments and credit card donations To donate, please visit www.gutenberg.org xiexian donate Secti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 Electronic Works Professor Michael S. Hart w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 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 For 40 years,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 e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 ebooks are often created from several printed editions, all of which are confirmed as not protected by copyright in the U.S. unless a copyright notice is included Thus, we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ebooks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articular paper edition Most people start at our website which has the main PG search facility www.gutenberg.org This website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 including how to make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how to help produce our new ebooks, and how to subscribe to our email newsletter to hear about new ebooks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The full Project 될